第十五章 彭生却说原氏公子流放虚没 历经磨难之时 经中曾有不少女子忧心惦念她 那些境况富足的女子终日只为情所恼 则并无痛苦可言 二条院的子姬便是其中之一 她虽以宝藏相思 但尚能与旅居在外的公子通的书信 为其制备施关后临时的服饰等 倒可解去许多忧思 然而与原氏公子暗中往来的情人们 只得在公子离京时默默目送 形若路人 忍不住心如刀绞 莫摘花便是其中一人 父亲长露亲王死后 她无所依靠 孤苦度日 净况甚是悲凉 后来有幸结识原氏公子 蒙她细心照亮 生活顿时光彩许多 以为日后便可安心度日 其料公子呼遭大难 于是哀怨顿生 除亲密之人外 一切莫然是智 公子一去虚魔 阴信全断 其出莫摘花尚可悲伤哀痛 苦度时日 年岁已久 生活也为之潦倒 身边几位老年侍女不禁悲愤哀怨 彼此议论到 前世造孽啊 数年神佛保佑 幸得原氏公子照顾 我们正为她的荣福庆幸呢 可惜世事无常 公子含冤负罪 如今 小姐无依无靠 为时可怜广仙前过贯贫困寒酸之日 亦浑然不绝 如今荣华后再度昔日 反而难耐啊 侍女们皆悲叹不绝 当年追逐相随者 尽皆相继离去 无家可归者 或也染病身亡 如此这番 底中上下人寥寥无几了 这功底于是更为荒芜 日渐成为狐居之所 老树阴森可怕 早晚贺良惨然提叫 众人以习以为常 当初热闹时 人来人往 此等不祥之物销声匿迹 如今家道中落 怪物却日渐现行 留下的一些侍者 甚是惊恐畏惧 也不敢久居于此 其实 一些地方小官 因可慕京中抵宅 向中宅内的参天古墓 便央人前来索买 众孙女闻之 力劝小姐道 依奴婢之见 不如将此可怕的宅子卖掉 千里此处 如此下去 我们这些下人也难以忍受了 莫摘花流泪道 你们怎出如此异议 出卖祖业 岂不让人笑话 虽身居困境 又哪能离经妄本 宅子荒芜其轻 尚有父母常留此处之面影 独私人 也可未借孤苦之心 于是毫不犹豫 断然拒绝 院底内一切器具 均为上代惯用之物 古香古朴 精巧华贵 有几位爆发之人 垂涎此物品 探得这些物具来历 遂托人牵线 稀图够走 此番举动 自然是成人之威 轻视了这人家 因而恣意侮辱 侍女们劝小姐道 实在无计可施 卖些家具已解极困 也是世间常事 有何不可呢 未搞花道 此类东西均为老大人遗留之物 岂可卖于下等人家 违背先人遗愿 乃莫大罪过 她断然不同意此等做法 小姐孤苦度日 难遇救助之人 有位兄长是禅师 好容易从酷货来到京都 便顺便来此探望 可曾人毕竟多位清贫之人 况且这禅师更是迂腐守旧 穷得只生一身袈裟 恍如下凡先人 来此宅邸 见庭院杂草丛生 一派萧条 竟不以为然 自此以后 彭蒿更是自意繁茂 遮掩庭院 朱阳央草也掌势急上 将两个门户封锁得极为岩石 四处围墙 坍塌不堪 牛马皆可随意进入 春夏时节 竟有牧童将牲口驱赶进来 肆意践踏 实在放肆之极 有一年八月 秋风萧瑟尤为骇人 吹倒直郎 先走仆役所住房屋的房顶 因无处容身 仆役纷纷走散 那时常常吹烟断绝 炉灶生辉 大悲小莲之事 接连不断 遥望此院 荒凉沉寂 阴森恐怖 连那凶暴的强盗 也认为此处 以毫无有用之物可结 故过门而不入 即便如此 正听陈舍仍如从前 丝毫未变 只因无人料理 诸往四处 尘灰满步 大致遗忘 倒是一处 井然有序的居住之所 未搞花便在此破落的 宅哪里朝夕独居 如此凄苦生涯 躺能寄情古歌或小说 尚可浅忧解闷 逍遥度日 只可惜未摘花 对此毫无兴趣 再者 若能与志趣相投的 旧时朋友互通阴信 亦处虽不大 亦可纵情山水 陶以兴情 但未摘花落尊父母一训 接触外界甚是谨慎 虽有几位可以通信之友 也只是略略问候 情淡似水 他偶尔打开古旧的厨子 翻出数年的 唐首人 妙姑舍老鸡 等书来打发石 这些书多是用 纸乌纸 或陆傲纸所印的通俗本 内容皆为臣府的旧时古歌 实乃大杀风景 无奈也只得翻来念念 其实 人们崇尚诵经礼佛 可是未搞花 从未触碰过念珠 怕难为情 而且无人制备一切 终不敢参与其事 总之 生活索然无畏 再说 未摘花有一个叫侍从的侍女 乃其如母之女 多年来 持从不离左右 尽心服侍 此间常到附近一位 摘院那里闲耍 不料摘院心尽亡故 侍从失去一处平室 颇为心伤 而莫摘花的姨母 昔日因家道中落 下嫁给地方小官 生了几个女儿 被家娇宠 便想寻一年轻侍女 前去服侍 侍从之母 曾和此人家有些往来 侍从也叫熟侍 常去走动 而莫摘花生性孤僻 素来对此姨母 避而远之 姨母便对待从说道 因我只是位地方官太太 地位卑贱 我姐在世时常骂我丢起脸 而看我目击 如今她的女儿穷困潦倒 我也心力不济 哪能照管她呢 虽说如此气话 但毕竟沾亲待故 也常来信问候 世上那些身份微贱之人 常模仿贵人之相 显出一副自高自大的姿态 而未摘花的姨母 出身虽高贵 恐怕是前世冤孽 使其沦为地方官太太 故其秉性有些低下 她想 昔日姐姐因我低微而蔑视 其料事事自会报应 让她女儿如今也落到如此困窘之地 使乃该受其罪 我要趁机叫她女儿来替我女儿当事女呢 这女子性情虽是刻板 但做管家倒很可靠 便命人带话 请你常到我家来玩吧 这里的姑娘爱听你弹琴呢 又时常叮嘱侍从 要她常陪小姐过来 可谓摘花 并非有意教人 只是异常怕羞 终究未曾前去拜访姨母 这更惹得姨母愤恨 此间 时运来转 莫摘花的姨父 胜任了太宰大祸 夫妇两人匆匆安顿了女儿的婚嫁事宜后 孕妇驻子的太宰府上任 他们还是希望未摘花铜去 便派人对她说道 我们即将离京远到复任 你一人独留京中 无所依靠 难免倾苦 虽多年未曾走动 但近在咫尺还可照顾 如今我们远赴他乡 相隔千里实在对你放心不下 所以措辞十分委婉巧妙 但未搞花仍是置若罔闻 毫不灵情 姨母更是怨恨不已 恨恨地骂道 哼 小妮子架子好大 真是可恶 任凭你怎样骄横 住在荒僻乡野中 原是大将也不会看中的 正值莫摘花生活惨淡之际 上皇降恩 原是大将忽然获舍 嫁返京都 蒲天之下 一片欢呼 家道两边男女老幼 都竭力向大将表明自己的爱心 大将体察他们的用心 甚觉人情不古 厚薄不均 不禁感慨万千 回京后 由于整日诸事分忙 他竟未想起莫摘花 光阴在风不绝又过了许多时日 公子仍未驾临 莫摘花不由悲哀地想到 现在我还期望什么呢 公子惨遭横祸 我伤心欲绝 两三年来 我日夜祈佛誘他平安 如今他终于回来了 可却将我这日夜 牵挂他的人忘了 他当年离京流放 我只当作恐是我命独怪之故 哎 人情冷暖 天道无常啊 他怨天尤人 肝肠寸断 独自流泪不已 他的姨母大五夫人 闻之此事 心讨 果不出我所料 像他那样出身困苦 孤苦伶仃之人 谁肯爱他呢 他家如此潦倒 而他却神气十足 不可一世 可悲可怜啊 他觉得莫摘花 太不请人事 便叫人告诉未摘花 还是跟我走吧 须知身受 世间苦的人 即便是编入深山 也不但劳苦的 而你却留恋 穿罗这段的生活 难道相间不好吗 跟我同去柱子 我绝不亏待于你 话说的十分钟听 莫摘花的几个 传闻文词皆怦然心动 四下抱怨道 还是姨母说的事 她如此固执 是不会交韵了 不知她心里做何打算 再说莫摘花的师女 侍从已嫁给了 大公的一个外甥 此时她要随夫同父柱子 侍从虽不慎情愿 但也无可奈何 她伤感地对未搞花说道 从今与小姐天各一方 心中不胜悲伤 便欲劝导小姐同行 但未摘花对原氏公子 仍是一往情深 不肯前去 她心想 今虽如此 但终有一天公子 定会记起我来 她曾对我山盟海誓 只因我命运不济 一时被她遗忘 躺她闻之我囧困之况 不会不来探访我的 她所居之处 比昔日更是寒碳 但她仍心如磐石 瞧盼原氏公子 家中器具食物 丝毫也不变卖 旗帜如山 见真不移 然而年语时迟 一语逝去 却仍无原氏来访的行进 莫摘花悲伤 知情涌上心头 终日以泪洗面 弄得容颜憔悴 行销鼓励 让人目不忍事 可怜万分 秋进东来 她的生活更无着落 忠目悲叹 茫然度日 此时 原氏公子的功底那位追到同湖地 正举办规模盛大 轰动一时的法华八奖 选拼的法师 皆是学识渊博 道横高深的圣僧 其中便有未搞花的禅师哥哥 法师中了之后 他便到长路宅 哪来探访 高兴的未搞花说道 为追见同湖院 我也参与F这盛况空前的法华八奖 那场景庄严肃母 音乐舞蹈 一应事物 无不周全尽致 恍如那就是极乐世界呢 袁氏公子 正是菩萨化身 在这五着根深的浑浊世界里 竟有此等端庄俊美之人 实乃其事 闲谈片刻 便告辞而去 魏斋花听了兄长之言 心中愤外心酸 想 如此狠心抛弃 孤苦无依之人 定是个无情的佛菩萨 他觉得可恨 眼见情缘已断 不禁万念俱灰 正在此时 忽闻太宰大士的夫人前来探访 他们虽速不和睦 但大获夫人 因欲劝幼莫摘花同富柱子 故特制备了衣物 亲自送予他 大文夫人乘坐着一辆 装饰华丽的牛车 满面春风的叫莫摘花开门 环顾四周 草木凋零 萧条衰败 左右的乡门借以接损 夫人的车夫帮着守门人 忙了好一阵 才将他打开 夫人想 这宅邸虽然荒凉破败 想来总有人走路的小径 但寄草遍地 路径难寻 好容易找到一所向南开窗的屋子 便把车子靠到廊前 莫摘花闻讯 慎觉夫人此举无礼 但也只得把烟熏眉染 破旧不堪的围平张起来 自己坐于围平后面 叫侍从处去应对 侍从由于常年辛苦 生活清贫 也形容枯稿 身体消瘦 然而风韵犹存 平心而言 要是小姐有她的容貌就好了 姨母对未摘花说道 我们即刻便要动身了 你孤身一人 独居如此衰败荒僻之地 实叫我难于抛舍 今日我是来接侍从的 我执你厌恶我不愿与我家亲近 但请你允许我带走侍从 你不愿同行 在此又如何打发凄凉之日呢 说到这里几乎声泪俱下 然而他正心念此去前途光明 心中甚是欢心 哪会掉下泪来 只不过故意坐坐罢了 接着又道 你傅长路亲王在世之时 嫌我有失你们身份 不要我们攀附 因此我们便疏远起来 但我心毫无芥蒂 后来又因你身份高贵 宿命好 结识了原始大将 我这身份低贱之人 更有所顾忌 哪敢再前来亲近 然而事事无常 我这不知一提之人 如今生活安稳舒适 而你这高不可攀的贵人 却落得门庭冷落 岂无荒凉 以前虽不常往来 然相助甚进 还可看顾 现在我们即将远去 让你与此等荒芜之地独居 怎么放心呢 魏搞花听她说了如此一大套 仍无心应答 只敷衍她道 承蒙关怀 感激不尽 卑贱之身 犹如门庭 那敢随嫁同去 今后妾身唯有与草木同宿 姨母又说道 如此想法实属难免 而以青春之身与草木同宿 恐世人所不为罢 倘是原始公子愿将你这场路工修气一心 变成仙居伏地道也罢了 然而公子现在一心钟情于兵部清 亲王之女子姬无心恋及他人 即使从前的情人亦不再往来 更何况你这梅雨荒草中的人呢 要她为你坚贞不渝知之而动心 前来恩泽于你 恐是吃想吧 莫摘花听了这话 觉得颇有道理 不禁卑卑欺欺 乌业起来 但她毫不动摇 以母千言万语 陈树厉害 见她仍不心动 只得无可奈何地说道 那么侍从总得 让我带去吧 不觉已回落西山 她便告辞动身 侍从去留难定 啼哭不已 悄然向小姐道 夫人今天如此诚恳相邀 我去送她一送吧 夫人之言也有道理 小姐愁愁不定 并非无音 哎 道教我这下人不知何去何从了 莫摘花很不愿让侍从离开 然而无法挽留 唯有偷哭不已 她想送她一件衣裳做纪念 可衣裳都污就不堪 实难做送别之礼 总想送她一点东西 以感谢常年侍奉之劳 然实在无物可送 她突然想起头上的长发 一直存在一起 竖成一架九尺之长的发便 非常美观 于是便剪下来 将她装在一只精致的盒子里 送给侍从做纪念 此外又送了一瓶家中 就藏的香气浓郁的蒸衣箱 临别赠言发给轻病两相赞 安置今日也离身 你母亲曾遗言要我照顾你 我原以为目管我如何窘困 你都不会离开我 而今你将舍我而去 这也于情理之中 但此后却无人与我朝夕相伴 叫我怎能不伤心啊 言毕悲欺难意 是从此时也气不成声 强忍悲痛说道 就是以事误附再提 多年以来 我与小姐同共苦乐 相依为命 如今忽然要我离开小姐 漂泊一乡 真叫我又答失道 发给遂落病仍在 每逢观赛是神明 有生之日 绝不辜负小姐情义 此时那大五夫人 早已牢骚满腹 还在磨蹭什么呀 天快黑了呢 是从心乱如麻 只得慌慌上车 频频回首 不忍离去 是从与小姐多年患难与共 寸步不离 如今骤然离去 小姐怎能不被绝 形影相调呢 而几个年迈体衰的老侍女 更是埋怨不止 是啊 早该走了 如此年轻 埋没于此岂不可惜 即使我们这些无用之人 也待不下去呢 便各自准备 投钦寻友 另觅他处 莫摘花只得忍气吞声 转瞬到了雨雪纷飞的十一月 浩草丛生 遮住阳光 因此积雪不消 仿佛越国的白山 进进出出的仆役 亦早已走散 莫摘花独自平栏 凝望雪景 枯作冥想 想侍从在时 彼此还能谈东论西 嬉戏追逐聊以解闷 如今已是人去清断 一到晚上 他唯有钻进灰尘堆积的寝台里 对夜垂泪 孤枕难免 再说二条院内的子姬 此时备受原事疼爱 大概是他历尽苦难 方知人间温情之故吧 常去那里忙个不停 昔日情人 也在未去探访 虽然他有时想起了未摘花 但也只是推想此人大约安然无恙 并不前去探寻 流年似水 转瞬又去了一年 第二年四月 袁氏公子呼得响起了花散礼 便告知子姬要前去探访 不料连日雨天 好不容易等到天色渐露 云破月来 袁氏公子独警私人 追忆往事 不由感慨万端 呼来到一座荒芜淒凉的宅邸 亭树枝繁夜貌 草木森森 藤花锤挂 随风飘荡 幽香肆意 顿生情趣无限 公子禁不住从车窗中探头一望 见残垣断壁上杨柳锤挂 七荒无比 他觉得这些景致似曾相识 细细思量 才知道了未搞花的宅邸 原是公子深觉可怜 使命停车 问随从维光道 这付出可是已故长路亲王的吗 维光答道 正是 公子说道 他的女儿 想必依旧孤单寂寞地住在里面吧 以前我想特来探访 又深觉费事 今日成便拜访旧人 烦你进去替我通报吧 可是弄明白 方能说出我的名字来 唐室寻错了人家 便显得太冒失了 且说莫摘花 只因近日阴雨绵绵 心境愈发不佳 整日无精打采地哭作着 今天小睡时做了一个梦 梦见已故父亲 长路亲王 回到毛邪 醒后更觉悲伤 便命老侍女将乌颜 露尸之地擦拭干净 同时整理洒扫各处 他也暂时忘却了平日忧思 像常人一样悠然独自眼前观景吟诗 亡人时入梦 红泪尽罗衣 漏低荒颜下 青山诗不去 恰之此时 围光走了进来 在庭院东巡西找 不见人踪 他正暗存 往日四绝无人 今日也果真如此 便欲转身回去 忽见朦胧月色映照下 房屋窗子揭开着 窗帘晃荡 恍惚有人 心中恐惧顿生 但他仍撞着胆子过去 扬声叫问 里面终于传来一阵 衰老的咳嗽声 问道 里面是哪一位 围光通报了自己的名姓 告道 有位名教侍从的姐姐 可在这里 我想拜见一下呢 里面答道 他已去了别处 但他的亲戚 还在这里呢 声音摇摇传来 衰老无力 唯有甚觉熟识 荒凉宅邸 一向不曾有人来 此时忽来一个 肃静无声的男子 里间人疑心是鬼 一时不敢开口 但见着男人走过来 开口说道 我是特来探听 你家小姐状况的 若小姐初中未改 便相反转告 说我家公子特来拜访 并非胡怪作祟 无需害怕 众势力见他 如此说 不免怯笑 那老侍女回道 我家小姐倘若变心 恐早已迁居别处 而不会驻此荒郊野地了 望你禀告公子 我家小姐生涯 真是可怜呢 便不禁发问 将种种困苦情状 警告推光 维光抱绝艳烦 说道 好了好了 我会将此情况 实告公子的 说吧 便转身去向公子回话 原氏公子见维光 许久才出来 则怪道 你为何耽误如此长久 这里荒草丛生 荒凉萧条 小姐可还住此 维光辗转告知细节 说道 回话的大约是 侍从的叔母少将呢 接着便一告知 莫摘花的近况 原氏公子听了心中难忍 暗存 真可怜啊 唐我早来寻访 他便不会落得 如此悲惨近况吧 他甚怨自己无情 说道 这如何是好 我微服私房 本是不义 今晚若非路过 顺便打听 恐还不知其究竟如何呢 小姐如此坚真不移 难能可贵啊 然而就如此进去 又觉唐突 总得先作一首诗 叫人送去才像样子 原氏心中想到 倘若他同以前 相见时一样默然不答 那便如何是好 思律再三决定 不先送诗 还是直接进去 微光芒兰足道 此处满地荒草 露水甚多 杂物挡道 不便插足 还需人清除 方好进去 公子自言自语的淫道 不辞涉足彭浩路 来访坚不拔人 淫罢 不顾围光劝阻 跨下车来便向离走 荒的围光 只好走在前面 以马鞭挥去草上露水 来开到引路 但见树木露水下滴 有如震雨降落 随从只得撑起伞来 为公子遮挡 微光细说道 真像东哥所说 禁告贵人请家里 树下水点比雨密呢 原氏公子的衣裙 全被露水打湿 走进里面一看 但见中门塌损 不成形状 摔草连天 一片漆荒 此时 原氏公子亦是狼狈不堪 性无外人壮见 否则 又有绯闻可传了 再说为搞花痴心等候 原氏公子前来探访 如今果然如愿 心中欣喜不已 然而又觉自己衣着寒创 不便见人 日前大丈夫人虽送她衣服 因她厌恶遗亡 放着也不看 便让侍女们拿去收藏 在一只装带香的衣柜里 如今 本斋花心中虽恶 但也无法再执拗 只得拿来穿了 好在衣服还香气肆意 然后将那烟熏眉染 破旧不堪的围平移过来 自己坐在围平后面 单等公子前来 原氏公子走进室内 七康地对她说道 一别多年 我心始终未变 常对你朝思暮面 不料你却不理睬于我 心中不胜怨恨 只为试探你心 方才今日来访 听前山树依然 惹人思旧 哪能过门而不入呢 说吧 她探身向前略微拉开围平 向内张望 但见墨摘花 仍如从前那样 斯文而作 并不即刻回答 心中甚是不快 本摘花见公子如此放肆 又心念公子不但双路 亲来荒娜探访 觉得此情甚可感念 便正坐起来 回答了几句 原氏公子道 你在此荒僻之地 辛苦度日 坚真不拔之心 我甚是感动 我初中未变 故不问你心变异与否 便贸然前来相扰 你可有想法 我疏远诗人已久 未曾及时来访 此罪万望见谅 二人互为应答 不绝十九 阴底内一切简陋 实不堪留 原氏公子只得起身告辞 来到庭院 原氏公子建院中松树 比西年更加高大繁茂 不免痛感逝者如斯 楷探此身沉浮 恍若一梦 便口占诗句 对未摘花淫道 秘密藤花留人柱 轻轻松针带我来 银罢诱导 自遭厄运后 岁月匆匆 经年累月 不想经中变迁甚多 令人感慨 今后如得时机 当向你详述几年来 生活辗转之情状 你也将此间 辛酸岁月 拒已告我 我望作此求 未有不妥吧 莫摘花便达诗道 判代始终无音信 只为看花城道来 袁氏公子戏观 他吟诗的态度神情 咀嚼诗中意味 闻到随风飘来的衣香 深觉此人 比从前深沉老练的多了 梁月渐渐西沉 月光从那早已塌损的 西边门外的过廊里 携涉入没有屋檐的房里 把室内罩得灿若白昼 袁氏公子 见其中布置陈设 与西年丝毫未变 便想起古代故事中 那些曾用围屏上的 垂布唯一的品女 墨摘花孔也曾如这品女一样 过了多年痛苦生活吧 袁氏公子心讨 此女谦让有度 毕竟品质高尚 虽与她喜讯隔绝数年 时乃多年来忧患 频繁心绪烦乱所致 但我对她仍一往情深呢 思虑至此 猜她心中定然怨恨自己 便更怜悯她 后来 袁氏公子又去访了花散礼 方才打道回府 尽兴而归 很快就到了 贺茂季及摘院缩缩的时节 朝内上下 诸人借此机会 纷纷向袁氏 馈赠种种礼品 公子便将礼品分送心目中人 对未摘花更是体贴入微 特意叮嘱几个心腹 派人前去铲除亭中野草 同时 又筑起一道板墙 将宅底围起来 袁氏公子深恐 世人闲话 不便亲去探访 只差人送信前去 细致问候 信中说道 我正在二条院附近修筑宅底 以供将来你来此居住 现在正准备挑选几个俊秀女童 供你使欢呢 莫摘花莫料到 袁氏公子竟连寻找传闻之事 也关心备智 心中更是欣喜感恩 众侍女也都感动得 向二条院方向合掌礼拜 祈求公子平安 袁氏公子如此关心未摘花 大出众人意料 众人员以为 袁氏对于寻常女子只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 只有姿色 声明颇为出众之人方才去执意追求 长路公底中上下诸人中 曾有不少人认为 小姐永无出头之日 看她不起才各自散去 如今见她又得袁氏宠爱 便又争先恐后地回来了 未摘花本是个谦虚恭谨的好主人 知事女昔日离去时乃无奈 如今回来不好拒绝 只得收留下来 而此时袁氏公子权势 比先前更为炫赫 待人接物也与亲切了 莫摘花家 在公子的亲自操心下 那功底便有光彩重视 人生嘈杂了 昔日亭中曼草丛生 如今亦早已对处干净 树木修剪其整 池中水清如净 一派欣心之气 众随从也各失能力 进展手段 尽心尽力伺候莫摘花 疏忽间两年已过 魏高花已由长路就底 迁居到二条东院 袁氏公子虽极少与他专门聚谈 但彼此近在咫尺 故常呈出入之便 前去探望 而昔日 蔑氏于他的姨母大五夫人返京 闻之此事后 甚为惊恐 侍从却暗暗庆幸小姐 崇幼得宠 对自己当初不能耐心苦等 而悔恨不已 真是时来运转 祸福无常啊 第十六章 观屋 且说那一御界 自同湖地驾崩之后 次年即改任长路界 赴长路国就任 其夫人空缠 也随同前往 这位曾勇 肘目之师的夫人 虽身在长路 摇闻公子流放已乡 也不免私下为他哀晚 欲既相思之情 又苦无红艳传书 驻波山至京都 虽也有传信之人 但总觉不甚妥当 因此几年来 二人音讯断绝 袁氏公子低居之妻 原本无定 后来呼吁赦免回京 第二年秋 长路界任期已满 待眷属从逢场入关返京 正好那一日 袁氏公子赶石山寺还愿 即守自京中道 官上迎接父亲 便将此消息告知了他 长路手闻此消息 决定趁天色未明动身 以免途中相遇杂乱 然而女眷所乘车辆太多 行动缓慢 一路邂逅前行 不觉已日上三杆 一行人刚至打出一海边 便闻袁氏公子 已越过宿田山往这边而来 长路手不及避让 公子的前驱已成群而至 于是只得在关山下车 将车驱入沙漠林中 谢牛之缘 稍事休息 因公子重获西式尊荣 便让袁氏公子一行先过 前驱随从之人甚多 一欲借眷属所成之车 除前后不相接外 尚有十辆车子 车上五颜六色的女山金秀 露出车外 一望便知飞 相见女子 袁氏公子一见 觉得与斋公下衣室时出来看热闹的游览车相似 众随从前驱纷纷注目这十辆女车 时下正值晚秋 满林红叶色彩斑斓 精霜的秋草斑驳多彩 景致甚美 袁氏公于一行出德关口 他们身上的服装多姿多彩 与秋景互为硬衬 分外美观 袁氏公子坐于车中地内 差人唤出长路街一行人中 现已身任右卫门左的小军 嘱托他向其解空蝉传信 今日特迎至此 可否谅解我心 不禁又一起往事 感慨万端 但众目古灵之下 又不便详续 心中意识样样不快 空蝉呢 也难忘昔日隐士 追忆旧情 颇感伤悲 他暗暗引道 去日泪雨来如川 行人介任是清全 无奈袁氏公子不得而知 心中毒瘾也是突然 石山寺礼拜完毕后 袁氏公子一行正欲离四 此时 又为门左从京中前来迎后 请公子原谅那日 未随赴石山之罪 小军还提时 深蒙公子怜爱 县官居武卫 备受恩宠 公子突遭横祸 流放虚没时 他因巨蛋权势 随姐夫到了长路 故近几年来 公子对他略感不快 有些疏远 但却不行诸余色 仍将他视为心腹 长路界的儿子姬一首 现已调任何内守 其弟又近将坚受公子牵连 被萧去关职 流放虚没 现因公子重新得势 而走了红运 小军与姬一首等人 心中甚为杜献 痛悔当初趋炎附势 眼光短浅 此时原氏公子赵小军前来 叫他传信与空缠 小军却想到 是已隔数年 我以为公子早将姐姐忘却 不知他竟如此悸情 只见信上写道 前日相逢关口 阻止你我溯源非浅 可有同感佛 但地名逢姬圣堪喜 未得相逢自枉然 我多限度你家那个守官人啊 公子又对小军道 我与你姐姐多年不见 如今竟似初次相识 而我念念难忘旧情 以做今日欢位 只是提及风情之事 他又要生气了 说吧 将信交于小军 这又为门左得信 倍感荣幸 连忙拿去送于姐姐 又劝他道 公子乃情感之人 我原以为他早已将你忘却 书料仍是一往情深 你应该写回信于他 虽充当这等使者 无聊乏味 但敢于公子之情 也难以推脱 身为女人 情动而曲节作父 此罪可谅 空缠此时比往常更为害羞了 亦是心中颇难为情 但公子之信颇为难得 他不胜感动 遂提笔作父 一鸣逢鸡带若和 由此愁探生难逢 往日之事犹如梦中 空缠可爱或可恨 原是公子 皆不能将他忘记 以后便时时去信试探他 且说长路界 此时以年老体衰 疾病缠身 自知将不久于人世 却舍不下这年轻的妻子 于是 尊尊嘱咐几个儿子 饿死后 祸首祸架 皆由他定 你等必须处处照顾 同我在世时一样 日日夜夜 反复刀念 空缠念及丧父之后 孤苦伶仃 凄凉 凄凉无依 便愿自身命苦 素夜哀伤仇叹 这垂死之人 也颇绝伤感 他担心身后之事 常做痴响 不知儿子心地 究竟如何 我死之后 待他怎样 我得设法 将灵魂留于世间 以便照顾此人 他口上 竟念到出来 然而人生有限 留恋也是突然 大仙道时 谁也无法挽留 长路界 终于含怨而逝 长路界初死 儿子等上 能增守父命 对空缠毕恭毕敬 但也只是表面如此 不顺心之事甚多 空缠深知 人世冷暖 故并不怨天尤人 只探自己命苦 诸子中 怀和内守恋母于他 代之较为亲切 他对他说道 父所嘱托 我等谨记 若有用时 请随时差遣 定当效劳 无需见外 时却别有用心 空缠想道 我如今做的寡妇 乃前世冤孽 此子若是无礼 长此以往 定讨许多闲话 因此自愿命薄 偷偷别发为你 众侍女皆悲叹惋惜 但此事中是无可挽回 何内守闻讯 恨然说道 他嫌恶于我 故而出家为你 时日众多 看他如何耐得住寂寞 如此贤惠 恐太无趣味吧 第十七章 赛话 藤湖母后 甚为关心六条妃子的女儿 前斋公入宫之事 不失催促 盼望早日遇成此事 原是内大臣 也担心前斋公 没有关怀入微的保护人 曾经打算将他 接到二条院 唯恐朱雀院见怪 便只好打消此念 他表面上洋装不知 实际却像父母一样 在操持此事 前斋公将入宫 为冷泉地女育仪式 传到朱雀院而理 他甚感惋惜 阴身恐外人积平 故没有与他通信 围到入宫那日 财前使将诸多珍奇礼品 送至六条宫底 诸如华丽的衣物 世间罕见的书具箱 假发箱 香壶箱 及各种名箱 其间以薰衣箱 尤为珍惜 乃精言细膜 特别调制之真品 此类礼品早用新制备 宋时特意装横的分外美观 格外引人注目 恰好袁氏内大臣来此 施文长便将此事奉告 并请观看 袁氏内大臣一见 那精美绝伦的书具箱盖 便之为名贵物品 一个装饰的小盒盖上 装饰着用沉香木雕的花朵 那上面还提有一诗 戏年别军家梯时 临行曾许误再回 神灵莫非闻此语 故叫永无重逢期 袁氏内大臣独霸此诗 深有感触 觉得此事实在太对不起朱雀弟 回首自己 在清场上的固执性情 愈发觉得可悲可怜 心想 朱雀苑自斋公赴一世之日起 便一往情深 历经数年 才盼到斋他归京 以为可遂夙愿 其料又逢此便 其心之所悲 可想而知 何况他现已退位 闲居静处 对世事未免度限 若换为我 不知心绪又当如何 想到此处 不禁为处伤别人而深感歉疚 他对朱雀苑 虽诀可恨 然也可亲 因此 亦是心烦亦乱 茫然若是 后来他教室女长 传话于前斋公道 此诗如何作答呢 或许还有信吧 尚有何言 前斋公深感不便 而拒绝让他看 他此刻甚是懊恼 很不情愿给朱雀苑赴信 众侍女劝道 若不做父 不尽人情 且对不起朱雀也 原是内大臣闻此 只好道 不做父伟时不妥 略表心意 以了其心 也就罢了 前斋他不知如何是好 西年下意识的情状 又涌入脑海 当时西别容貌 清秀的朱雀苑 他伤心隐气 其实年纪上小 童心却无端地感到 依恋难舍 往事历历在目 感慨万千 不禁一起 亡母六条妃子 在世的种种情状 他只以一首短诗作答 西年临别临君语 今日思议更伤悲 并犒赏来使诸多物品 原是内大臣 极想悦此赴信 但又不便其口 他想 朱雀帝容貌俊美 宛若少女 前斋公也妩媚娇艳 与之不相上下 真乃天生家傲一双 冷泉帝年纪上小 我若如此乱点鸳鸯谱 他定会生怨呢 他想到细微之处 顿感傲丧不已 但是已至此无可挽回 只得叫人为前斋公 入宫之事筹备 勿使此事齐全周到 他吩咐苏来信任之人 修理大夫兼宰相 命他料理一切 切勿有误 自己便先进宫去 但又恐诸缺帝一心 便丝毫不露 操持入宫仪式的痕迹 为请安之意 六条宫邪内 原有诸多优越的侍女 六条妃子死后 有几人赞回娘家 现又聚集一处 邪内繁荣景象 胜似昔日 原是内大臣 设想倘若六条妃子在世 定会觉得 将此女抚养成人 毕竟没有白费心血 必然兴高采烈的料理 这一切 他一起六条妃子的性情 深觉此人 实乃世间少有 如此品质 常人绝不会有 就其风雅而论 此人也出类拔萃 故意有机缘 他必然想起他来 前斋公入宫之夜 藤湖母后 也敬他来了 冷泉地听说 有心女欲将至 睡一顿宵 打起精神于他中等后 就年龄看 冷泉院显得老成懂事 但藤湖母后 还是叮咛他道 有如此优秀的女欲 前来陪伴 你定要好好待她 冷泉地存道 与成人作伴 怕极难为情吧 时至深夜 新女欲才进入宫来 冷泉院一看 此人身材小巧 容貌文雅 举止端庄 实在可爱 她与红灰店女 欲早已半熟 认为其人可亲可爱 故毫无顾忌 如今此心女欲呢 神情庄重 令人心生敬意 加之元氏内大臣 对其分外照顾 因此冷泉地 深感此人目可怠慢 晚上有两女轮般事前 白昼玉自由不拘的玩耍 则大都往 红灰店女欲那里去 泉中纳妍原 希望女儿将来立为皇后 才将她遣人宫 现在却来了 前斋宫和女儿相争 她心里甚为不安 且说 朱雀帝见了前斋宫 对适合盖上知识的达师后 对她更是魂牵梦锁 恰好元氏内大臣前来参见 与之贤化种种旧事 顺便谈及当年斋宫下衣室时的情形 此旧事附提 但朱雀帝并不明示自己曾有得此女之念 元氏内大臣对此也洋装不知 只是想试探一下 他对前斋宫的恋情深浅到底如何 便讲了诸多有关前斋宫的事 见其神情 相似之心甚深 便对她颇为同情 想到 朱雀怨对她如此难以释怀 想必此人一定生的天资国色 只是未能亲见 她很想见其一面 然此乃一厢情愿 放心中胶着 再说此前 斋官生性甚为持重 若有轻浮之举 自然会让人窥见容颜 但随着年岁长大 性情越是端庄 也越小心谨慎 因此 元氏内大臣也仅能于隔联相会时 想象她是个温顺贤良的淑女而已 冷泉帝身边已有两个女玉陪师 故兵不清 王便不能顺利地将女儿送入宫中 他深信 皇上成年后 虽有此二女玉陪戴 也不会忘记自己女儿 便静静等候 那二女玉也尽其所能 以得宠幸 一切意识中 冷泉帝对绘画有感兴趣 想是因喜好之故 自己还可做一首好画 梅胡女玉也长于此道 因此冷泉帝对她尤为喜爱 长治愿中 一同涂抹丹青 皇上对殿上学画的青年人 自是另眼相待 何况如此美人 作画时 她神情雅致 布局主题 挥洒自如 偶尔协议暗机 致笔名思 姿态美妙可人 她甚感心醉 更是频频来此梅胡愿 愈发宠幸她了 权中那延生性争强好胜 闻此消息 心中大为不平 定要女儿与之相争 便召集众多优秀画家 选取各种美妙画材 特备最上等纸张命奇 各自作画 她认为故事画 极富趣味 最值赏品 便尽量选取此类动人题材 此外 她还将描写实令 节气景物的话 再加上新颖别致的题词 奏与皇上过目 这些画极富一曲 因此世上便前来 红灰殿看画 但权中那延又恐是上 拿画给梅胡女一看 故不肯轻易取画出来 而藏之甚好 原是内大臣文之 笑道 权中那延 还是孩子脾气片 又向冷泉地奏道 他只知藏画 而不肯爽快取出 承请预览 以致我是圣心烦乱 实在不该 微臣有家藏古画 当即取来承请预览 便回至二条院 将藏于除中心 旧画夫取出 与子姬 共则新颖可爱的 种种画卷 其中描写 长恨歌与王昭君的话 虽然富有异趣 只因意义不详 便决定不予选用 乘此机会 原是内大臣 还打开宝藏须墨 明识旅中 图画日记的箱子 让子姬 看此类磨难之作 这些话甚为感人 观者纵然不知 根底缘由 只要略解世事 乍一看 也会感动伤怀 何况夫妇二人 历尽心酸 心中伤痕依旧 对当年之事 更难忘怀 见到这些话 便思当日之痛 怎能不悲 此机埋怨 他不早些 将这些话给他看 淫道 化作祝乔乐 福子望繁忧 起亮空眼里 独报仇影过 你倒可借此 自卫孤寂啊 言下之意 甚为愿由 原是内大臣 听了此诗 无限同情 便答道 赶金叹息 堪悲弃 胜却遭难当年事 忽然想 何不将这些话 也给藤虎母后看看 便从中择出一帖 不致让见者伤心的画 准备送去 当选之画有虚没 明识各普风物的图画时 心中便浮现出 明识基家中种种情景来 一时竟割舍不下 权中那言文之源 是内大臣 正在整理画幅 已成预览 便更加用 已准备 连画轴 该纸 带子都刻意修饰 使其装潢更为美观 时之三月 春光明媚 人心悠闲 正是风光博人的季节 此时宫中 无甚重大节会 众人皆很寂寞 便以静香搜集 欣赏书画浅发时日 原氏内大臣想到 如此竞赛 何不再将生事造大一点 这样陛下也可多欣赏些 故特别国新搜集 上乘之作 尽数送往梅虎女宫中 于是两女玉都有了 意趣各异的众多画符 梅虎女玉选的全是 古代故事画的杰作 这些画内容丰富 构图别致 引人注目 红灰殿女玉所选会的 题材情趣盎然 多以当时珍奇情景为主 若论外表的新颖与华丽 红灰殿更胜一筹 此时 皇上身边诸宫女 凡稍稍具有修养者 每日品评议论 直短道长 借以绘画鉴赏为事 藤虎母后也至宫中 她也酷爱绘画 诵经念佛可懈怠 为此事难以舍弃 剑中宫女各书己见 便将其分为左右两方 左方为梅虎女玉 有平典师 侍从内代 少将命妇等人 右方为红灰殿女玉 有大公典师 终将命妇 兵卫命妇等人 这些人都是当今 颇有名气的女鉴赏家 她们互相品钱论后 各持己见 藤虎母后对此番 见解也颇感兴趣 她便建议 先将左方梅虎女玉的 物语鼻祖 筑取物语中的老翁 和右方红灰殿女玉的 空碎物语中的 郡前这两幅画 并放一处 交两方共同来 变其幽恋 左方的人道 在人们心中 这古代故事 与贺应基本人 同样不小 故事情节 虽并不十分动人 但其主角贺应基出 污泥而木染 冰清玉洁 心怀清纯之至 忠诚正果生八月宫 足见速律之身 这原是神明治世时的故事 我等俗臣女子 是望尘莫及的 右方的人反驳 贺应基本月 此乃天上士 下界无法深知真情 至于结局如何 谁也不得而知 就其在人间的缘分而论 投胎竹筒 可知身份低微 她的光辉 虽是竹取老翁一家 得以险要 然未能入宫为妃 以照耀九重功阔 那安部多为欲取取 竟不惜千金 买下火薯球 但忽然又被烧掉 此故事何谓之有 那车持皇子明知 彭莱山可望而不可及 却假造一根 欲知骗他 结果自己受辱 也可谓无聊之至 这 竹取物语 画卷是名画家 巨士香兰所会 由名诗人 寄冠之题字 画纸用的是纸无纸 项边用的是中国博经 紫红的既旨 紫坛为画轴 庄横道也十分寻常 右方的人 又夸耀起自己的 空碎物语画卷来 俊阴远由中国 土语风暴 漂泊到波斯国 虽人地生疏 但他毫不气馁 定要成就当初之志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终于学得 绝世无双的弹琴妙技 明文通这 又传话后世 真可谓妙才矣 此画笔法也兼备中国 日本两国风格 一曲丰富 天下无双 这画底为白色 裸指澄清 黄语为画轴 作者为当代名人 飞鸟不长 自由大书法家 小野道风提写 整体观之 新颖多趣 光彩醒目 左方无言反驳 于是右方得胜 其次比的是 左方的衣食物语 和右方的正三味物语 两幅画卷 二者优劣 双方各执其词 难于定夺 但一般认为 正三味物语 以画卷 华丽多趣见长 他将宫中情景 乃至尽是各种风情习俗 会得活灵活现 美妙动人 左方的评点诗辩护道 朱小一诗千寻海 怎可乱到为浅滩 怎能以如此庸俗低下之作 来诋毁叶平的盛名 右方的大获点诗 随即反驳道 邻驾萧汉府头地 深海一绝难为周 藤湖母后偏袒左方 说道 固然不可忽视 兵卫大军的高昂气度 但是五中将的盛名 亦不可侮辱 遂言诗道 一朝方剑即遗旧 岂可轻辱千古名 众侍女抗生争辩 谁也不服准 终不能决定两卷化之忧烈 那些青年宫女学识较浅 只得多方打探比赛结果 然而此事甚是秘密 皇上和母后的宫女 也不得进身 外间更不知结局如何 此刻恰封原室内大臣进攻 见他们争论如此热烈 也对赛事颇生欣慰 便道 既然争论不下 就让陛下来定夺吧 他预料此后 将有更大规模的赛事 因此开出不愿拿出上乘之作 见此情景 便心生一计 将须墨明十二卷一并取来 加入其间 此时 权忠纳言也忙于制作精美画幅 唯恐落于原室内大臣之下 原室内大臣声明道 此次比赛 当已就藏违线 新作之画 无甚意味 原来权忠纳言特地设有一密室 让人在内作画 外人不得入内 朱雀苑闻此消息 便将所藏家作送予梅虎女狱 朱雀苑所送的画中 有前代名家对他终一年内种种仪式的描绘 装饰极为精美且画一去雅 尚有颜喜地玉笔青体 又有描写朱雀苑治理种种事物之画 其中还有斋公当年下衣室时 在大吉殿举行嘉临仪式的画卷 此乃朱雀苑最为关心之事 故将当时情状细节具告明画家巨士以貌 命其用心描绘 此画甚为出色 收藏在一只华丽的透雕 陈香木香中 香盖用陈香木雕的花朵装饰 新颖别致 朱雀苑便命使者口传书信 此使者是在晋中兼职的左晋卫中将 那画卷对前斋公大吉殿前 临上教出发时的庄严情景做了描写 并提示一手 身在晋外无缘缝 铭记昔日嘉提示 此外便无片言之语 梅虎女玉收到这些话 觉得不做回复实在无礼 她沉思良久 便将当年所用的柿子折为两段 在其中异端尚负一诗道 尽忠全非兮实景 但恋当初凤神使 之后用宝蓝色 中国纸包了此诗端 交与使者赋成朱雀苑 且犒赏使者诸多优美礼品 朱雀苑越霸林瑞提示 感慨千万 恨不得光阴道转 回复到在位之年 于是心中不免怨恨 起原室内大臣来 怪他当初未能遇成 他和斋公这事 这恐怕便是 昔年放逐原室的报应吧 朱雀苑所藏画卷 经前太后之首 而转至红辉殿女 御公中者甚多 还有上代俄月夜 是酷爱书画的雅人 也藏得许多精品 赛画的日期已则定下来 时间虽是仓促 赛场却布置得精致而风雅 双方的话都已送到 五座临时设在清凉殿旁宫女们的直视房中 玉座支北为左方 支南为右方 其余允许上殿之人 都在后凉殿的廊上首座 各自维护一方 左方的话放在一只紫檀箱中 紫檀箱搁在一个苏羊木的雕花台座上 紫檀箱上盖着紫色的中国枝节 下面铺的是红褐色中国圆丑 六个女童当差 她们身着红上衣和白汉衫 里面衬衫也为红色 有的则为紫色 相貌与神情都傲然不群 右方的话放在一只沉香木箱中 此箱搁在一只嫩沉香木的桌台上 下面铺着蓝底的高粒织紧台布 扎台布的丝底及桌台脚上的雕刻 都甚为新颖别致 童女身着蓝色上衣与柳色汉衫 里面位向堂色衫子 双方童女各自将相抬至皇上面前 皇上纳面的宫女 属左方的在前 属右方的择在后 服装颜色两方各异 皇上宣召原氏内大臣和权忠纳言上殿 是日 原氏的皇帝帅皇子也前来觐见 帅皇子生性喜好风雅 对绘画一事有感兴趣 或许原氏曾预先暗中劝他来 所以并无正式宣照 恰好此时入境 皇上便宜他上殿 命他为评判之人 左右两方带来的画 无补精妙绝伦 优劣一时难定 朱雀帝送给眉湖女裕的四季风景画 皆为古代名画家精选优美题材 笔调流畅 毫无质色质感 妙不可言 只因此乃单张纸画篇幅有限 不能尽显山水绵延浩瀚之趣 而右方星座之画 只是勉强进笔 过于粉饰 因而意趣甚浅 但因画面华丽热闹 乍一见也不免叹美 似乎不让古画 如此多方争论不休 今日的赛况更是多姿多彩 性畏无穷 藤虎母后 也将御膳堂的纸隔膳打开 观赏于道 此母后 鲸鱼画道 今日参与赏剑 令袁氏内大臣不胜欣慰 帅皇子每逢难于判断 孰优孰劣之时 便向他请教 受益匪浅 平叛上位之中 天已入夜 赛城轮到末次时 左方捧出虚摩画卷 这是权忠纳言 看了心中发出 右方也煞费苦心 以最优秀者为鸭卷之作 奇料袁氏公子原本画迹非凡 况且此须摩卷 为他折居时所作 画时聚精会神 从容此戏 真可谓绝世佳作 众人见此画卷 便如赌元氏公子 当日邓妻独处 伤心落魄之状 帅皇子以下之人 无不应感动而流泪 这些画卷 福瓦小说下载 占WWW FVLCN 将各补各托知识 进行汇出 借为众人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 各处均以变体的草书汉字 和假名题词 并非用汉文写成的 正式的详细日记 而是继续中家 有极富风趣的诗歌 令人百看不厌 不忍试卷 众人全为此画吸引 竟无暇律及身外之事 刚才所见之画 接训于虚魔画卷 索然无畏 而此画卷意味之身 拖耐咀嚼 果然这画压倒一切 左方获胜 天将破晓 四下沉寂 气象清幽 赛事记毙 便开言共隐 原氏内大臣 拔斩纵坛往事 对帅皇子道 我自幼痴迷学问 父皇料我将来略有成就 因曾殉戒 世人过分看重 才能与学问 或许因此之故 学问渊博之人 能兼具寿命与福分者 伪时不多 你生于名门望族 纵然全无才学 亦不列于他人 所以无需深入此道 因此 父皇只教我如何玩弄记忆 再不教我修习学问 我于记忆 虽不执着 但并无特长 推绘画一道 虽乃小记 我却常想全心钻研 勿求能化的称心如意 其料后来竟成了渔乔之人 目睹了海边各处的真实景况 毫无遗漏地赏完了种种风物 然而比例不足 不能尽情表达其间深奥的风趣 因此若无机缘 便休以世人 今日冒昧请教 深恐世人将计我如此好举 帅皇子答道 无论何种记忆 若不潜心研习 终无成就之望 但各种记忆 均有诗将法则 若能从诗随法研习 身前暂且不论 总可仿效诗将 有所增进 唯有书画与为奇之道 极为奇特 全赖天赋 常见平庸之辈 并不深入研磨 推评天才 便可尝于书画 精通其道 富贵子弟 亦有出类拔萃者 能通晓百般记忆 父皇膝下 我等皇子 皇女 均研习各种记忆 唯我兄长 最为父皇器重 亦最善 承受教义 因而文才之渊博 字不带说 至于其他主义 弹琴为罪 其次横笛 琵琶 争无所不惊 富士曾如此裁定 世人也都赞同此道 论及绘画 皆认为 非我兄之特长 仅为起兴时 武弄笔墨罢了 谁知竟如此高明 纵是古代名家 也会寒言三分 何况平庸闻人 令人难以置信 真觉得毫无道理 画质此处 已与天伦次 大约是 久后一激动之故吧 故提及 童狐愿往事 他便黯然垂泪 尾顿不堪了 此时是二十日过后 月亮出生 月光未入室内 环境清幽宜人 元氏内大臣 一时雅兴大起 便命人将 殊司所管的乐器取出 权忠纳言操和琴 元氏内大臣 自然擅长此道 但权忠纳言 也是此中高手 于是帅皇子弄争 元氏内大臣 操七弦琴 少将命父弹琵琶 又在殿中选定一位 才能卓越之人按拍子 高手连魅合奏 尾时美妙风趣 天幕见开 亭前花色与尊前人影 都逐渐清晰可变 鸟声婉转 朝气薄发 此时便由藤虎母后 颁此服务 帅皇子屈尊寿类 另次一席御医 此后数日 宫中一时以品 凭须摩画卷为乐 元氏内大臣说道 此须摩画卷 请留存于母后处 藤虎母后 也极想细致赏乐 便欣然接受 回答道 让我慢慢地欣赏 此次赛画令冷泉院 十分称心 元氏内大臣 心中甚是高兴 泉中纳言 见元氏内大臣 在区区赛画小事上 竟如此偏袒 眉虎女狱 深恐女儿 红灰殿女狱失宠 但念皇上 一向亲近红灰殿 对他仍然顾念周至 便觉得 不管元氏如何偏袒 也无甚可怕 元氏内大臣 欲增设诸多朝廷 重要节会议事新术 以便后人引为传术 沿冷泉地时代 便有其先例 即便赛画那种 非正规的娱乐小事 他也苦心设计 物求完美 这真可谓鼎胜之事了二 然而元氏内大臣 仍痛感人氏难测 闲暇之时常思虑 等到冷泉院 年事稍长 便撒手顿入空门 他想 试看先前古人 大凡年华鼎盛 官高未尊 出人投递者 大都难以长庭富贵 我在当代 尊荣已至巅峰 全赖其间灾祸 沦落依托 故得福寿至今 今后躺在吃炼富贵 恐寿命难涌 道不如寻太空门 前修佛法 既可为后世增福 又可消灾严寿 便在郊外郡 俄山乡 选定地狱 建造佛堂 同时 命人雕塑佛像 置版经卷 但他又想按己 意愿服于西物 及明时机所生女孩 亲见其成长 故此出家之事 便搁置起来 究竟作何定夺 那就难以预料了 第十八章 松丰 却说原氏内大臣 二条院东院修建之事 即必 遂将花散礼 迁居至西殿和廊坊礼 其他家务办事处 及家臣住所 皆有相应安置 东殿刘代明时机居住 北殿一场宽敞 因此隔成许多房间 布置舒适设备 甚是周全惊讶 凡以前一时结缘 而许以终身之女子 原氏内大臣 均将其集中于此 正殿闲着 自己偶尔来此休息 故也置有必要用具 他不时传信于明时机 劝其早日入京 然明时机自知身份卑微 未敢贸然应允 他想 传闻经中身份高贵的女子 公子对她们上若好若离 似爱非爱 反而增添痛苦 我身上究竟有何疏忧 敢入京争宠呢 我躺入京 只能谢我威贱 徒增那孩子耻辱罢了 料想他来世间 必定不易 若再惊望眼欲穿砖后麒麟 必耻笑于人 自讨没趣 他颇敢烦恼 但又转念 躺娇这孩子就此生长相间 不得享受应得荣贵 也太委屈他了 因此他又不敢埋怨公子 而决然拒绝 其父母意为这顾虑不道理 却唯有相望悲叹 无忌所出 明时道人忽然想起 他夫人已故祖父中午亲王 尚在京郊郡俄地方大雁河附近 已有一所官邸 这亲王后裔凌落 功由无人继承 故久已荒芜 这领地如今由一前代管家照管 明时道人便找来此人 同其商谈 我已绝缘尘事 决意从此隐居乡也 谁料今已暮年 又逢意外 想于京中再寻一所住宅 然若即刻迁居闹市 又觉有些不妥 因凡惯为乡村者 助闹市定极不相试 故想起你所管之公敌 若修礼后 尚可助人 请立即动工 一切费用由我奉送 不知意下如何 那人答道 这宅子因多年无人照管 也已荒芜残败 我也只将那几间旁屋 稍加修班 凑合住下 今春元氏内大臣老爷 在那地方建造佛堂 附近有许多民夫来往如知 甚为嘈杂 这佛堂格外讲究 营造民夫极多 若遇在那地方 找一清静之所 我以为极为适合 名识到人道 这道无妨 实言相告 我们与内大臣有缘 正欲托其前臂呢 至于屋内装饰 我们自有主张 当务之急 乃速把房屋大体修缮 那人答道 这非我之产业 亲王家又无人继承 我业以波熟相间闲境 因此常年隐居那里 陵内田地 早已荒芜殆尽 我曾向已故民部 大夫请求 并送其丰厚礼物 蒙他赏赐 我财生有所益 他怕失去田产 因此那张松皮式的 脸变了形 鼻子通红 嘴巴高涅 毛发蓬乱 名识道人之奇异 盲答道 你不必担忧 那田地之事 我们盖不管 仍然由你管领便是 那些地气房产商 村于我处 唯因我早已不问世事 放那方土地房产 多年来未曾清理 此事刘带将来再做计较 这管家透其话语 知其与原室内大臣有缘 颇敢此事棘手 只得作罢 此后便于明石道人处 领取封后修缮费用 赶紧修缮纳工啊 原室内大臣并不知晓 明石道人有如此打算 唯不解明石机 为何不肯入京 深恐让小女公子孤灵于乡下 而遭后世机翼 呈其一生乌痕 大雁临宅修达峻工后 明石道人才将此事详情报之 原室内大臣 此刻他才顿悟 明石机一直不肯迁居东院 原室此故 他觉得此事思虑的甚为周全 饶有趣味 心动中甚是欣慰 再说那围光朝臣 凡原室内大臣 一切密室之策划料理 素来少不得他 当然 这回也就派他去大雁河 其细心半离底内 一切应有设施 围光归后报道 那地方是至极佳 圣寺明石浦海边 原室内大臣想 如此风水宝地 此人住了道庭相配 原室公子所建佛堂 位于郡俄大厥寺南 面临一流瀑布 雅之躯借在其中 比之大厥寺并不逊色 大雁处明石底宅 灵河流 居松坚 松坚美景不可言喻 其正殿简朴 别具山巷已去 内部装饰布置 均出自原室内大臣之首 原室内大臣密派新妇己人 暗赴明石浦迎接明石机 此次明王姬 已无法拒绝 只得决议赴京 但要辞别这自小生长的谱宾 幼觉恋恋不舍 念及其父 自此将独居谱上 定然凄凉孤寂 更决于心不忍 反乱悲伤不已 他自恨此身 何以如此多愁 却艳羡那些 与原室无缘之人 其父呢 近数年来 朝夕起叛原室内大臣 迎接女儿入京 今已遂夙愿 自然欢欣无比 然念及夫人 将随女儿入京 此别与老夫妇俩几成永绝 故心中不胜悲怜 痛苦不堪 明石道人 昼夜怅然若失 嘴里反复唠叨 如此 我将不能再见小宝贝了吗 此外再无他言 夫人也很悲伤 他想 我俩顿入空门 多年来不曾同斩 今后教他独守空谱 又谁来照料他呢 即便是邂逅相逢 暂须路情之人 与彼此以熟视后目的声离别 也免不了要伤心 况我俩乃结发夫妻 他虽天性清高自傲 难于亲近 然这也另当他论 既为夫妇 选定此谱为终老之所 总想干修短不可知的 有生之年 共享天伦之乐 如今 忽然别离 几位勇爵 怎不教人惆怅寸断 众年轻传女 早已厌恶寂寞相间 今即将迁居赴京 皆不胜欢喜 但念今后 无限再见这海边盛景 又觉难以割舍 看看那奔腾往返的波浪 不觉泪以湿透金袖 秋风秋雨仇煞人 哀怨楚楚气人心 动身之破晓 秋虫烦乱 风声七七 明时机跳往海边 但见明时道人已起身 比半夜诵经时刻还早 他正暗息着诵经拜佛 此乃喜事 不会有不及言行 却谁也难尽泪下 小女公子相貌格外令人动心 外公是其为掌上明珠 常爱不释手 生怕委屈了他 当然 小外孙女也异常亲近他 一刻不见 便要吵闹 他念及自己为出家之人 应觉红尘繁念 便要疏远这小女公子 然而片刻不见 又觉胸中空落 极为难受 便吟诗道 姓如一生荣贵符 小凤其路老泪横 哎呀 此话不想了解已秀 开尽老泪 其尼姑夫人唱贺道 当年连妹辞地精 今朝挥手马不行 吟霸净黯然下泪 这也难怪 他回首纪念夫妻恩身 觉得今朝紧为此无底溯源 而忽然抛弃 复归层气之经 实非明智之举 明时机也吟诗道 此去渺无忌 无常事难知 以一女儿之意 父亲最好陪送我们入京 他言辞恳切 但明时道人道 因诸种原因难以脱身 然而念及女眷 一路有诸多不便 又异常担忧 他道 当年我为你而辞别京都 隐居乡业 实指望再次任国首 以便朝夕悉心教养你 谁料就任后 便遭遇请多患难 以致穷困潦倒 如今返还京都 只是一个衰败的老国首 实无力改变 加到衰落的苦难生涯 于公于私 皆落得一个愚笨的恶名 而以此导致祖先名声 实弱弯心 我辞经之时 皆以为我必入空门 我也觉得世间名利淡薄 弃之不足惜 但见你年事稍长 更显聪慧伶俐 又觉得我无理将此明珠 埋于沙中 哎 可怜天下父母心 为子女而悲痛 竟永无情朗之时 于是拜祷求佛 但愿自身命穷 切勿累积子女 任其沦落乡野 常抱此愿 以图将来 果然是出意外 与袁氏公子喜结良缘 真乃可庆之事 但因身份是寒 念及你回后前程 又不免顾虑万千 终日仇叹 后来 有了这掌上明珠 芳心命定溯源不浅 教他于此海边度日 实甚委屈 料想这孩子 必将秀于世人 我日后不能见其成长 虽感可悲 但我身既已 决心绝缘尘世 便无他顾了 我这小外孙女 身上有荣贵福相 她偶生相也 暂时扰乱我这村夫心目 此乃前缘所定吧 我好比天上神仙 偶尔堕入三途恶道 暂时承受一番痛苦 今日便成永别 日后听闻我知死号 也不必为我追见 姑语道 大县不可逃 切勿伤心广其语气 甚为坚决 傅又说道 我尚在人世一日 便存一丝沉心 于昼夜六时的祈祷中 定要为我这掌上明珠祝福呢 严吉小外孙女 眼泪又欲流出 去经若走陆路 则车辆繁多 格外惹眼 若分为水路两路 则又太麻烦 源于京中来时也常必然耳目 于是决定全体乘船 暗中前去 陈时出发 一行船在古人 所永畅的谱上昭物中 渐渐隐去 明时到人目送行周渐远 心中甚觉悲痛 怅然若失 难以自解 船里的尼姑夫人 离开了灌居之乡 而重返早已陌生的京都 也感慨万千 不禁下泪 满流颜面 对女儿淫道 玉灯比暗心若失 周至中留父折回 明时机达诗云 普兵更渡几春秋 呼向浮措入京都 这日恰逢顺风 走完水路 舍舟登陆 乘车抵达京都 不曾延误时日 未必外人非议 一路极为小心谨慎 大雁的抵宅也颇具一曲 比起居恨之朴土 极为相似 并未有生疏不适 唯回首就是 感慨颇多 新筑廊房是样 新颖别致 亭中池塘也雅致可爱 内部设备虽不周全 却无大碍 元氏内大臣 吩咐几个心腹家臣 赴邪内举办迎接鹤岩 为其洗尘接风 只因诸多不便 他本人和日前访 尚需仔细思虑 转眼已过数日 明时机 未见元氏内大臣一眼 心中甚感悲伤 他不禁思念故乡 终日更敢孤寂无聊 便取出当年公子所赠之秦 独自弹奏 诗之暮秋 景物凄凉 独居一室 呼吁弹奏 弹奏片刻 松风洒然而至 硬和秦生 更出无限忧伤 那尼古母夫人 正以窗悲叹 温惜秦生 急性引导 独寻幽山静 松涛游旧音 明时机贺诗云 欲脱秦阴怀故交 他向之阴和处寻 明时机如此度送日月 恍惚又过数日 原是内大臣 欲见明时机之心 不堪在忍 便不在旁顾 决意访问大宴 他尚未详告子机此事 深恐他会从别处探得 反倒不好 便如实告诉了他 又对他道 归院有些事 已搁置久远 竟勿须亲往处理 另有约定采访者 正于附近盼望 不去尾时过意不去 再则俊俄佛堂里的佛像 尚未装饰完毕 也得去照料一下 略要耽误三两天吧 子机曾旁知 他突然营造家院 便估计是为明时机所造 如今果然不假 心中甚觉酸楚 答道 你去那边两三日 怕伏饼也要烂光吧 叫人等煞呢 脸上露出不悦之色 原是内大臣道 你有多心了 众阶为我不同往昔 唯有你一番甜言蜜语后 以日静中天 此次微行前往 随行者也指几个心腹 日暮时芬芳抵达大雁 昔日沦落明时朴时 随着简装便服 其风姿也让明时机赞不绝口 何况此时官袍加深 且精心装扮 其神情之责燕 竟是世间仅有 他见了心惊目眩 愁云顿霄 禁不住心花怒放 喜行余色 原是公子道德哪内 绝一切皆令人喜爱 尤其见了小女公子 格外感动 身毁妇女隔绝太久 好生可惜 他想 窥姬所生惜物 世人圣誉为美男子 唯因太政大臣 乃其外祖父 碍于全世颜面 不得不颂扬罢了 这小女公子年仅三岁 便以美若天使 将来可想而知 但见她向人微笑时 那天真无邪的娇痴模样 实在娇人爱怜 那如母欲居香野时 形容枯稿 如今已养得甚为锋利 他东拉西扯 将小女公子 详情素于原氏公子 公子想象其村居生涯 终日与岩造为伍 满面沉灰烟火色 甚觉可怜 便以善言安慰 又对明氏激道 这地方也甚偏僻 我来去不甚方便 不如千居东院吧 明时机达到 初来乍到 尚且生疏 呆过的剑石 再做理会 此言却有道理 这晚两人缠绵匪测 直至天明 游内有些地方尚需修缮 原氏公子召集 原有集新增人员 吩咐他们分别办理 凡附近领地差役 文之公子驾临贵院 皆聚集院内功后 此刻又涌入林内拜见 公子令其整理庭院中 遭损树木 他道 这院中好些装饰石头 已滚得不见踪影 若修整的雅观 这也是个泼腹易去的庭院 但若修得过分讲究 也是突然 因这不是久居之所 修得太好 离去时恋恋难舍 反增诸多痛苦 他追溯低居明时补实旧事 时笑时哭 自意畅谈 神情轩昂洒脱 那尼姑窥见公子风采 请客望老解忧 不胜欢眼 袁氏公子 令人重疏东边廊房下的泉水 自己也脱下官袍 仅剩内衣 躬身指示 其姿态格外优雅 那尼姑看了赞叹不绝 袁氏公子 呼见朋友佛前 供净水器具 遂想起那尼姑 道 师姑老太太 也住此处吗 我犯不敬之罪了 便命取官抱来穿上 走至尼姑居处为平旁 道 小女能长得如此完美无缺 权杖太君修善积德 太君为了我等 竟舍弃心爱的静修之处 而重返臣氏 实乃恩重如山 而老大人独居谱上 此间定多牵挂 种种造福 不敬感恩 言辞极为清真意切 尼姑答道 能蒙公子体谅 我重返陈氏之苦心 老身苟延至今 也不算网渡岁月 言必流下泪来 略顿片刻 诱导 这颗小花 生长于荒极之壤 伪实可怜 如今一枝封壤 定当繁荣茂盛 娇贵艳丽 诚可庆喜 推恨脱根太浅 不知有否障碍 甚为担忧啊 言辞极显风趣 公子便与她叙旧 追溯尼姑祖父 忠悟亲王居此 抵宅时的情状 此刻权已流通 水生从从 如气宿旧情 尼姑便吟诗道 雇主众志不相识 权艳幽语昔日情 袁氏公子听过 绝此诗甚为质朴 且语气谦逊 诗情极为雅致 便答吟道 全生游念西年事 雇主今非昨日阴 往事时乃令人恋母啊 他一面沉死往昔 一面徐序站起 姿态极为高雅 尼姑觉得他却是 绝世无双的美男子 原是公子来郡阿佛堂 他规定 此处佛室 每月十四日普贤奖 十五日阿弥阳奖 月底世家奖 此乃必须 无须多言 此外他又增设诸种佛室 至于佛堂装饰诸室 均有止事 至月上当空 方回大宴邪 此时他一起 昔年明时谱月夜情景 明时机知他心思 便随即取出那张公子 当年所赠之秦 至于其前 此刻原氏公子 正莫名其创 不堪忍受 便弹奏一曲 以轻机遇 弦调上同昔日 毫无改变 故弹奏之时 昔日情景悦然眼前 遂淫失道 秦未赴西时盟 方信未绝旧日情 明时机达道 闲音历历永不改 辽味深情脱相思 仙韵异曲书愁长 松涛隐隐寒气音 二人吟诗唱贺尤为 和谐相衬 明时机为此 分外欣慰 明时机滋容 碧花修月 较原氏公子恋恋难舍 小女公子交姿 更使他百看不厌 他想 如何安置这小宝贝呢 若暗中抚育 却能避人耳目 但如此委屈他 我怎舍得 不如携至二条院 做子姬女儿 以便悉心教养他 将来送其入宫 尚可免遭世人饥瓶 却又深孔明 时机不允 不得已将此念 隐于心中 唯有对小女垂泪 小女公子 初次见父上显修难 后见熟世 也与他言笑 薄丸 亲近于他 原氏公子便欲绝起 女聪慧伶俐 娇美可爱 他抱了他 妇女二人容貌相应 更加漂亮光级 可见他们素线不浅 一日预定返京 因为西别 清晨起身掠齿 他预计静止返京 但京中达官显贵来者 慎重 此刻皆汇聚贵院 另有众多殿上人 直至底内迎他 原氏公子对此颇为懊恼 道 真无可奈何 如此难找之所 他们平和而来 户外面人声喧嚣 他只得出去 临别无限伤心 脸上毫无神采 走至明时级房门 不觉缓不停下 碰巧如母抱着 小女公子出来 原氏公子见后 不忍舍他而去 便伸手扶起绣发 道 我爱他过分 一刻不见 便觉心中空空 一无所措 这如何是好呢 此地真乃君家 和太远 辽如母答道 昔日久居乡野 想念得好生痛苦 如今到的京中 躺在不照护 便更不如稀 小女公子伸出小手 扑向其父 咬他抱 原氏公子便坐下来 拖了他 道 怪哉 我一生忧患 竟无尽事 这孩子片刻不见 便觉痛苦 夫人哪 何故不同来送别 即便再见一面 亦可得暂时安慰啊 如母笑着 进去告知了明时机 明时机此时正愁长百节 躺卧于床 难以起身 原氏公子觉得 未免太娇贵了 众侍女 皆催他即刻出去 不应叫公子酒后 他才强坐起身 悉行而前 将半身引于为平后 姿态异常 优美高雅 如此娇艳模样 即便成女 也无过善之处 原氏公子 撩起微凭垂步 向他倾诉离情 终于告别 原氏公子走出几步 回头一望 但见向来羞涩不前的人 此次竟以门挥手相送 明时机举目一望 绝其真乃以表堂堂的美男子 其身体本来瘦长 如今略胖了些 便更加匀衬了 服饰也很得体 十足内大臣风度 群聚上镜也泛一出风流高雅之气来 昔年削直去关的右锦江间 早已赴执任藏人之位 且兼卫门卫之职 今年富有尽绝 如今威武堂皇 神气十足 迥异昔年 此刻他手握内大臣佩刀 视力于内大臣身旁 右锦江间瞧见一熟是传女 便一语双关道 昔年涌上的后思 我终身铭记 但此次多有失礼 清晨醒来 便觉此地板四名食谱 却无法写信于你 已自未安 那传女答道 此穷僻山乡 荒凉不亚于 昭悟漫天的名食谱 况亲有凋零 连苍松也非故人 承蒙你不忘就请前来问候 甚感欣慰 右锦江坚觉得 此侍女误会太甚 原来她曾暗恋名时机 故如此言语 此侍女却深恶她有意于己 右锦江坚甚绝无趣 便淡然告别道 改日再来拜访吧 遂随公子告辞 原氏内大臣衣冠楚楚 前驱者高声喝道 头中将与兵卫都陪坐于车后 原氏内大臣对其道 我这简陋不堪 之所竟被你们找到 真遗憾 样子颇不愉快 头中将答道 昨夜花好月圆 我们未曾奉陪 深感抱歉 因此金陈茂雾前来后驾 已补过师 山中红叶尚未红艳 可也兼秋花正茂呢 昨日同来某朝臣 途中放鹰猎取鸟兽 不料落于后面 如今不知如何 原氏内大臣决定 今日于贵院游玩 便命车架转赴该地 贵院管家慌忙 置备沿袭 奔走忙碌 满院嘈杂起来 原氏内大臣召见 红鹅船上的渔夫 他听起口音 便译起虚摩谱上渔夫的图语 昨晚于郡娥野间 放鹰狩猎的某朝臣 将一串 以货继所穿的小鸟 作为礼物送上 以证明他曾经狩猎 功仇交错 酒性大憨 不绝过量 河边散步 声孔失足 然而酒醉性浓 无暇顾及 遂于穿过盘桓一日 诸人皆负绝聚 晚间月光皎洁 倾斜而下 此间正值音乐盛会 但文贤反管级 甚为热闹 弦乐推用琵琶与和琴 敌类则命增长 此道者吹奏 敌中所吹曲调 慎和秋天时令 水面风来 与曲调相和 更负雅趣 此时月亮高升 月音响彻云霄 仿若仙月阵阵 夜色渐深 京中复来四五个殿上之人 这些人皆事后于御前 宫中举行管弦乐会时 皇上曾言六日斋戒 今已戒满 原是内大臣必来参与奏乐 为何久不见人 有人起奏 大臣正赏游 接额贵院 崖上便前使前往问候 同往钦差为葬人 并带来冷泉地之信 其中有诗道 愿尽严宫贵 料得清光香 我很是羡慕 原是内大臣对未能参与宫中 奏乐仪式深感歉意 让使者传述冷泉地 但他觉此件奏乐 盖环境不同 颇有七清之感 意去反胜于关中 遂幻展天旧 负增罪意 此间未曾备有犒赏品 便遣人去大宴底内取 嘱咐明时机不必格外丰厚 明时机即将手头献成两担衣物 交与使者送上 钦差葬人并急于反攻 原是大臣便赠钦差女装一席 并答师道 徒有家名韩公贵 苦务昭雨漫山香 意在期盼日光照临 即盼望冷泉地行兴此地 钦差去后 原是内大臣于袭上贤引谷歌 我乡笑礼 贵是裴观生 为此盼明月 慧然来照临 因此想起淡露岛 便谈及公衡猜疑 莫非竟相依那曲谷歌 席上闻此伤怀 不胜感慨 竟有人戴罪而泣 原是公子银诗道 苦去乐来日 月华坚守霸 昔年渺茫路 遥盼此清光 头中将接着银道 浮云暂避明月光 清光此夜照万方 又大井年纪甚长 同湖帝时代就已在朝 圣卷优厚 此时他追怀雇主 便银诗道 脚跃设弃天宫去 陈落深山在何方 席上诸人皆富失相赫 甚为热闹 毫不快意 原是内大臣谈笑风生 异装异邪 众人皆愿看其千年 听其万载 永无尽时 但逗留已有四天 今日必须返都 便将各种衣服 分赐众人 众人虽将所赐衣服 招手肩上 于雾中朦胧闪光 一彩分成 望去积一围亭中花草 景致分外别致美观 敬畏府中几个摄人 因精通神乐 催马乐或东游等歌 亦随带于策 这些人游幸未尽 便唱着神乐歌 此马之章 并和乐其舞 原是内大臣以下 大都脱下身上衣物赏赐之 那些衣服披于肩上 红绿错综 恍若秋风中翻飞的红叶 如此大队人马 熏绕返京 大雁邪中人摇闻生息 破感落寞 皆怅然若失 原是内大臣 不曾再度辞别名时机 也是心绪难明 原是内大臣 返回二条院 休想片刻 然后将军俄山中 情状详告子稷 他道 爱 我延误一日回家 好生懊恼 推怪那些好事者 应留我住下 乃至于今日疲惫不堪 说必便入室睡觉 子稷心中依旧甚为不悦 原是内大臣 洋装糊涂 开倒地道 你与他身份悬殊 怎能同他比较 你应该想 你是你 我是我 二者毫无干系才是 预定今宵入宫 此时他转向一侧 忙于写信 恐是写给明时机 从旁望去 但见写得甚为认真详细 又见其对使者 而语多识 众传女 看了皆甚不悦 本想 今宵留宿宫中 但因子机心境破裂 终于深夜回家 明时机的父信 早已送至 原是内大臣 并不隐藏 公然于子机面前拆阅 信中 并无特别让他 懊恼伤心的词句 原是内大臣 便对子机道 你就撕回此信吧 此类东西 颇令人厌烦 至于此处 与我年纪极不相称 颜碧 传神矮机 望着灯火出神 怀心中念导明时机 再无他眼 那杏斩于桌上 子机却不正眼相看 原是内大臣道 你装作不看 却又偷看 你那眼色 才叫我不安呢 颜碧玩耳一笑 其太娇憨可拒 他靠近千机 道 实不相瞒 他已为我生下一小女公子 煞是凌厉可爱 可见前世素缘甚深 然其母身份低微 我不敢公然将其视为女儿抚养 因此我颇烦恼 望你体谅我 替我想个主意 凡是你做主吧 你倒如何是好 接他来由你抚育 好吗 今已是娃子之年 这无辜孩子 我怎忍心抛舍他 我想给他穿一裙 若你不嫌亵渎 请你替他打劫 好吗 仔细答道 我全没料到 你竟如此不了解我 你躺如此 则我唯有撒手不管了 你应知晓 我最喜欢天真烂漫的孩子 此孩子这般年纪 该是何等可爱啊 他脸上微露笑意 原来他天性喜爱小儿 故格外想的此女 并倾心抚育 原是内大臣心中 有迟疑不绝 如何是好呢 真个接他来吗 大夜哪内 他不便常去 唯有父君俄佛堂念佛之时 成便去访 每月欢聚两次而已 笔集牛郎之女 略好一点 明时机虽不敢再有奢望 但心中怎能不伤怨别离 第十九章 伯云 谈指尖秋去东来 大雁河畔更是既落萧色 明时机母女 居于夜宅之中 贤迹无趣 孤苦无依 原是公子便要他们迁居过去 但明时机想到 道德那边 只怕坎坷多辛苦 看穿了他的薄情 定必大伤我心 到那时真可谓 再来哭诉有何言了 因此愁出难定 原是公子便与他婉言商量 虽然如此 但这孩子长居在此一非良策 我正为他的虔诚思量 若认他埋没于此 岂不委屈 那边子夫人早听的 你有这孩子 很想见见他 我想让他暂时到那边去 与子夫人熟悉了些 以使我公开为他 举行隆重的穿裙仪式 明时机一直担心公子 做此打算 如今果文奇言 更觉心如刀角便达到 他虽然成了责任之女 身份高贵 但倘若实情泄露出去 反会害了他 故死不肯放手 原是公子说道 此言也有道理 但子夫人这边 你务须顾虑 他嫁我多年 不曾生的一男伴女 长叹寄聊孤单 他生性喜爱孩子 如前斋公那般年纪的女孩 他也硬要当作女儿疼爱 何况你这个完美无缺的小宝贝 他岂肯轻易撒手 便向他说道 子姬是怎样的善良 明师姬听了 暗想 借口隐于听的传闻 这原是公子 沾花惹草 毒化风月 不知怎样的人 才能使他安定 原来 其人便是子姬 他已死心塌地地 尊奉他为政夫人了 可见其溯源之身 且这位夫人的优越品性 亦无可挑剔 似我这样 微不足道之人 自然不能与他并肩邀宠 唐贸然移居东院 参与其列 岂不落他耻笑 我身记忆如此 无需计较 到时这孩子来日方长 恐怕将来终需靠他照顾 如此说来 倒不如趁他上部小事时 让与他吧 继而又想 倘若这孩子离我而去 我不知要怎样牵挂他 而且估计无聊 实在无以为情 叫我怎生度日 这孩子一去 我将何以吸引公子光临呢 他思前想后 意乱神迷 但恨此身忧患无穷 尼古母夫人素有远见 他对女儿说道 你这种顾虑纯属多余 日后母女不能相见 诚然苦痛良多 但你应先为这孩子 虔诚着想 公子之言 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你尽管信赖他 让孩子过去吧 你看 众星子皆因母亲身份不同而分高下 就如这位元氏内大臣 人品虽然无与伦比 但被贬为臣级 是其亲王之分 只能做个朝廷命官 何也 只因他的外公 已过暗查大纳玉官位 叫其他女裕的父亲第一品 致使他母亲只有更衣之分 而他也就成为更衣生的皇子 地位之别就在于此啊 皇帝之子尚且如此 普通臣子更不可同日而语了 再就普通家庭而言 同为亲王或大臣之女 但躺这亲王或大臣官被取威 这女儿又非正夫人 则他所生的子女必为人所不屑 父亲带子女也就厚薄有别 何况我们这种人家 倘若公子住一夫人生了孩子 而他的身份比我们高贵 那么我们这孩子就完全处于烈士 凡女子不论身份如何 能被双亲器重 自当受人尊敬 倘我们来举办这孩子的穿裙仪式 虽竭尽全力 在这批山深谷有何体面 倒不如由着他们去办 随他们如何排场 他这样训诫女儿一番 傅佑去征询高明人士的见解 并请算命先生补兰 皆说宋二条院吉祥 明时机心里也就踏实了 袁氏内大臣 虽为小女公子做了如此打算 但深恐明时机心情不悦 故并不强求 便写信去问 穿裙仪式当如何举行 明时机父导 思来想去 教他陪着我这无用之人 终会误了他前程 然而教他参与贵人之列 又恐招人耻笑 袁氏内大臣看罢父亲 甚觉可怜 却也无可奈何 遂则了吉日 命人暗中备办一切事宜 亲生骨肉 明时机到底难以割舍 但念及孩子的前程 只得忍痛 不但孩子 如母也非得同忙 多年以来 他与这如母朝夕相伴 朝有忧思 暮有寄疗 二人皆相与未复 如今这如母也走了 他更行单影子 怎不伤心痛哭 如母安慰他道 这也是命理注定 我幸得此缘 能侍奉左右 相处多年 盛情难忘 岂料有分手之日 虽说日后会面机会甚多 可一旦离你左右 前往侍奉陌生之人 心中好生不安啊 说着也哭了起来 不久又是寒冬腊月 大雪纷飞 明王姬愈发觉的孤寂 想起今生保利忧患 非常人所能忍受 忍不住暗自悲怜 自叹命薄 于是将更多的爱 倾注于这个小宝贝身上 一日大雪不止 一日清晨 满院一片银庄 若于往日 明时机难得至眼前闲坐 但此时此景 勾起如烟网室 层层蜂拥 思来日 前路漫漫 于是信不来至眼前 坐眼驰面冰雪 他身穿好几层柔软的白色衣衫 对颈沉思 一态咸雅 若看那鼠鼠和背影 无论何等高则女子 其容貌也不过如丝 他一手势泪 叹道 不知以后再有这种天日 更当何等凄苦啊 不禁嬌声哭泣 继而淫道 白雪深山丽日绍 红艳望半行寂来 如母也哭着安慰道 深山雪间筹记人 情义和荣音自至 雪化之时 原是公子来了 若于往常 公子驾临心甚欢心 但念及近日来此的目的 便觉心如刀割 明时机当然知道 此事绝非他人所迫 完全处于自愿 倘他拒不应允 亦无人勉强 但若今日在家拒绝 未免轻率过甚 原是公子见孩子 坐与母亲膝前娇吃可爱 预感自己与明时机 溯源之深厚 这孩子今春开始续发 现已长得有如尼姑的短发了 柔柔地披于肩上 异常美丽 眉目之清秀 更无须说了 原是公子 一只身为母亲 而将孩子送与别人后 其悲伤挂怀之状 甚觉对不住明时机 便对他多次表白自己的用意 数度安慰 明时机答道 只要你不将 她是弱低微人家的女儿 好好抚育她 说时经不住泪流不止 小女公子自然不解人情 一味催促快些上车 母亲抱她来至车旁 她扯住母亲衣袖 渐渐压压娇称道 妈妈也来 明时机肝肠寸断 不胜悲愈 淫道 日后小松子参天 别是仙姿何日见 淫师未矣 早已泣不成生 原是这公子深深同情她 觉得此事与她太过残酷 便服味道 柔知贸业团根故 千载长半为松脆 但请稍待 明时机也觉此言 甚何心意 情绪稍安 然而终于悲不能尽 如母与一名少将的上级带女 戴上配刀玩偶 和天儿与小女公子同去 另有几个美貌侍女及女童 另乘一车 一路上原是 电念滞留底内的明时机 痛感自身犯了 何等深重的罪孽 回至二条院时 暮色横空 车子行至殿前 侍女们久居乡野 忽见此灯烛辉煌 一派繁华 觉得有些不惯 原是公子选定西巷仪式 为小女公子卧居 室内设备特殊 小型器具玲珑而美观 西边廊坊靠北一间 为如母卧室 小女公子于路上睡着了 抱下车时并未哭闹 侍女们将她带至子夫人房中 为她吃些饼耳 她慢慢发觉 四周景象不同 母亲也不见 便四处寻找 急得直哭 子夫人见状 忙叫如母过来安慰她 原氏公子 想着大宴底内的明时机 失去孩子后 该是何等的凄凉孤寂 深感复旧 但见子姬日夜爱抚这孩子 心中又稍感宽慰 只可惜这孩子非她亲生 倘是亲生 便堵了外人肠舌 真是美中不足啊 小女公子出来几日 时常提哭 要找昔日熟悉之人 但这还本性温良恭顺 对子姬也十分亲密 因此甚得子姬疼爱 是如宝贝一般 子姬整日抱着她逗乐 那如母自然与夫人熟识起来 他们又另找了 未有身份的如母 共同哺育着孩子 小女公子穿裙仪式 虽无特别准备 但也足够讲究了 按小女公子身材 做的服装及用具 新颖别致 小巧玲珑 竟如木偶游戏 甚是惹人喜爱 那日贺客甚多 但因平日一门停弱事 仿并不特别引人注目 只是小女公子的裙带 绕过双肩于胸前 打了一截 模样比往日 更美观大方了 大雁底内的人 对小女公子的牵念 冷无尽气 明时机更是日益痛悔 弥古母夫人当日 虽那般训诫女儿 如今也免不了 暗子垂泪 但闻那边 真爱小女公子之状 心中倒有几分慰藉 小女公子身上供奉 那边一应俱全 落得此间清闲 只是置办了 许多华丽衣服 送给儒母及小女公子 贴身的是女们 元氏公子想 借酒不去看她 明时机定会认定 我果然自此 便抛弃了她 因此更加恨着 这倒是对她不起 便于年内某日 悄悄去了一次 底内本就十分生计 如今又失去了 朝夕疼爱的孩子 其伤痛可想而知 元氏公子一念及此 也决痛苦 因此不断血性慰问 子妻如今 不计杜明时机了 看在这可爱的孩子面上 她原谅了她母亲 不觉又是心碎 春光荣荣 二条院内诸事合意 百夫交真 各处电雨 装饰得格外滑美堂皇 新年贺客不觉如捋 辈分较长的 介于初期吃期菜粥的节目 前来祝贺 门前车马林群 那些青年的贵子弟 各个春风得意 喜行余色 身份稍低的人 虽心有所虑 面上却也恰远 处处一派生平盛景 东院西店的花散礼 也过得很是惬意 众世女 及女童等的服装 也照料得很周全 日子很是自在欲如 住在元氏公子身边 一切自然方便得多 公子美得闲暇 常信不到西店与他雾面 只是不常常特地来此素页 但花散礼 性情文雅公顺 认为一切缘分 皆为命中注定 对公子不必过分奢望 只如此便足以为心了 是以元氏公子 也很放心 似是佳节 对他待遇很是丰厚 不逊子机 家臣左右 都不敢轻蔓于他 乐意伺候他的侍女 也不比子机少 静况之好 实在无可挑剔 元氏公子对大雁游内 寂寞凄苦的名时机 也极为挂怀 待得正月里 半壁公司诸事 便去拜访 这一天 他着意打扮了一番 外穿表白李红的长礼服 内着色泽鲜利的衬衣 在香薰的十分浓烈 告别子机时 夕阳的飞红 映到脸上 浑身光滑灿烂 子机目送他出门 甚觉目眩心迷 小女公子找着父亲一妹 竟要跟出世来 元氏公子停住脚 心中涌起 无限怜爱 他安抚他一番 并随口唱着 催马乐中明朝 一定可回来之句 出门而去 子机便换来 侍女中将 让他在廊坊口守后 带公子出来时 赠他一首诗 福州飘零 无人戏 瞧望浪子明回归 中将银的异常 婉转流畅 原是公子乃孝何道 悉速匆匆朝时环 哪位一人片刻留 小女公子听他们吟唱 一片茫然 不解其意 自顾自蹦跳仇戏 子机看着异常欣喜 对明时机的 醋意也削减了 设身处地体位 明时机对孩子的想念 觉得好不伤心 他端向这孩子好一阵 将其揽入怀中 摸出自己那个 洁白可爱的乳房来 给他寒人口中逗他快乐 旁人见此情形 倒也觉得十分有趣 侍女们相语言道 夫人怎么没生育 躺着孩子是他亲生 那该多好啊 大宴底内 境况十分忧郁 房屋形势别具一格 饶有风趣 明时机容颜举止 日渐优雅 与那些身份高贵的女子相比 毫无逊色之处 袁氏公子想 倘若他的品行 如同常人 并无特别美好之处 我不会这般怜爱他 他父亲性情怪弊 确实遗憾 至于女儿身份低微 却有何妨 袁氏公子每来相访 皆只是匆匆一叙 常感到不满足 觉得虽然相会 反倒痛苦倍增 心中一直凯叹 好似梦中杜雀桥 恰好身边带有骨针 袁氏公子娶了过来 回想当年 明时谱上深夜合奏之状 便劝明时机谈皮 把香喝 明时机同他合奏了一会 袁氏公子深深赞叹 其技巧之高明 实在无可挑剔 奏壁 他便把小女公子的近况 详告于他 大雁底 原本是个寄聊的的居处 袁氏公子时常来此薄宿 有时也就在这里 用些点心或便饭 他来此时 对外常常借口赴佛堂或贵院 并不严明专程专访 他对明时机 虽非过分痴迷 却也绝无轻视之色 亦不把他是做平常人 可见对他的恩宠 是不同凡响的 明时机也深知这一点 教他对公子 并无过高的要求 但言目表现得十分自卑 凡是谨遵公子之意 正是不卑不亢 恰到好处 明时机早有所闻 原是公子在身份高贵的女人家里 从来不如此礼貌周全 坦诚相待 而总是居高临下的 因此他想 我躺班至东院 与公子太过接近 反倒与他们同化 已至受得诸般羞辱 如今住在这里 虽不经常见面 但却专为我而来 对我更是荣耀 明时道人 送女儿入京时 虽然言语决绝 但毕竟也很牵念 不知公子带他们如何 长遣人来探望 听到了消息 有时悲伤感叹 但继位荣光之士 欢欣鼓舞之时也不少 正于此时 太正大臣辞世了 此老臣乃国家之栋梁 一旦解末 皇上一道息不已 昔年暂时隐退 龙壁底内 尚且震得朝野不安 今日与世长辞 悲道者由众 原是内大臣亦甚惋惜 苏日一英政务军 可依赖太正大臣裁决 内大臣甚是清闲 今后势必独担其任 因此倍增仇叹 冷泉帝年方十四 然而老成持重 远出其年龄以上 他亲临朝政 英明果断 原是内大臣颇可放心 然而太正大臣逝世之后 朝野大政 非他莫托 谁能带此大任 以成就他出家修行的夙愿呢 想到这里 便对太正大臣之早逝 甚是痛心 因此大半追见佛氏 其隆重程度 甚于太正大臣的子孙们 又殷勤调位 多方照料 出家的藤湖母后 于今年初春染病 到的三月 病逝已十分沉重 冷泉地驾行三条院 探问母亲病情 当年藤湖地驾崩时 冷泉地年仅五岁 莫清世事 今见母后病重 忧心如焚 欺容满面 藤湖母后 见了皇帝 也悲从心起 对她道 我自知大县将道 难以熬过今年 但也无特别之苦痛 倘我名言自知死期 恐外人笑我捏枪做事 是一夜不大做功的 我早想回宫 与你详谈当年之事 然一直情绪不佳 已知蹉跎至今 终未如愿 真是遗憾 说时生音已是十分微弱了 她今年三十七岁 仍光艳照人 风姿不减当年 冷泉地见了 更觉可惜 不免悲叹人也无常 她说道 今年乃母后恶年 母后定当万事小心 还是听说 母后预体欠安 心甚幽质 只恨为多做法事 为母后消灾严寿 冷泉地内心焦急 便大做法事 其请母后早日康复 原是内大臣 至今才知 藤虎母后所患 并非寻常小病 甚为忧虑 冷泉地因身份关系 不便久留 只得忧思重重反手 藤虎母后痛苦难忍 言语也敢吃力 心中寻思 我这一生 恐是积了阴德 故在这世间 享尽荣华富贵 无人能比 然我内心之苦 恐一世无其匹吧 冷泉地怎知 我有此等隐情 真是愧疚 我于此狠 死不明目 地老天荒 永无消解之日 内大臣想起此时 太正大臣心丧 藤虎母后 危在旦夕 国家连遭不幸 时可悲叹 再加上自己 和藤虎母后 那段隐情 悲叹之余 又添伤感 尽连他们的恋情 久已断绝 想起藤虎母后 既死 重续旧情之梦 成空 更卑不畅上 便去探寻母后病状 母后身边侍女 都是心腹之人 早知内大臣的苦心 此时便将母后病状 以相告 又道 母后患病数月 虽经历不济 仍坚持礼佛诵经 因长久辛劳 历久欲衰 近来连橘子枝也施不尽 恐怕已无声望了 皆掩面而泣 藤虎母后 让传闻告诉内大臣 你谨奉父皇一命 劫心尽力 效忠当今圣上 齐心可嘉 年来多成军会 我常想向你真诚致谢 但若无机会 今日又病重若私 遗憾重重 言何能及 唯平外的原事内大臣 听到他微弱声音 肝肠寸断 泪如泉涌 一时无言可达 又怕别人看见不好 只得强大精神 极力支撑 傅佑念及如此一个美人 从此便要御允相消 魂归他乡 空流无限伤心恨事 侦探老天无眼 终于收累父岛 臣本殃勾 不足挂齿 蒙陛下不弃 唯以重任 自当劫心尽职 不敢稍有懈怠 月前大政大臣 突然先是 臣重任在间 目胜惶恐 熟料 而今母后又染重病 更决心如乱麻 直恐此身在世之日 也不多已 言语间 藤湖母后 向秋天的叶子 终于飘然而去 原事内大臣的悲伤 无可比拟 藤湖母后 虽身为贵人 却最为慈悲 对世人广失博爱 了无仗事欺人 鱼肉百姓的 豪门贵族的恶行 凡天下敬贡 躺兴师动众者 悉数谢绝 在佛法功德方面 也有自己的原则 他只用自己 应得的俸禄 和继承来的财产 尽自己所能 摘一僧供佛 而不像一些富贵人家 穷奢极欲的 大作功德 此种人等 虽圣名天子时代 也不乏其力 是以藤湖母后的死讯传出 国人尽哀 葬礼上 殿上官员 一律身着黑色丧服 使得草长迎飞的 阳春三月也一片暗淡 原氏公子欣赏着 二条院亭中的樱花 当年花艳情壮 又上心头 忍不枉独自吟唱 金碎樱开墨色花之谷歌 又恐遭人非议 使整口呆在佛堂 偷偷引气 残阳如血 山野树梢 皆披荆挂彩 之旅分明 而漂浮于岭上的伯云 则略显晦暗 原氏公子看着这残阳伯云 不住哀思又起 便引道 但云蒙领西兆伯 仿佛丧衣暗色深 但突然读吟 并无一人闻的 七七佛事件次圆满之后 一时再无大的举动 皇上顿感官中曾记 百无聊赖 却有一个僧都 藤湖母后的母后 在世时 即已入宫供职 一直做祈祷师 藤湖母后 视为亲信 对她甚为尊敬 皇上也将宫中的 隆重法事 交与她操办 对她器重有加 这谱都七十余岁 是少有的得到高僧 近年一直隐居山中 潜心习道修行 以其佛佑 此次因藤湖皇后之病 特来京都 被诏入宫 元氏内大臣 劝她道 同英年一样 今后你仍留住宫中 为皇上尽忠孝命 普都回答道 贫僧年事已高 本难再做夜客 而今大臣有命 怎敢不遵 旷贫僧掌盟是恩 礼当报答 便留在宫中 随是皇帝左右 一日 天降破晓时 皇上与僧都待在一起 僧都咳嗽着 不仅不慢地 为他讲授事事常理 见左右无人 僧部便趁机说道 贫僧有一事欲奏文 因恐有逆圣听 反获欺君之罪 故犹豫未决 但若因水受蒙蔽 而深蒙罪孽 贫僧也罪及天谴 旷贫僧隐瞒此事 毫无益处 恐菩萨也要斥责贫俗不忠 说完这些 便觉难以启齿了 冷泉 皇帝以为他有什么愚恨末解 心想虽是僧人 且道行高深 却中脱不了 常人贪婵极度之恶极 真是可恶 便对他道 我素来助你为心腹 你却对我有所隐瞒 真令我失望 僧都终于说道 阿弥陀佛 陛下此言诧异 贫僧已将菩萨 所严禁泄露的真言秘诀 悉数传授陛下 贫僧自身扶身三界外 而不染陈俗 还有何事不能告知呢 推此事 阴射过去未来国运 已故同湖院 藤湖母后 即当今执政原室内大臣声誉 因此贫僧不敢隐瞒 又不便贸然相告 贫僧微贱之身 死不足惜 因此获罪也无需追悔 今尊神佛之义 奏闻陛下 陛下尚在母父之时 母后便整日幽惧 悲伤不已 曾密主贫僧极力祈祷 贫僧乃出家之人 内中缘由 不便相问 后逢内大臣深受不白之冤 便到荒僻之地成手寒房 母后幽惧欲慎 又主贫僧祈祷 原是内大臣闻的 秘命贫僧 向诸佛菩萨忏悔 求菩萨宽恕 陛下莫登大宝之仙 贫僧昼夜不息 齐请圣安 据贫僧所知 便将当年之事一奏文 冷泉帝听了 好似晴天霹雳 他又惊又怕 一时方寸大乱 无言以对 普都自私康秃 恐一时龙颜休闹 降下罪来 便要悄悄告退 冷泉帝叫住他 说道 这么多年你才告诉于我 我真要怨你不忠了 若我今生一无所知 来世不知要遭多少报应呢 我且问你 此事除你之外 可尚有他人之息 乃至泄露 僧都达到 除贫僧外 只有亡命负之息了 近来天行无常 瘟疫泛滥 国家连遭不幸 贫僧私存 恐正是此事所致 因此斗胆起奏 往日陛下年幼 位化世事 神佛意念无知而恕罪 而今陛下年事建长 以洞悉世事 而未尽孝道 神佛使自降灾 以事成见 父母者 人之根本 吉凶世事 往往因之 贫僧将此等密室告知陛下 望陛下知罪弥补 说时不胜唏嘘 其实天光大亮 僧都遍及告退 冷泉帝闻此消息 恍然如梦 左思右想 野里不出头绪 他觉得此事有愧于 同狐愿在天之灵 而生父久屈沉直 始此之不孝 他这样想来想去 直到日头高升 仍未起身 原是内大臣 闻之圣体欠安 吃惊不小 便前来问候 此时已知真相的 冷泉帝 一见内大臣 便悲从心起 忍不住泪上眼眶 原是内大臣 以为他思道母后 至今泪眼未干 这一日 桃元是不倾亲王逝世了 冷泉帝闻此噩耗 不免又迟一惊 甚觉这世间灾祸频频 危机四伏 原是内大臣 目睹种种变故 见皇上忧妻如此 便常住在宫中 与皇上亲密谈心 皇上对他道 恐我一余命无多了 近来心绪烦乱 精神萎靡 又逢此种种灾变 天下不安 今树难病发 叫我忧恨不已 我长死隐退 顾念母后心轻 未敢言及 今已无可千念 正知全我心愿 以求安度余生 原是内大臣 差然道 圣上何出此言 天下太平与否 其因执政时间之短长 即使古之圣明时代 亦难乃灾患 况最近世事之人 大多年事已高 尽享天眠 陛下何必如此担忧呢 便原精引力 百般劝慰 冷泉地 常穿青黑色丧服 其俊逸清秀之态 与原是内大臣 如出一脉 他以前揽静自视 依有有此感 自听了僧都的话后 将自己与原是内大臣 仔细比较 愈发深感父子情深 他总想找机会 向原是暗示此事 又恐内大臣难堪 终无勇气 故这期间 他们只谈些琐碎小事 关系却更简亲密 冷泉地对他恭敬有加 有十四超出君臣之力 内大臣体悠查威 心中惊诧 却终不知他已闻之其事了 冷泉地 本想与王命复探问详情 却又不愿让他知道 自己得西母后 致死未说之事 他准备隐约探问内大臣 讨教此种势力 是否故已有之 又苦于没有机会 于是只得博览群书 勤于学问希望在书中找出例子 他发现帝王血统混乱之势力 中国颇多或公开或隐秘 但日本并无潜力 当然也许仅是未作记载 是想如此秘密之事 怎好载入史册 见诸后人呢 史传中倒是记载 皇子低为臣级 身任纳言或大臣之后 又恢复亲王身份 并终登大保者 非之一二 于是他想借用鼓励 只说元氏内大臣贤财圣德 应让位于他 于是做了多方考虑 其实已是秋季 正是经官任免之期 朝廷拟命元氏为太正大臣 冷泉帝将此事 预先告知元氏内大臣 并趁机谈起让位一事 元氏内大臣不胜惶惊惊恐 立足此意 他祈祷 同湖父皇在世之时 虽于诸多皇子之中 独宠下臣 但传位大事从未想过 今日小臣岂敢违逆父皇一命 善登大保 小臣违愿隔尊一命 尽忠尽则辅佐皇上 待将来年迈昏分之时 退返临权 念佛诵经 乐此残生 如此而已 他始终是臣子的口吻 冷泉地闻之 歉旧之余 又绝遗憾 至于太正大臣之职 元氏内大臣亦为有待考虑 赞不受命 后来紧禁了官位 并特许乘牛车出人进宫 冷泉地犹未深 预付其亲王之份 但按定例 亲王不能兼太正大臣一职 元氏若为亲王 则在无适当人选可认太正大臣之职 然立志所限 那样朝廷便后援无人了 故此事也只得搁置起来 于是进封泉中纳言 为大纳言间大将 元氏内大臣想 待此人再生一级 为集内大臣以后 我可将诸事委托于他 那样便可得些清闲了 回此冷泉地此次言行 不免担忧 如果他已知道昔日隐情 怎对得起藤湖母后在天之灵呢 但令皇上为此事郁郁寡欢 又甚敢歉疚 他很差怪 这秘密是谁泄露的呢 王命父已亲任临世世殿之职 在那里有他的居室 元氏内大臣便前去探访 问他道 那桩事情 母后在世时可曾向皇上谈及一二 王命父一口否定道 母后一丝风声 都不敢让皇上听到 岂会自己泄露 但他又恐皇上不知 生父蒙不孝之罪 触怒神佛 元氏内大臣闻的这话 回想起藤湖母后温柔敦厚思虑周密的样子 不胜练习 梅湖女豫在宫中 果然不负内大臣之阴望 照料皇帝无微不至 深受皇上宠爱 这位女豫不仅容貌出众 性情也无可挑剔 因此 元氏内大臣十分看重她 只管用心照顾 时至秋季 梅湖女豫暂回二条院歇醒 为欢迎女豫 元氏内大臣把正殿装饰的金碧辉煌 光彩夺目 现在 他只将她以亲生女儿相待了 一日 绵绵秋雨不绝 亭前花草斑斓 绿路凝蔽 元氏内大臣 一及梅湖的母亲六条妃子 在世时种种往事 泪湿衣襟 便到女豫的居室里探望 她借口时事夺恶 自己截身斋借以谢天威 长着墨色长礼服 其实乃为母后音符做到而已 她把念珠藏入袖中 走进地内来 姿态异常优雅 梅湖女鱼隔着围屏 直接与她谈话 元氏内大臣说道 亭前秋花又盛开了 金碎时事不佳 那花草依旧成死西年 人虽有情 草木无知 好可怜啊 说着 将身子靠在柱上 西照使她更添神采 接着谈到陈年往事 谈到那日赴野官访问六条妃子 黎明时不忍离别之状 辅今追悉 又是感慨 又是神亡 梅湖女鱼也哀气有声 灰丝网是秀更失了 元氏内大臣 听见她的隐隐抽气之声 不由想象到 她是个怎样温柔和跃 优雅宜人的美人 只恨为凭祖阁 不能一睹风采 心下娇如火烧 哎 真是恶惜难改 元氏内大臣继续说道 想当年 本无特别伤神 烦心之事 无需记情于风月场中 但因我心性风流 乃至不觉忧患 我纵情不羁 与诸多女子 产生本不应有的恋情 使我不堪其痛 有二人至死不肯原谅我 一个便是愤母亲 她深怨我薄情寡义 以致含怨名符 令我抱恨终身 我结成照顾你 即弥补惜之过错 自己也心有所谓 怎奈就狠于尽游未消 想来真是前世冤孽啊 却并不提及另一人 随即调转话头道 其间我横遭低数 自私如若返京 能多做些应做之事 金珠院总算见次得偿了 东院那花伞里 以前孤苦无靠 陷于六条院中安享清福 此人天性温和 我与他互相谅解 亲密和乐 我返京以后 赴他家觉 虽自为地盛必绑 却无心妖宠取贵 推使中南一封月之情怀 你入宫时 我努力抑制自己 而将你当女儿看待 不知你能否体谅 我的一片苦心 如上无同情之念 我真是枉费苦心了 眉虎女欲心下燕贤 漠然无语 原是内大臣道 你不开口 可见却不同情我 如此好伤我心啊 原是内大臣 自觉难堪 又岔开话题说道 从此以后 我将不再做愧疚之事 只管闭门礼佛 专心示禅 未来示基福 唯美念及此生 无甚业绩 不免遗憾 今西下游司灵小女 我冒昧请求 与郑种相托 望你告诉她 不忘复制 光摇门庭 我去之后 勿请劳心费神 多多栽培 梅虎女欲 态度异常文雅 只约略达有片言之语 原是内大臣 听了觉得十分可亲 便静静地坐在那里 直至暮色凝联 又继续言道 此事暂且不谈 目前我只希望 一年四季 皆有美景可赏 春花绚烂 秋野统立 四十美景之优劣 相无定论 中国之文人默克 皆言春光最美 但日本的和歌 又以为春天只见群花放 不及青秋异性长 其实四十之景 皆各有可人之处 孰优孰劣 时难分辨 我想在这小院内 多植春秋花草 兼养些稀有的鸣虫 以点缀四十景色 供你等欣赏 不知对于春秋 你更偏爱哪一季节 梅虎女欲 觉得难以回复 便不作声 又觉得有失礼貌 只得勉强应道 此事古人皆无定论 更何况我 诚如尊贱 四十景色 各有千秋 然前人意道 秋叶相思特的身 每逢秋叶 便追念 适如昭露的母亲 故更喜秋天 这话信口道来 并没有多少理由 却史内大臣 恋陷不已 他情不自禁地 赠义绝句道 君兮秋色美 我好秋宵敬 同心即相伴 妄量我此心 我时常相思难耐啊 梅虎女欲 只觉莫名其妙 又岂能作答 原是内大臣 想借机一泻胸中怨恨 或者增月雷池 非礼于他 又转思自己如此轻浮 太不成体统 那梅虎女欲满 以贤物 实意并非毫无道理 于是收回欲念 连声叹息 此时的内大臣 姿态美妙 动人心魄 却只惹得梅虎女欲的闲艳 他渐渐后退 想必如内侍 原是兴兴道 不料你如此讨厌我 真结情性者 恐不至如此吧 今后你体在恨我了 不然我太伤心了 便告辞退出 但悠悠浓乡 仍留适中 梅虎女欲 颇感这香气可厌 是你们一面观窗 一面说道 这一香好浓啊 此人太漂亮了 竟是樱花兼有梅花香 开在杨柳柔条上 娇人爱慕不已呢 原是内大臣回到西殿 并不进内室去 却在窗前躺下陷入沉思 他让人将灯笼挂在远处 指命几个侍女 情力一旁 与他们闲聊 他心下自慌道 我怎么又犯了 作乱伦之恋的恶解呢 真是自寻烦恼啊 又想 向梅虎女欲求爱 岂不荒唐 昔年之事 罪孽尤为深重 但神佛念我年幼无知 不予惩罚 但现在 怎可不思悔则 肃然在犯 想到此处 又觉得自己 毕竟已颇有修养 不知重蹈覆辙 做那些荒唐悔恨之事了 梅虎女欲回答内大臣 偏爱秋季 好像深知秋去 事后司机 懊悔不已 颇觉自己可耻 凡恨交加 竟成心病 但原是内大臣 以自我省察 毅然断了此念 照料他凡比以前 更亲切周到了 他走进内室 对此积道 梅虎女欲 偏爱秋叶 时甚可喜 而你多好春晨 更自有礼 日后赏花婉景 皆可随你好物 我身为内大臣 俗物缠身 总难一乘胸绑 纵情山水 常想碎了心愿 退隐林权 闭门修行 然念及你之 寂寥孤单 忠不仁耳 原是内大臣 仍时刻不可忘怀 那大雁邪内的人 但为尊明显 轻易造访 孔有不便 他想 明时机 自残低贱 是以艳与世人交往 其实 如此自卑 大可不必啊 他不愿宜居东院 屈尊与众人 友好相处 则有太清高自傲了 以己之心相思 甚绝可怜 乃以皆俄佛堂礼佛之事 不可获费为借口 赴大雁邪访问 却说这大雁片内的明时机 其七愿之情 与日俱增 素日闲居无聊 更添烦恼 与内大臣的情急令 他苦恨不已 而内大臣又总是难得一见 来去匆匆 这使他的哀婉 永无尽头 元氏内大臣只好极力抚慰 大雁和洪耀船上的火炬闪烁 火光倒映在水中 从翁玉绿的林子远远望去 一如天际的流营 点点 元氏内大臣道 此种情景 唐妃在明时谱经常看到 此时必当惊现 明时机淫道 硬水于灯似营火 相伴仇客临此境 我的忧愁 其实并不简于 昔日与火相居之时 元氏内大臣达道 唯愿无人解于怀 信如仇灯洞水影 正如谷歌所涌 谁教君心思此超 言下之意 反怨明时机不体谅他 其实内大臣公司俗悟 皆得闲暇 便思经严佛法 是以常道 丰俄佛唐诵经念佛 得以长久拘留 明时机酬长 一梢的宽解 第二十章 锦基 锦基原本在贺茂神社当斋院 因父亲桃元氏 不清亲王心事 便辞职移居别处 为父守孝 元氏内大臣 有一癖好 但凡清心恋慕过的女子 便就不忘怀 因此闻讯后 多次去信调位 紧急回想 昔日受其烦扰 因此并不诚恳赴信 只做礼节性应酬 元氏内大臣 深感失望 九月 紧急移居旧宅 桃元宫邪 元氏内大臣获得消息 新念姑母五公主 一居住那里 便借口探望五公主 前去拜访 五公主 住于底内 正殿东侧 紧急住西侧 亲王辞世 虽不久 但棚内 已日渐 萧条落寂 同湖院辞世之前 特别恩宠 五公主 所以时至今日 元氏内大臣 仍与这位姑母 书信往来 关系亲密 五公主 虽为紧急之母 三公主之妹 却全不似她姐姐 那样年轻冒健 恐怕遭遇 不同之故吧 她声音嘶哑 老太隆中 且时常咳嗽 她亲自会晤着 对她说道 我年迈体衰 平居长意伤心落泪 如今同湖院 一离我而去 我更觉万念俱灰 幸有你这这事来探望 让我暂忘苦痛 得些安慰 原是内大臣 见姑母激进 风烛残年 于是处处尊敬她 回道 父皇驾崩之后 世间万事通义往昔 前年者蒙冤遭罪 低沉异乡 想不到皇恩浩荡 诱惑赦免 重归故土 权力政务 只因公务繁多 少有闲暇 虽欲常来叙旧问候 得些指教 而忠难如愿 实乃汉事 五公主说道 哎呀 这世道变化无常 真叫人揣摩不定 我历尽沧桑 早已厌倦此身 只想撒手而去 如今 幸而见得你回返京都 驾观尽绝 尽想荣华 若在你当年陷入困顿之时 痛心而去 倒是不幸呢 她声音颤抖着 又道 你真是相貌英俊 不同凡响啊 你幼年之时 我便惊诧 世间竟有如此人物 以后 见你愈发俊美 便以新闲人下凡 令人心计不已 世人盛传 圣上相貌与你酷似 但依我推揪 怎可能比得上你呢 便自古说开了去 原是内大臣心想 姑母也真有趣 哪能当面对人的相貌 大家赞誉呢 便说道 姑母过孕 今年来者身遭忧患 尝尽颠沛流离之苦 一日渐衰老了 当今皇上貌美无比 真是前无古人 绝世稀有 我怎能与圣上相提并论呢 姑母的推想 也太离奇了 吴公主说 无论怎样 只要能常见你 我这老命 也会存活长久些 近日我忧患尽世 神清气爽 真高兴啊 说罢 竟忍不住哭了起来 片刻后又说道 三姐红福 有你这么个女婿 常亲近 真让人羡慕不已 此处已故亲王 便身毁 不曾招你为婿呢 原是内大臣听罢 觉得此话倒很称心 遂答道 真是求之不得呢 如此大家便可常常亲近 是何等幸福啊 只可惜他们皆不愿接近我呀 她发恨说道 言语中已透露出心事了 她向紧急所住 那边望去 看见亭前草木 虽已摔枯 却别有一番景致 想象着奇迹 平窗远眺的可爱模样 一时不能自制 便说道 折今天来此 理应去看望姐姐 不然就失礼了 于是慈别五公主 顺着狼眼往那边走去 此时 紧积室内的黑色围平 透过灰色包边的帘子 隐约可见 在向晚的夜色中 显得寂寥凄凉 微风拂面 送至屡屡衣乡 那内饰景象 原是内大臣 更觉神秘而美妙 侍女们不便在狼眼上 款待大臣 便请她南乡就坐 由一个叫做宣旨的侍女 代为应酬 原是内大臣 甚为木满 说道 叫我坐于莲外 岂不是将我 同年轻人同等对待 我仰慕姐姐 由来已久 凭此诚心 尚不足以出入莲围吗 紧急传言道 昔日诸事 恍若梦中 而今梦虽已醒 但仍难辨世间真伪 故你是否诚心 再待我细细思量 原是内大臣 受此冷遇 便觉事事无常 身为小事 一针让人深思啊 便曾师道 简持神明刻乳运 甘心守正已经年 神明已云你返步 缘何避而不见 我遭的低数 饱经苦难 早已机遇满胸 只想求得机会 向你一倾诉呢 她言辞真切 态度诚恳 风流流洒 更甚于往昔 她年纪虽长了些 但于内大臣一职 也颇为年轻 孔姬达师道 寻常一句风情话 神前辈士获罪多 原是内大臣 故作击洒地说道 就是又何必重提呢 昔日之罪 早已随风而去 无踪可觅了 侍女宣旨 对她颇为同情 逗取道 如此说来 此事神明不要听了 锦姬本是正经之人 闻言颇感不快 她生性古板 年纪越长 便越发紧小细微 连答话也怕多说 重视女对此一筹莫展 只是甘着急 原是内大臣扫兴地说道 想不到我竟成了调笑的对象 便起身告辞 一面走 一面哀叹道 爱 年纪一大 便遭人奚落 我为她侨幸至此 她却一脸冰霜 我连请君初看谁摔身 也不能淫了 重视女对她绝世俊言 又是一番赞美 此时夜空高远 碧蓝如水 风吹落叶 生生入耳 重视女触景伤怀 又一起从前在贺茂神社时的种种趣事 那时原氏公子情书贫来 或忧或喜 趣味无穷 他们尽情回忆往事 直至深夜 原氏内大臣回到家里 回想紧及此间态度 莫名懊恼 整夜辗转难免 晨间平窗而望 朝雾淡淡 秋草双枯 模花形容枯稿 颜色惨淡 攀缠于草木之上 她叫人折来一枝 送于锦基 并赴言道 昨日遭你冷淡 叫我再无颜面 你可曾取笑我狼狈之相 真是可恨 但我且问你 昔年曾赠懒 永不忘当初 久别无邮件 花可简色无 尚望你体谅我常年相思之苦 此信措辞 千功可怜 紧急觉得躺制之不理 未免太过薄情无味 便附书道 秋深落离畔 若雾降临出 橙色吊伤肾 花容有若无 以此花欲我 妥贴之志 使我不禁落泪 书中仅此树言 亦非深情流露 不知何故 原是内大臣捧书细读 竟不忍释手 清灰色的信尖上 自己捐绣柔嫩 相得以章 樊增达之诗歌寒毒 中阴人物品格 笔墨趣味 得以侠余并演 当时四觉完美 后已多次传超 有的让人见了 则不免摇头皱眉 目以为然 故作者在本书中 故作聪明地引用的 诗歌寒毒 恐有伤大雅的 也不在少数 若在四年轻时 那般红艳传情 原是公子觉得 自己已不相移 但回想起 锦姬不冷不热 若急若离的态度 至今未成其好事 令她甚为伤心懊恼 终不甘心 便重股勇气 再是爱慕 她唤视女轩 直到独居的东殿 商量对策 锦姬身边侍女 各个风流多情 对一般男子上 倾心相恋 何况英俊满酒 惯于银风弄月的 原氏公子 接叹赞誉之极 只恨自己不是锦姬 至于锦姬自己呢 年轻时尚且一本正经 凛然不可冒犯 更况现在年事俱长 位高明尊 岂可作纳排文艳事 原氏公子觉得 这位小姐 虽经沧桑逝世 但性情仍丝毫未变 实在与众不同 真是稀释少见 可叹可恨 与锦姬的恋情 最终仍被传了出去 大家互相议论到 听说原氏内大臣 爱上前斋院了呢 五公主也说 这二人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这真是一段 门当户对的天词良缘 锦姬阔德茨等传闻 开始不以为然 心想内大臣 对自己向来宠爱有加 断不会隐瞒此事 后来细心观察 剑公子神色一呼寻常 时时魂不守舍 若有所思 他这才有些优惧 原来他对锦姬的恋情 已刻骨铭心了 在我面前却故作坦然 戏言蒙混 又想 那锦姬与自己同为皇室贵胄 声望又不在自己之下 若公子倾心于他 则自己地位可危 多年相关专宠 如今若为何姬所夺 岂不伤心 他独自悲叹 继而又想 以后他虽念急救情 终不会弃我而去 但我在他心中 已无足轻重 那多年的感情 也就可有可无 不值一提了 他思绪烦乱 惆怅百节 若是所谢小事 发几句无伤感情的怨言 也许作罢 但此等大事 岂能等闲事之 但未得真凭实据 也不便怒行余色 袁氏公子为锦姬一事 整日独坐窗前 冥思苦想 他长职宿宫中 并不回嫁 偶有闲暇 也只管里头写信 当作公务一般 锦姬想 外见的议论果然不假 他怎未对我吐露 半点心事呢 他为此一直心绪不宁 茶饭不思 因在藤湖母后丧腹之期 故这年冬天 宫中神事一概不予举行 袁氏公子百无聊赖 便去桃园宫邪探访五公主 时之大雪纷飞 向晚的景致冷艳动人 袁氏公子此次出访 穿戴着意讲究 农乡甚于往日 若多情动心的女子见得 不生爱恋才怪呢 他毕竟不便悄悄出访 临行时向子夫人告辞 五姑母身体不适 我去探望一下 他稍作便欲走 但景致只管与小女公子玩耍 并不理他 但眼中仍难掩饰那异样之色 袁氏公子便对他说道 近来你神色怪异 我又不曾得罪于你 确实为何 定然又多心了 其实我只是想起 彼此不宜太亲了的古话 便长留宿宫中 景致只答了一声 太亲见了的确多痛苦 便被转身去躺下了 袁氏公子见此情景 觉得手心不忍 但此行已通知五公主 便决然出门而去 锦基怅然寻思道 我一向信任于他 不想竟会发生此种事情 袁氏公子出门之时 身着灰色丧服 色彩协调 适样得体 竟是异常美观 雪光映照下 更为明艳无比 紧急望着他的背影 恋恋不舍 心想 日后这人果真 弃我而去 该是怎样的悲哀呀 忍不住忧伤满怀 袁氏公子 只带了几个 不慎惹眼的家具 随了前往 袁氏便向他们诉导 似我这般年纪 竟懒得出宫走动了 只因桃园邪内的五公主 老麦估计甚为可怜 我曾答应是不倾亲王 常去照看她 五公主也曾请求于我 便更不好推窝了 众人皆知她的秘密 私下议论 爱 她用情不专 见了美女 便清新的老毛病 看来中是难改的 真是白臂微假 但千万不要愁出麻烦啊 到了桃园宫邪 宫渝本想从北门进去 但闲杂人员进出甚多 公子不便轻率进入 于是只能走 一向紧闭的西门 同时也派人进去通报 且说五公主见天降大雪 推想袁氏公子不会来访 不料如今却来了 她很是吃惊 忙叫人开门 那守门人冷得瑟瑟发抖 只想快些开了门回去 偏偏那门不易打开 且没其他男佣相帮 便忍不住恨声骂道 该死的锁 怎么秀得如此厉害 袁氏公子听罢 感慨万端 她想 亲王心事不久 却肆已历多年 本之事态炎凉 一切荣华富贵 皆乃过眼云烟 却因留恋四十 风物之故 舍不得区区之身 人生也真悲哀啊 她触景生情 忍不住随口淫道 曾几何时荒草声 棚门积雪断元清 紧闭的西门终于打开了 公子便进去探访 她每次先探访五公主 照例与她续谈些往事 五公主一见公子便兴致大发 畅谈无聊往事 繁琐冗长 庞杂无序 袁氏公子对此索然寡畏 虽强作精神 仍掩掩思睡 五公主不久也喝浅连连 勉强说道 人老了 晚上只想瞌睡 话也说不流畅了 话声刚落 分明酣声已起 袁氏公子一见 心中暗息 郑玉告辞出门 只见一老太隆中的婆婆 咳嗽进来 说道 说句生气的话 你定然知道我在此 怎么不来看我 我还等着呢 想必你已把我忘了 同狐帝和我说笑时 常叫我老祖母呢 经她这一提醒 袁氏公子也记起来了 这个人叫袁内代 听说他拜五公主为师 以出家为你 不料仍康住于世 此人久无音讯 平时又没在意 如今见到甚觉意外 于是达到 父皇当年之事已成古话 每每想起 感慨万千 今日 有幸听到你的声音 自然高兴 还请前辈把我看作 没有父母 而鹅倒在地的旅人 多价照拂 便坐于他身旁 袁内侍看着袁氏公子 见他英俊飒爽 不禁沉久于往事 又忍不住娇痴之态 苦恨不能回到从前 他牙齿所剩无几 讲话已是困难 但声音却娇瘁动听 满脸矮等 他对着公子唱起古歌来 常说他人老可憎 而今老已到我身 袁氏公子听了 心中甚是厌恶 想如此老迈之人 仍娇痴作态 炎然妙灵女子 只突然才显出老相似的 然而转念一想 又觉此人甚为可怜 想当年宫中女玉 更衣无数 争宠吃醋不休 可如今 有的早已命归皇权 有的顿入空门 整日与清灯古佛为伴 真是岁月无情啊 像藤湖妃子那样 盛年早逝 更是出人意料 只这五公主和园内 呆一类人 人品低微 余生不多 却偏偏长生余事 整日诵经念佛 悠然自得 实在是世世飘忽 天道无知啊 想到此处 脸上一路感慨之色 多情的缘内是不明底细 以为公子追念往昔 对他难忘呢 便兴慰盎然的淫道 经年不忘当时宜 就一言轻之轻 缘是公子狠觉无聊 只勉强达到 常以亲恩身如海 生生世世难相忘 确实情深似海啊 我们日后再谈吧 说完便告辞而去 此时已寒月出生 清灰硬雪 夜晚宁静而洋河 紧急的房室 格子料已关上 仅留一两处开着 袁氏公子想起 世财源内传的娇吃模样 觉得正如俗语所说 何物最难当 老太婆化妆 冬天的月亮 忍不住独自笑起来 袁氏公子已不再四往日 其态度十分认真坚决 无论怎样 他都要懂机亲口回他一句话 紧急心里想 若在过去 一时做了错事 世人会因年少无知而原谅的 那时父亲对他也重视有加 虽然如此 当年我仍海自己草率 总为此感到羞愧 故一直约束自己 严加拒绝 而今 时隔多年 双方年龄已大 再不是吟风弄月之时了 岂可与他亲口答话 他心意已决 全然不为袁氏的百般哀求所动 袁氏公子深感失望 怨恨满怀 紧急觉得过分冷淡 却是有失礼貌 便教士女传言于他 袁氏见此情形 更觉胶着难耐 此刻夜已甚深 夜风凛冽 近人心骨 此景时甚悲凉 惹人泪落 袁氏公子不胜感伤 泪水塞满眼眶 他寒泪淫道 昔日伤心心不死 今朝失忆以添愁 真是愁苦无时不缠身啊 生意哀怨凄惨 侍女们身为感动 苦劝小姐作答 紧急无奈 只得叫宣旨传言 闻人改洁心由恨 岂会今朝子变心 我是初衷不改了 袁氏公子再无他法 心中既恨紧急 古板薄情 本想就此归去 又觉这般满腹怨恨 四个轻薄少年 与身份地位实不相宜 于是对宣旨等说道 今遭人如此奚落 一旦外人知晓 定当讥讽于我 你们万不可有所泄露 古歌道 若有人问答不知 切勿透露我姓氏 我再次拜托各位了 说吧 又与他们耳语一番 不知说些什么 只听得重视女 纷纷议论道 哎呀 太不应该了 他思念小姐若此 却遭此冷遇 小姐这般薄情 真出乎意料 他本是端正稳重 情深异常之人 却被人误为 青桃福薄 哎 实在是冤枉他了 紧及一妃 清心寡欲之人 原是公子绝世风资 及丰富细腻的情感 早令他心罪 但他一直固执地认为 如轻易接受他的爱恋 势必显得 自己与世间俗女子 毫无二致 且自己也是风流轻飘之人 一旦被他着穿 岂不羞愧难当 无地自容 固执一味 矜持作态 丝毫不露爱慕之心 只做些 无关痛痒的 礼节性负信 或在他来访时 由侍女传言 唯求不失礼于他 紧急自觉 近年漫代于佛世 常想削发维尼 潜心修行 以减轻罪责 但想到 即刻和他断绝来往 顿入空门 若外人不知 又要认为 是情场失忆 看破红尘之举 势必惹起 世人非议 他深知 人言可畏 所以谨慎小心 暗中筹备 连身边侍女 也不相告 因亲王已故 众同父异母兄弟 关系平淡 速来疏远 一时 这功底 更是每况愈下 境况日渐萧条了 此时 有元氏公子 那样的重臣 前来登门求爱 哪那众人 正求之不得 违愿遇成好事 与公子一心 想那元氏公子 是何等人物 难道真是魂牵梦绕 心系紧机 只因紧机不为所动 对他冷若冰霜 他不肯就此罢休而已 元氏公子 自觉得望病重 跃尽世间百态 也通得些人情世故 想自己这般年纪 还要整日里追风逐蝶 岂有不被世人非议的 但若再一无所得 更将为天下人笑话了 由此心烦意乱 无计可适 元氏公子已久 不回二条院宿夜了 紧急昼夜独守空房 寂寞无聊 便想起赞别心如焚 方知系不得的谷歌 只觉那是专为自己而说的 不觉泪落如珠 一日 元氏公子回到二条院 见紧机神色七处哀伤 一语往常 便问道 你怎么了 也不肯告诉我 我真不懂了 便用他入怀 抚摸他的秀法 那恩爱甜蜜的样子 真是难以描绘 元氏公子又说道 母后先世之后 皇上一直悲愁满怀 欲不乐 我看他很是可怜 又因太正大臣辞世 一时无人代理政务 只好常住宫中 你不习惯 怨恨于我 无可指责 但你知道 我以弃邪归正 你尽可放心 我们夫妻多年 你怎能仍像孩子般 不解我心 失奈遗憾 一面说着 一面替他梳理额发 紧急愈发撒娇了 转过头去 仍一声不吭 元氏公子叹道 真是孩子脾气 心中却想到 人情冷暖 事态炎凉 连我最宠爱之人 也不与我相知 叫我真是伤透了心啊 思前想后 闷闷不乐 后来又对他说道 近来我和紧急偶有交往 你是疑心此事吧 其实 那全是胡乱猜疑 不久 你自会清楚明了的 此人性情孤僻 整日足不出户 我偶尔写信 与之开玩笑 也只是穷极无聊 取乐姐们而已 他虽终日贤迹无事 也少负信于我 因病无情爱可言 故不值一提 你本该体谅才是 何须懊恼伤神 时日 内大臣陪伴于家 一刻不离紧急 一日 大雪纷飞 时至黄昏 仍不停歇 苍松翠竹 坐立雪中 尽显风姿 夜晚的暮色 净成清幽 原氏和紧急携手 坐于窗前 两人在雪光的映尘下 更是艳丽迷人 袁氏公子道 四时风雾 春之樱花 秋之红叶 皆赏心悦目 但冬夜明月照雪 此景虽无色彩 却更沁人心脾 令人瑕疵无限 实在是意味浓厚 情趣眷水了 古人道 冬月五位 真乃浅薄之至 遂命是女将莲子卷起 见月光普照 大地银白一片 厅前花木枯衰 满目萧条 溪水冻结 地面冰封似净 景色异常 奇艳 原氏公子便命女童们 到厅中会滚雪球 一时间 厅中欢声笑语 月光映着娇小玲珑的女孩 甚是醒目 几个年龄稍长 又一向熟悉的女孩 随意地披着各式衫子 白雪红装 互相映衬 仙力耀眼 年幼的 欢天喜地 追逐架系 连扇子也掉落在地 那天真烂漫的姿态 异常可爱 雪球越滚越大 女孩们还想再滚 但已是气力不济 亭中的几个女童 在东门边口 挤着一团 翘首而望 笑着为她们加进 此景勾起了 袁然公子 对已是母后的思念 她对紧急说道 前年藤湖母后 在庭院中造一雪山 本乃寻常游戏 岂之因母后之意 尽量出风流运势 每逢四十家星 一起母后妖逝 便觉一恨无限 甚是道西 母后与我一味疏远 故我无限接近 以之详情 然每次拜夜宫中 母后又视为可信之人 我也处处尊敬她 凡事无论巨细 必向她请教 母后不善言辞 但言必有众 行必有果 即便所谢小事 也不马虎处之 如此聪慧果决之人 世间岂能再有 她温柔敦厚 优雅复输之品性 世上无人可比 唯你与她血缘最亲 颇为相似 然有时似存极度 且一味偏执 不知圆滑 实乃美中不足 那锦基呢 又不相同 她高贵典雅 举世无双 我们只在估计无聊时 偶通书信 谈些不慎紧要的话题 但我也是小心谨慎 不敢有丝毫非分之想 锦基道 既然如此 我倒要问你 那位上代额月夜 也是人品高雅 行事周全 不似轻薄放荡之人 怎与你也有 绯闻艳势传出 我真不明白 原氏公子答道 此话不假 那笼月夜 也是花容月貌 清成清国 至于那件事 于她 我深感愧疚 每每想起 悔恨不已 大凡风流之人 总有许多 懊恼之事 年纪愈大 懊恼愈深 我自觉老成持重 也不过如此 说时 竟忍不住 掉下泪来 接着又谈起 明时机 原氏公子道 此女来自乡野 微不足道 一向遭人轻视 她虽出身低贱 但颇通情理 由于过分在意出身 不愿与人交友 凡显得孤高气傲 成为白玉之家 我倒从未会过 身份低微之人 然而实权实美的女子 这世间也难觅得 东苑那人孤居独处 心绪丝毫不变 甚可赞誉 我当初喜她谦虚恭敬 顾与之劫时 此后 她一直安度日月 美得本辨 如今 我郁佳喜爱她的 忠厚诚实 永不舍她了 两人共话种种事情 直至深夜 月色明彻 万籁俱寂 欲显幽静迷人 紧急急紧淫道 糖水凝时系 碧月自西沉 她微轻着头 闲跳连外 姿态优雅宜人 她的发属 和容颜与藤湖母后酷似 甚是妩媚 袁氏公子见了 对紧急的撕恋 才稍有减弱 此时鸳鸯忽鸣 生生入耳 袁氏公子急性淫道 雪液沧桑西世光 鸳鸯躁躁躁脑人肠 就紧之后 脑中尽是藤湖母后 半梦半醒间 谎歌母后立于身前 她一脸愁容 幽怨说道 你曾指添为事 绝不泄露我俩私情 而如今已是众所周知 恶名昭著了 教我在阴间也深感羞耻 痛苦难当 我好恨啊 袁氏公子想张口回答 但仿佛身陷梦魔 只能一味身影 紧急惊醒 慌忙问道 哎呀 你怎么了 发生了和氏片 袁氏公子醒来 不见母后影踪 一时心乱如麻 不知所措 忍不住泪水夺框而出 如湿了枕袖 紧急觉得莫名其妙 尽管百般抚慰 袁氏公子仍躺着不动 稍后淫道 冬夜眠不稳 梦醒渺难寻 好梦难续 不胜悲伤 一日早起 不讲缘由 便吩咐各处寺院念佛诵经 忏悔祈祷 她想 梦中她恨我 诉说阴间所受苦难 想来也不假 她一生勤修佛法 无甚罪孽 只此一事 使她沾染尘世无浊 难以洗刷 她想象腾虎母后来世 将遭受的痛苦 更敢悲伤 心中寻死 可有办法 助我去幽名之地 待她受罚 然而又深恐世人非议 不敢公开为母后举办法事 且冷泉地 近来莫名烦恼 闻之此事 岂不怀疑 只好一心祈祷 但就能与母后 在极乐世界同坐连台 然而 故人以誓念难断 幽名迷离颖无踪 恐这又是迷恋 陈氏俗献之故了 第21章 少女 却说光阴四箭 转眼又至阳春三月 腾虎母后 周年继辰之期刚过 朝野上下 进阶退去丧服 换上平宿衣装 四月一日更一节 满朝文武 皆一观华丽 四月中旬的有日 又到了举行贺茂祭之时 时日天气晴朗 前摘院母鸡 却依然孤居独处 闷闷不乐 亭前贵蜀 历经出下熏风 更是碧枝摇曳 声音盎然 众传女出景生情 回首小姐初为 摘院那年贺茂祭的情景 连声叹息 原氏内大臣 传书一封问候道 摘院今年赴丧期满 该除去丧服了 贺茂既拔鞋之时 也该心情舒畅了吧 又赠师道 君当又逢摘院日 山西中半把歇矣 谁可料得今年摸 恰是君行除服期 此指黑字 封城严格的立文 世系于一枝藤花上 宋至根基处 其行事与时宜甚为和谐 精美而极富情趣 母鸡回信道 昔日身着丧服日 情在眼前游一息 不觉除服期已至 流光空至书可经 真乃迅速之至 仅此而已 原是细细品味 母鸡除服之日 她又托宣纸转与空鸡 众多礼品 母鸡却不领旧情 宣称要如数退还 宣知想到 若除此礼物外 另付情书 那么还是退还为妙 但她现在不过送礼而已 再说小姐做摘院期间 也长寿其礼 真心一片 拒之无礼啊 她深感愁愁 左右不适了 至于五公主 原是逢年过节 亦定赠予礼物 五公主感激不尽 便不住对她赞叹道 这位公子 我看她几日前 还是个孩子 熟料一眨眼长大成人 彬彬有礼了 且生得相貌堂堂 心地善良无比呢 传女们听了皆悄然而笑 五公主每每会见摸鸡 便劝她道 此大臣对你一片真心 你为何还犹豫呢 且她轻慕你 并非始于今日 令尊在世时 因你做了斋怨 不能与她喜结良缘 时常哀声叹气呢 她曾道 人道负命难为 这孩子却智若罔闻 美言辞语 皆黯然神伤 从前左大臣加盔机上在 我唯恐得罪三姐 未曾劝说干你 如今 这位尊贵的正夫人 已经去世 依我之见 你起而代之 最合适不过 且原是大臣上 对你迷恋如初 向你求婚 我认为你们之何是 天造地设的呢 母鸡听得此番 陈词烂调 很是不悦 答道 我将终生不嫁 父亲生前 我尚难从命 如今她先去 我反而更改初衷 这成何体统 见她一副修脑之态 五公主只好团而不谈了 母鸡见宫底内众人 进阶纵容袁氏 便觉此人不可不防 而袁氏本人呢 也只好平心静气 忠诚如一地等待着 并不想强她所难 窥姬所生 小公子西悟 以年方十二 袁氏欲早早替她行官 仪式定在二条院举行 然西悟的外祖母太君 急欲侵毒这一事 希望在自家公敌举行 如此要求也和情礼 为不使其失望 遂改在顾太政大臣 邪内举行 西悟的亲母舅又大将和亲母舅等 公卿桂官 皆为朝廷权责 他们带来龙后的贺仪 自然做了一事的主人 此次冠礼隆重非凡 普通陈敏 也都前来朝贺 原是大权在握 凡是皆可惩兴而为 本想如世人之所料 封西悟四位官爵 但西悟上年幼无知 若让她一跃而登四位 反呈全臣顾忌 因此灵机一动改封六位 刺穿弹缕冠袍 并特许上殿 太军得知此事 甚感意外 心中颇为不平 他接见袁世时 问及此事 袁世之好如实其禀 西悟年纪上幼 本不该行官 让她强万成人 亦于使之提前两三年 进入大学宿 以求积之广师 此间仍视她为童子 将来学业有成 才能为以重任使之报效朝廷 子思年幼之时 生长于九重宫殿 不敢逝世 昼夜侍奉父皇 所悦之书 时乃有限 虽承蒙 父皇亲寿 但因浅薄无知 无论严习学问 还是吹拉弹奏 皆不经身 是已不能与高手并美 世间虽有清出于兰 胜于兰之力 但却显见 倒是一代不如一代者居多 因有此律 所以御时小而入学 且贵族子弟 官位侍习 荣华富贵 以纵交成习 常将严习学问 视为苦差 不屑一顾 此般子弟 不学无数 竟照样升官进爵 于是屈颜父侍者 虽父中讥笑 仍竭尽吹捧之能事 薄其欢心 这等子弟 平日高傲自大 至高无上 但若时被孕乖 父母先去 家道中落 就会遭人 清海孤立无援了 如此说来 做人总需博学宝石 在被大和魂 乃得以强者 面目见之于事 目前官知 这未免耗心劳神 浪费时日 但将来登进仕途 成为国家栋梁 父母辈也含笑九泉了 目前虽爵位不高 但紧着父辈避前 他人不致耻笑 太君常须道 体制谋深远 自有道理 但幼大将等人 却忽略于此 直到你封西雾六位 甚感意外 且西雾也为不悦 小孩子好胜心强 从来未将母舅的表兄弟 放在眼里 如今他们都身居高位 而他自己却身着一身淡绿袍子 委屈得很呢 袁氏笑道 小孩子家也知心生怨恨 如何了很 不过他年纪上又尚不懂得的 又觉得儿子很是讨人喜欢 接着说道 待他知书十里之后 此院自会消解 修人大学家言习汉学 袁氏决定给他取个字号 此一室在二条院东院内的东殿举行 达官贵族 及殿上人等 都好奇地跑来观赏 那些儒学博士独此盛况 拘迹不前 袁氏对众人说道 不必拘迹小节 依照儒家之惯例严格执行 不得更变 儒学博士便强自镇静 故作泰然之姿 有几人身着借来之福 一太奇特 极不衬身 却仍自明得意 一副儒学大师之态 说话漫不经心 夺着方部 次第落作 贵公子们见此奇景 忍俊不禁 此次遇会侍者 皆为老于世故 不苟言孝之人 只管侄母真撒 只因儒礼繁杂 虽有大将和民不清等 甚之又甚 忠不合礼仪 遭到儒学博士斥责 亦儒学博士喝道 而等身为奉陪之人 竟如此无礼 不知我乃著名儒者 真乃蠢笨之志 众人听了 皆嗤之以鼻 博士又斥责道 肃静 无礼取闹 速速退下 如此一来 更可笑了 从未见过此种 仪式之人 心中顿感稀罕 作为大学出身的公卿们 深安此道 都汗手微笑 他们建元室内大臣 崇尚学识 交之与子 皆敬佩不已 作中偶有人窃窃私语 众儒家博士便立声喝止 斥责他们不懂礼节 暮色降临 灯光摇曳 众富士板着脸 突鹅凹腮 面黄肌兽 一个个貌若戏台小丑 实在可笑 袁氏内大臣说道 糟了 像我这样顽劣之人 定要大受呵斥了 只放隔联而是 一些大学生姗姗来迟 建议坐无虚席 转身欲走 袁氏得知 宣召他们制调 殿阁外受伤 仪式完毕 袁氏召集诸如学 博士及学者副师 其他深港此道的 王公贵族 也留下来捧场 博士们 银副律师 袁氏内大臣及诸人 皆作绝句 题目由儒学博士选择 君吉父趣味者 夏日夜短 副师完毕东方以白 于是开始讲解诗篇 任命左中共为讲诗 此人眉清目秀 声如红中 朗诵诗篇弃语别致 风度翩翩 乃亦德高望重的儒学博士 习武出身名贵 享尽世间荣华 但他所作之诗 每句意味十足 勤学苦练之志 也异于言表 且诗中 旁征博隐 如近人车 脱颖灯公书 与孙康卧血 读经之典 信手拈来 让人赞不绝口 就是传入中国 也当属名篇之列 至于元氏内大臣之大作 更是美妙绝伦 其间热忱永送父母爱子 深情之作 由催人泪下 其后在世间流传甚广 读者趋之若鹜 作者一介女流 才学平平 对汉师钻研不深 未必繁琐 不再细言 其后元氏内大臣 继续为西武 入学之事奔波 他在东院 为西武读辟一试 请来一位博学之人为师 授其学问 寄行惯礼 西武便难得 去外祖母居所了 外祖母一向 溺爱外孙 朝夕呵护 是作婴儿 唯恐他在那边 不能专心读书 所以元氏内大臣 将他隆毙一试 每月只许前去拜往三次 西武苦闷不堪 心道 父亲怎如此严厉 我无需苦学至此 亦可身居要职 兼济天下 不过他为人 谨慎而不夸服 能耐苦劳 打算尽量读完规定之书 早日机身官患 安身立命 四五月之后 史记等书便已读弊 西武现已可应试大学定 元氏内大臣想预考一下 便将之教于跟前 同样言请幼大将 在大警 士都大副级左中气等人 前来监考 并命西武之老师大内计 找来史记诸卷 从中则出儒学博士正考时 亦或涉及质疑南章节 叫西武诵读讲解 西武朗生而勇 一气呵成 而各出一礼 也烂熟于心 聪慧之志 可惊可喜 监考诸人大为感动 对西武的天才赞叹不已 特别是大母舅幼中将 感慨道 若太正大臣还在 将会何等欣慰呀 说吧 掉下眼泪 元氏内大臣也不能自己 探道 后生可畏 父母却日见愚痴 此乃情理中事 旁观他人此番变化 变觉可笑 岂料自己还不算老 竟也如此 说吧 暗自事类 而老师大内计子 以为交之有法 心中甚是得意 自觉满面荣光 幼大将便举杯敬酒 大内计已有几分醉意 一饮而尽后 脸色更显辣黄 这大内计 虽学识渊博 却脾气怪异 一直不得志 穷途末路 袁氏慧眼石珠 特聘他为西武的老师 待遇优厚 他受宠若惊 四觉脱胎换骨 或许将来上课 得西武无限信任 考试那日 大学宿的门前 车来人往 喧嚣不绝 满朝文武几乎全智 只见侍从如云 簇拥英俊菩萨的观者西武公子 宽宽而至 使得其他考生自残行贿 躲于一旁 来者之中 尚有一批先前曾参与 起自一世的寒酸儒士 因被列席畏座 正敢委屈呢 与上次起自一世这一般 兼考的儒学博士 不时训斥于人 实是可恶 但西武从容自如 此时大学颇兴旺 与古西全胜之时 不相上下 各级官员子弟 争相屈从 因此世间才子 与日俱增 此次应考 西武所考项目文章生 你文章生等军集地 此后师弟二人 便更为刻苦 原氏举办师会 博士 学者等皆神采飞扬 一来哪参加 此真可谓文化之圣事也 此时官中正逢毅立皇后之事 原氏内大臣 伊藤湖母后遗言 玉梅湖女裕 侍奉皇上 遂提议立梅湖女裕为后 但世人认为 藤湖与梅湖 皆为亲王千金 两代皇后 同出亲王之家 孔有不当 因此不赞同 有官员秉奏 入宫最早之人 红辉殿女裕 当立为后 此番一争 实乃两派暗斗 兵不清亲王 也设于此事 他现已改为是不清 又是国舅 身得是宠 其女人公多年 与梅湖一样 官至女裕 支持她的人言道 若立亲王女儿为后 则是不倾家之女 与梅湖一样 且是藤湖母后侄女 更为亲近 母后先侍后 代为照顾皇后者 她乃最佳人选 三方各持一端 难分难解 但最终策立了梅湖女裕 是称秋好皇后 识人闻讯 惊叹不已 认为梅湖女 欲命大幅大 与母亲六条妃子 迥然不同 与此同时 元氏内大臣 也容生太政大臣 又大将官至内大臣 元氏太政大臣 便让心内大臣 掌管天下政务 这心内大臣 为人正直 且气度不凡 他学识渊博 昔日玩 演运 游戏虽不及原事 但对公务并不逊色 他妻妾成群 子女过时 儿子身居高位 名声赫赫 女儿一双 亦为红灰殿女裕 另一人云居宴 乃红灰殿女裕的 一母妹 年方十四 其生母出身高贵 乃亲王家女儿 与红灰殿女裕之母相比 并不在其下 然此生母 携女儿改嫁一位 暗查大纳言 并与之声的许多子女 幼大臣认为 女儿寄养于后妇家中不妥 便接了她回来 樊祖母太君照料 但或许因云居燕生母之故 内大臣并未重视于她 虽然她人品外貌绝非寻常 却更为偏爱红灰殿女裕 西物与云居燕 同于太君西夏成长 二人年纪相仿 两小无猜 十岁之后 两人才各居一室 内大臣教训云居燕道 西物表弟与你虽为近亲 然身为女子 不可对男子过分亲近 分割之后 西物那颗童心 时时恋慕云居燕 每逢光花赏夜 或一起嬉戏之时 西物避雨之行影向随 云居燕也倾心于西物 至今相见 两人仍纯真无邪 乐无纪律 待女 乃你等妾一道 如此有何不妥呢 两人上小 行影相伴 已非一朝一日 如今将其拆离 叫人于心何人 云居燕心非纯净 天真烂漫 西物虽年又无知 但隐隐私情 谁能言说 自分开以来 她一直闷闷不乐 于是开始红艳传情 二人书法虽上稚嫩 然而也出路端倪 将来必定非同凡响 但毕竟心思欠细 不免四处丢落 重视女时德 得知他们暗中私目 如此致情也不忍批示 孤儿只当视而不见 且说自庆祝升官的盛宴之后 朝中也少了紧要公务 秋雨林立 闲来无事 一日秋夕 正是霍上冷风吹 时内大臣去参见太君 并命女儿云居燕弹琴 太君长于乐器 孙女云居燕朝夕与共 得其指点 内大臣道 女子弹奏琵琶 恐伤哑观 然这声音却也悦耳 如今世上 能得明师亲寿的 恐怕为蜀甚微 屈之可蜀 也不过某亲王 某原氏 他列举几人之后 又到诸女子中 据说原氏太正大臣 养于大雁山乡的明师姬 记忆超群 他生于秦师世家 传至其父 归隐明师浦山乡 这明师姬琵琶 造诣极深 原氏太正常赞之不绝 凡音乐才能 亦与其他技艺 虚广众合奏 潜心磨练 方能增进 而明师姬 却一人独奏 能卓耳超群 尾时不凡 说罢 恭请太君弹奏 太君道 我手久不服征 怕已生硬了 扶指示波 乐音甚美 谭毕道 那明师姬命真好 听说人品也不错 原氏太正大臣 一直想要个女儿 她便为她生了一个 大臣又恐此女 久居山乡而至埋没 将其交予高贵的 子夫人抚养 众人皆因她行事 谨慎而大家称道呢 那大臣说道 女子若性情柔顺 便能得宠 谈及别人时 却情不自禁想起 自家儿女 便接着道 红灰殿女玉 可谓我一手栽培 品貌财学 事无其匹 其料主后之事 败于梅湖之下 我痛心疾首 直探命运之难测 幸而尚有云居燕 我总要想方设法 让她当上皇后 几年之后 皇太子行冠礼 我暗自思量 让云居燕做太子妃 以了我愿 岂知名时机 红福吉天 所生此女 定是云居燕对手了 此女一旦进宫 恐怕便无人可及呢 说实皆探不已 太君言道 此言差甚 你父亲生前曾言 皇后定会出于我家 红辉殿女玉之事 也颇费心机 她若渐在 岂会有此等周折之事 为此 太君队员是太政大臣 不免耿耿于怀 且说那云居燕 生得乖巧玲珑 纯真无邪 她谈争时常发飘 眉清目秀 温文而雅 见父亲神情专注于她 竟有几分难为之情 脑袋微微侧偏 更觉美妙绝伦 左手暗闲姿态极为别致 竟如一画中美人 祖母见之也觉无懈可击 云居燕从容自如地弹过一番 便将争推向一旁 内大臣娶过和琴 随意撩拨 弹出一段流行短调 音调七万动人 亭前秋夜纷纷飘落 年长的侍女们 替泪连连 在唯平后静听 内大臣开始朗诵 风之力盖挂 来 接着说道 并非琴音哀伤 只因这惨良丸景感人至深 清太君再弹一曲如何 太君应允操琴 内大臣唱着秋风乐 与其相和歌声优雅悦耳 太君本来乐于施爱 此时更觉得内大臣讨人喜欢 此时悉悟也至 太君颇为高兴 内大臣命张开为平 将云居艳阁于里间 遂昭悟坐下 说道 好久不见 何必一位俯首穷精 你父亲太正大臣 自己也道书多未乏 为何上强迫你如此苦嚼呢 终日 求于书斋 也实在苦累了你 又说道 宫外之事也不可不学 例如吹笛 古代推土遗运 遂取一只笛让他吹奏 西悟竟也吹得荡气悠扬 悦耳动人 内大臣即刻停止弄琴 轻轻按拍 情不自禁唱起 崔玛乐满身染上筑花斑 唱罢严道 太正大臣也对音乐颇感兴趣 常借此排遣正午之凡 诚然 世事枯燥乏味 应该及时行乐啊 便命真过久来 一饮为快 不多时 天色渐黑 室内滑灯出上 众人一同永参 不久 内大臣便命云居燕回内房 因有让他入宫打算 便将二人强行疏远 甚至云居燕的琴声 也严加隔绝 不让习武听闻 事后太君的几个老年船女 躲于一旁 窃窃私语 长此以往 恐有不测 内大臣声言出去办事 齐料刚一出门 又偷偷摸摸地 闪进了他恩宠的侍女房中 密谈逗闹一番 悄悄地溜了出来 半途胡闻 有人在暗处思语 甚觉疑惑 便侧耳偷听 原来是两个侍女 正在说他呢 但文艺人道 老爷自作聪明 为女儿着想 其实 天下父母 何等糊涂喝 瞧着吧 照此下去 定会出事的 常言道 知子莫若父 此话却无道理 他们正讥笑他 内大臣想到 原来竟有这般丑事 我以前并非没有防范 难念及二人均为孩子 齐料 竟让其酸的空隙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啊 他这才如梦初醒 悄然而去 刚一上车 驱车者便大声喝价 侍女们相互言语道 都什么时候了 老爷才动身 不知他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如此年纪上不守规矩 议论他的两个 侍女说道 侍才一阵浓烈 衣箱飘来 还以为西雾少爷呢 原来却是老爷 哎呀 不好了 他一定听到了 我们刚才所说的话 这老爷可不好惹的 大家心下不安 内大臣一路思绪万千 成全他们 也并非何等坏事 然战表姐弟姐好 平凡俗气 难免外人说三道四 况且原是压制我女儿 红灰殿女玉 至今我尚难嫣恨 若云居宴入宫伺候太子 也许还会为我争气 可借此女 真遗憾啊 原是与内大臣之间 表面一直和睦 但为权势却素有争执 想起昔日所吃之亏 内大臣又恼又恨 彻也难免 他估计太君定然知道此事 只因分外疼爱这孙女与外孙 便顺其自然 又想起那两个侍女的嚼舌来 心绪甚是不宁 内大臣性情耿直 锋芒毕露 故此心烦意乱 难以自控 两日后 他又去参业太君 太君见他常来请安 心中甚是喜悦 认为大可嘉许 虽接见儿子 但儿子终为内大臣 也须慎重 此刻他头发短若尼姑 身着心衣 正于平后正今微作 内大臣因心绪不佳 直接对母亲说道 儿子此刻前来参业 心中极为不快 每次来此 连侍女也瞧我不起 真乃畏缩之至 儿子不才 但素来母训是懂的 从不敢违逆母亲 可云居艳这女子不守规条 我恼恨至极 忍无可忍 不禁要埋怨你老人嫁了 说着 以手势类 太君大为吃惊 那化妆的漂亮的脸 骤然失色 眼睛也瞪很大了 问道 到底怎了 我此等年纪 还要爱你怨气 内大臣也颇敢唐突 忙解释道 儿子将幼女奉托太君 自己没能尽为父之责 只因心系长女 煞费苦心送她进宫 当上女狱 只盼有朝一日策立为后 岂之由此败局 儿子虽为抚育幼女 然深信太君教养有道 道无所挂签 岂之他与西武同好 遗憾之至 西武虽博文强计 赞誉甚高 但若草率定下如此 古表之亲 传出去定会被外人耻笑 便是平常百姓 也会羞耻不已 为西武己 还是另择非亲之贵府 也可荣耀东床 再说 近亲结音 原是太政大臣 必定不愿 太君若想成二人之事 也不能瞒着我这父亲 以便筹划 将昏事办的堂皇歇采事呀 人之为所欲为 肆无忌惮 真让我痛心疾首啊 太君做梦 也未曾料得此事 觉得出其不义 达到 此番言语 也不无道理 但两人的打算 我茫然不知 躺真如此 我心更难安 怎能与他们 一同受此罪责 自体将他与我抚养之后 我疼爱备至 周全思虑 比你过之而无不及 急欲将他养得 置为优秀 但年幼若此 作为长者 溺爱是有的 倘说 我纵容他们 谈情说爱 则从何谈起 且问你 从何得知 轻信谣言 肆意妄为 伪实不该 证据据无 你要毁掉 人家的名誉吗 内大臣答道 母亲息怒 孩儿不敢 重视女胡言鬼语 我心有余悸 说罢告退 熟知内情之人 对此深为同情 那日晚上 偷偷嚼舌的那两个侍女 也哀声叹气 后悔莫及 云居燕本人则一无所知 依然如故 父亲窥其药房 见他那可爱模样 心中甚感可怜 他埋怨如母等人道 他年纪上又 不料尽这般糊涂 我还对他既以众望呢 实在糊涂透顶 奶娘们无言可对 怯怯思语道 儿女思情 不足为怪 即便帝王之女 也难免过世 以前小说中常有此例 且往往得知内情者 从中促成 唯有这一对 数年朝夕共处 老太太示弱心肝宝贝 我等侍女 哪能将他们拆散 而不让一块儿玩呢 目前年起 老太太也有明显变化 将他们分开相聚 有的孩子品行不端 找空子模仿成人所为 可这位西物少爷 人品正直 怎会与小姐胡来呢 我们做梦也不曾想到啊 说着 连声借叹 内大臣又对如母 与众侍女说道 行了 此事不必再提 也不许四处声张 虽然众侍难以瞒过外人的 但你们听人说起此事时 须得尽力解释 我即日便令小姐搬到我处居住 对于老太太 我也略有些愿意 你们几人呢 恐怕也不愿此类事情发生吧 众侍女知道她并无责怪之意 愁叹之中又绝几分欣慰 便羡慰道 请老爷放心 我们还担心被大纳言 老禅小德呢 西物少爷虽品家貌美 但毕竟为人臣子 有何足性 云居燕终究是个小孩 父亲极尽言语 劝她不与西物往来 却偏偏不听 内大臣急得泪都流出来了 她只能私下向几个贴身侍女讨教 如何救得小姐不知埋没呢 她只管对太君抱怨 太君对孙女与外孙皆极疼爱 而对西物更甚 见她小小年纪便懂得爱情 甚可欣喜 反而怪内大臣太古板 她想 何须这般小题大做 内大臣对云居燕向来不甚关心 并无将她教养入宫之急 怕是见我对她如此重视 才预送她入宫做太子飞扬 若希望破灭 也听天由命 嫁与臣下 当然西物是最佳人选 无论人才品貌 均无人可及 依我之见 云居燕能嫁西物 倒是西物受了委屈呢 她所攀执亲 应是身份更为高贵之人 想来过分疼爱西物之故吧 她对内大臣也生了些愿意 内大臣若知 定要加倍怨怪了 西物上不知这边 正因她闹得不可开交 竟值前来探望太君 前日来此 因耳目众多 连找个岔子 与心上人倾心交谈的机会 也未觅得 相思苦长 好容易带到黄昏 她便匆匆前来 太君一改昔日模样 见她来了 板脸将她叫至跟前 对她说道 因你之故 你舅舅对我怨气不小 让我左右为难啊 你如此胡思乱想 惹人恼怒 我本不想唠叨 又怕你执迷不悟 西物本来心有所计 达到 到底何事 我近日闭门不出 与外界隔绝而潜心袭毒 对舅舅并无失礼之处呀 她说实面带羞涩 太君怜悯之心 油然而生 说道 不必再言此事 总之你以后谨慎些便是 言及此处 转换了话题 西物想起今后 与云居艳难得通信 甚感悲弃 太君劝她进餐 她有口难艳 滴滴欲睡 其实心中 却坠坠不安 挨到夜深人静之时 悄悄拉挪通 向云居艳房间的指隔膳 不料这日镜被锁住了 房间里悄无声息 她甚感乏味 便以指隔膳面坐 云居艳尚未入眠 她躺着倾听 风吹逐动的沙沙声 又听到远方群艳 飞鸣之声 哀愁更生 便读银骨歌 务浓身索云中艳 抵视鸣声四秋愁 同声交低 惹人喜爱 西物听了心急如焚 便在门边低声叫道 时侍从在此吗 快开一下门 然而无人应答 此小侍从者 乃如母之女 云居艳听的西物声音 知道刚才的谷歌 已被她听去 顿感羞涩难当 只管用被子蒙了脸 她隐约地感到青丝蒙动 不免心中厌烦 又害怕惊醒 睡在旁边的如母 只得闻丝不动 二人隔着指隔膳 相对无言 西物独自引道 苦艳夜呼伴 或非愁更增 愁苦深深 沁人心疲 她回到太君房中 声孔连声接叹 将其惊醒 只得躺于床上 辗转反侧 一日出醒 西物游觉几分 莫名羞耻 她回至房中 便与云居艳写信 但送信的小师 从却没了影踪 不能去云居艳房间 西物兄中好事憋门 云居艳呢 因受父亲斥责 深觉可耻 她单纯开朗 天真无邪 对于别人评论 她满也并不在意 对自身命运 也不多加恩律 依然纯真可爱 不惊不厌 也无与西物分离之意 只可惜 如母与侍女 整日在身边谋眉不休 使得她不便与西物通信 若是年长 遇此困境 定会设法巧妙解脱 为西物年幼 无计可施 只得独自悲伤罢了 内大臣此后 一直不再前来 对太君怨恨甚深 内大臣正妻 闻之此事 却也权当不知 因亲生女儿 红辉殿女玉 不能策立为后 她以万念俱灰 内大臣对她说道 梅虎女玉 已被策立为后了 而红辉殿女 玉正空与悲切呢 我同情她 心中苦不堪言 我想让她 静心西洋几天 她虽未立后 任皇上分外宠爱 几乎夜夜临性 使她不得休息 连贴身宫女 都不得安宁 挣不住探苦见 内大臣 次日便向皇上告假 冷泉地出不许 但内大臣固执己见 冷泉地 也只得抢言英语 让她将女玉带回 内大臣对女玉说道 你一人孤寂难耐 叫你妹妹 前来陪你玩玩吧 太君那里 本不必担心 然而那个男孩子 常来打扰 他人小心大 你妹妹年幼上小 本不该接触男子 便突兀地赶到 太君处迎接云居宴 太君极为不悦 对内大臣说道 我仅有一女 不幸夭折 不免感到十分孤寂 兴喜逢着这孩子 实指望她 能与我朝夕相伴 以足天年呢 岂料你对我却不信任 教我好不伤心 二内大臣 甚敢歉就 盲答道 母亲息怒 儿子只是不满此事 并非怀疑母亲 我们家女玉 自宫中归宁 一直寂寞无聊 心事重重 伪时可怜 我姑且将云居宴换回来 以为其心 此乃暂时之事 接着诱导 云居宴蒙受太君抚育之恩 乃得长大成人 此思自将铭记在心 这内大臣 性格倔强 一旦主义已定 纵九牛二虎之力 也难劝阻 因此太君 甚是不悦 叹道 人心叵测 令人烦忧 这两个孩子 年纪上小 竟与我如此生败 说走便走 全无依恋之心 年幼无知 尚可原谅 怎么连知书十里的内大臣 也偏要来争夺这孩子 亦我生愿呢 我看在那里 是不会比在此处 过得更安适吧 说着戳气起来 此时西雾到来 他近来时常彷徨于此 祈求谢后云居宴 他一见内大臣车子停于门前 羞怯不已 只得转身进归东院 此刻内大臣的公子左少将 少纳颜卫左 侍从 大夫等人 也都聚于厅上 但太君却将他们拒诸连外 内大臣兄弟 所谓门都与权忠纳颜等 纵非太君所生 但他们谨守太政大臣 在誓时之规矩 不敢有违 常来看望太君 竭尽孝顺之意 隋同也带了儿子前来 满堂儿孙 品貌实乃西武最佳 太君对西武也倍加疼爱 西武迁去东院之后 太君心底空空如也 而身边的云居宴 则成了他掌上之珠 太君对他悉心教养 百般俯爱 不料如今内大臣将夺了他去 太君甚感欺欺 内大臣对他说道 此时我便要进他去了 日暮来迎接他 言罢退去 内大臣心中想到 此事难办了 不如顺水推舟 成全了吧 然而终究不能接受 又想 喜得让西武生的官位 使我们也脸上有光 然后将其对云居宴的 爱情考验一番 再做商定 唐要允许 举行婚礼也不可草率 若依旧让两人住在一起 纵然景辞向训 但年幼不请势力之人 很难说不会出乱子 只怕太君还要庇护呢 他便已陪伴 红辉殿女玉为由 向太君邪内 及私底内之人撒了谎 将云居宴接去了事 云居宴归家不久 太君来信 信中道 恐怕你父亲 又将埋怨于我 你可知祖母念你之情 盼你早来相见 云居宴即刻花枝招展 翩翩而至 此女年方十四 果然是一个温柔可爱 娇媚大方之楚楚少女 祖母对她道 你一向与我形影相随 朝夕不离 你去之后 我好孤单啊 我乃风筑残年 常常忧虑 可有十回目睹你荣华显贵之日 如今你绝舍我而去 令我伤心难过呀 言至此处 不由垂泪 此时西雾如母宰相君来了 她悄悄对云居宴道 本愿小姐作家女主人 可小姐牵制那边去了 毫不遗憾 婚姻大事 小姐再不可听信 就老爷令许之人 云居宴休而不答 太君与宰相君说道 罢了 不必白费口舌了 听天由命吧 宰相君仍愿愤道 并非白费口舌 就老爷目中无人 我倒要请她访一访 我家少爷 何处不落他人呢 此刻 西雾正于暗中偷看 躺在平日 她深恐别人击平 是不会做此行径的 但此时她恋情苦痛 无所顾忌 便独自在那里抹泪 如母见她可怜 便与太君商量 让他们趁天黑人烟愁杂之时 在另一室内相会 两人一见 脸上鲜红 只觉得心若大海波涛 竟有口难言 泪水净汤 西雾言道 舅舅也太绝情 我本想 他若带你走 就随他去罢 也可让我死了此心 但日后不见 相思更苦 可惜 昔日竟未能长相守啊 云居宴答道 我何曾不这样想 西雾又问道 你思念我吗 云居宴汉手频频 壮若孩童 掌灯时分 退前的内大臣 竟往太君处接云居宴 前驱一路历声喝道 太君携众侍从都道 老爷驾道 竟一时骚乱起来 云居宴惶惶不安 浑身站立 西雾人少气壮 义无反顾 拉住云居宴 不肯放行 云居宴如母前来 见此情形 心中叫苦连天 想道 天啊 看来老太君早知内情 便对西雾怒怨道 活见怪 老爷知道了 定会生气 若那位暗查大纳言 老爷知道了 又当如何 无论你何等才貌 初婚配个六位小金官 终不成体统 言罢 竟往屏风背后而来 禁怨二人的不是 西雾知道 乃娘轻视她官位太低 不免愤然 异形稍减 她对云居宴说道 且听如母所言 我此刻是血泪 石双秀 浅绿和黏红 感到羞耻啊 云居宴达道 各博切忧怨 你我原位置 言由未尽 内大臣闯入哪内 云居宴无奈 只得逃回归中 西雾流于原处 也深感狼狈 只好退回房中躺下 闻得内大臣 幻云居宴速速上车之声 三辆车子悄然离去 心中毫不怅然 太君派人来换 他佯装睡着 闻思不动 却泪如泉涌 辗转忧伤至天明 阴恐太君再次来叫 且被众人发现 双目红肿而难堪 因此 他便一人冒着 沉间浓霜回到东院 准备一心闭门读书 一路寻思道 此街自寻烦恼 而且是十天空阴暗 四为漆黑 西雾触景淫道 岭夜暗难堵 泪眼更昏蒙 再说今年的五节五会 所需五级共五人 原是太政大臣家 遇前五级一名 虽然此事并不特别繁忙 但日子渐进 随从五级童女等人的服装 需得赶紧制备 东院的花散礼 负责五级入宫时 随从人员所穿的服装 原是自己管理总务 心力求好皇后 也从旁协助添置 诸多艳装力士 且配备了童女 和下级差役的衣衫 去年因藤湖母后去世 五节五会暂停 未补去年之汉 今年众人兴致极高 各家争相选送五级 竞争激烈 物求完美 今年宫中颁布新规章 会散后五级军留住宫中 提任女官 故此众人接院宋女前往 连云居宴后父 暗查大纳严与内大臣之地 左卫门都 尽都欣然参与 地方要员方面 现任进江手 兼左忠义的梁卿 也送上一女 原是太政大臣家 所遣送五级 乃现任赦金手 兼左经大夫 淮光朝臣之女 此女面容较好 有美人之欲 淮光因出身寒威 不免难为情 旁人安慰他道 按查大纳严所 遣送为策士 所生之女 你将正妨碍女 送出去 有甚不可 淮光文之 举妻不定 念及当过五级之后 便可在宫中 充任女官 便下定决心 叫他先在家中 练习舞蹈 随身侍女 皆精挑戏选 在饰演那日黄昏 便将女儿送至二条院 原是大臣 将朱院所见女童 及诗人 一叫来亲审 为舞姬挑选随从 所有入选女童 想即将来 各个喜行余色 原是规定预演之前 先在自己面前 饰演一次 选定同女容貌 姿态优美 欲除去几个 竟难以割舍 笑着说道 要是再送一个舞姬 便好了 只得再根据 仪态神情复选 西吴进入大学家后 一直精神恍惚 不思饮食 心情极抑郁 也无法禁毒了 整日只是闷窝于床 此时欲出门 去解解闷 便信部二条院 四处游玩 她相貌俊秀 以表堂堂 年轻侍女们 无不赞叹 但她来到子姬的住处 竟不敢走至连前 袁氏深有体会 深怕又生不测 因此阻止她与子姬接近 子姬的事 女们也躲着她了 此日未迎接五姬 二条院一片忙乱 西吴趁机 混至子姬 锁住西殿 五姬由众侍女 搀扶下车 这边门前 临时设立 屏风后小响 西吴便进去窥望 但见这五姬 倦体横卧 年龄与云居艳相仿 身子却还要高挑些 神采飞扬 风流咸雅 竟比云居艳 有过之而无不及 此时天黑难辨 但觉酷似云居艳 并非疑情之故 唯绝仅此一见 不能满足 便伸手扯其依居 五姬不知何事 惊诧不已 西吴赠师道 给街童心出相逢 寄予天人情仍浓 我一直在牵挂你 此举唐突之至 她的声音 虽异常轻柔动听 但五姬并不熟悉 推赶胆缠心凉 此刻 侍女们慌忙赶来为她添装了 人声鼎沸 西吴只得悍然而去 西吴对自己那席六位官的 淡绿色官袍 置为闲艳 因此连官也懒得尽 门也不尝出了 但五节舞会期间 宫中特许不照官位穿袍 她便着了便袍前往 西吴年纪上轻 清秀俊逸 不太昂然 面貌远较年龄老成 自皇上以下 王公贵族无不爱怜被制 如此恩宠 史无前例 五位舞姬人公仪式隆重一场 服饰匠心独具 美不胜收 原是太政大臣 于按查大纳严家所见 舞姬姿色出众 讨人喜欢 但原是家怀光的女儿身上 那种天生丽质 却是大纳严家的女儿 所不及的 怀光之女 庄树雅致 其高贵之态 胜过她原来身份 赢得众人连声赞誉 世年所选舞姬 年龄稍长于往年 因此别有一番韵味 原是太政大臣 人公观赏舞节舞蹈时 呼吟起 昔日舞节舞会中的 柱子少女来 便于第四日正式舞会 陈日传书于她 信中言辞不言而喻 所付之诗为 当年少女今圣夕 昔日增郎今已老 回首往事 她深感此女可爱 情不自禁做出此举 舞节舞姬收到此信 怀旧之情 油然而生 颇感人世变化莫测 她答事道 眼前浮现当年是 舞秀传情心自知 其信间绿色花纹隐约 正和舞姬沉日着绿之意 墨色浓淡相宜 字体多维草书 显得洒脱随意 原是细细品味 觉得柱子鸡人如其书 细物钟情怀光之女 常欲偷偷与之亲近 然而那女子神态庄重 难与接近 孩子加生性腼腆 也只有空子皆探 她想 云居宴既然与我缘分浅薄 这女子相貌交好 我且前去结识 以为此心 舞会完毕 重舞姬当流于宫中 提任女官 但此次先回家中改日人宫 尽将守良情之女 回心旗祭蝎 射金守怀光之女 回南波拔蝎 皆匆匆退去 按插那言 暂将女儿带回哪中 奏轻改日送人宫中 作为门都所送舞姬 非亲生女儿虽遭人非难 但终于容许入宫 怀光向原氏太政大臣 恳求道 宫中点事上未满额 希望次小女 以点尸之指 原氏答应未知设法 西武闻此 甚感失望 他寻思道 倘若我年纪稍长 官位尊高 这美人非我莫属了 如今我满腹心事 也无从告知 真是伤心 他对五节五姬 虽私目不深 但天上对云居宴的相思 免不了整日涕泪连连 这五节五姬之兄 是位殿上童子 常去侍候西武 一次西武与他极为亲近的交谈 问道 你家那个五姬妹妹 何时进宫 童子答道 听说是年前 西武说道 他姿色出众 我很爱他呢 你有良机见他 我若是你就好了 能否助我一臂之力 童子答道 我哪里敢 妹妹的闺门 连我也不能越雷地半步 父亲说男女有别 即使兄妹也千万不可 何况你呢 西武说道 这样吧 你给我送封信去如何 童子畏惧不敢应允 但西武又哄又下 他也无法兼拒 只得带信回去 那五节五姬虽说年幼 但情窦已开 得了信喜不自胜 但见绿色双重愁 精美远比 比例虽欠老恋 但可窥见前途无量 字迹也俊秀可爱 信中有诗 少女偏触舞 致爱苦难素 正看信时 父亲怀光突然闯了进来 两人大为惊异 急欲藏信 可惜为时已晚 父亲问道 为何信 遂拿起信来看 两人顿时脸色鲜红 父亲见了信骂道 你们干得这般好事 哥哥便要逃走 父亲喝住了他 追问此信 为谁所写 哥哥答道 太正大臣加西雾公子 怀光听的此话 立即转怒微笑 说道 公真乃风流多情 可爱啊 你们与他年纪相仿 还是不知事的傻瓜呢 他称赞了一会 转身将信与夫人看 对他道 秀公子出身高贵 能看得上我们家女儿爱他 与其让他当个寻常宫女 还不如与公子为妻呢 我了解大臣的性情 他一旦相中某个女子 便爱慕至深 甚是可靠 有其父必有其子 我愿做名识道人 但别人皆为五级入宫之事 忙得不可开交 西雾不能与云居燕通信 但在他的心底 云居燕远胜于怀光的女儿 于是思念之情 与日俱增 整日在家忧愁悲叹 不知何时再能相见 也无心造访外祖母了 一起云居燕所居之事 或是年前共处的游吊之地 更加觉得此情难舍 连云居燕自小居冠的 太君整座功底 也唤起千般撕裂 他只得在东院闭门苦读 原是请求 东院西殿里的花散里 做西武监护人 他对他道 太君年老 恐不久于人世 我将这孩子托付于你 让他自幼于你亲近 太君先去后 便由你关照他了 花散里对原事 从来唯命是听 便欣然应允 从此对西武疼爱周全 西武依稀常见 花散里容颜 他想 这继母相貌粗陋 父亲 竟也舍他不下 又想 我因丹木姿色 而苦练 这不能相见的云居燕 实在无聊 还不如另寻柔情 如花散里之女子 但转念寻思道 终日面对一张丑陋面目 未免乏味 父亲数年照顾这花散里 身惜其容貌品性 所以对他平平淡淡 反而得以长久了 正如谷歌 犹如蜜叶重重格 不无道理 他未生出这无聊的想法而羞愧 外祖母太君 虽装若老泥 但风韵清秀 且平素所见 家丽如云 谁这花谷里 本来貌不出众 年事既高 毛发有稀疏 很是看不如眼 又是年底 太君撇开朱氏 一心为西武至北新年服饰 虽做了许多套漂亮服装 但西武视若不见 他说道 元旦入宫贺年 我不一定去呢 外婆大可不必这般忙碌 太君说道 你哪能不入宫贺年 又不是老人病夫 西武自语道 怕是为老先衰了 说吧 躺下泪水 太君明白 他是为云居燕而流泪 甚是怜悯 也不由伤感起来 对他说道 你身为男儿 纵然出身寒威 也应有大丈夫气概 何况如此高贵 又怎能垂头丧气呢 你心里有何忧愁 别伤了身子 西武道 我有何忧 一个小小六尾官 别人哪里看得起 虽说暂时 但我有何脸面尽的工具 外公若是在世 我不会如此备受凌辱理 父亲哪里还算我的亲爹 连外人也不如 他的房间 也不许我擅自出人 我只能在东院的西殿里 与他接触 虽说继母疼我 但躺生母在世 我自无忧了 说着转过身去 替泪连连 太君见之更觉可怜 也潸然泪下 后来他说道 人无贵贱 但凡母亲早死 皆属可怜 然而老天自有限 长大之后有所作为 谁还敢轻视 你千万不可伤心 要是你外公能言传几年才好 但如今你爸爸会和外公一样 尽力照顾你的 我也谨示他 则不称心之事甚多 外人都称赞你舅舅精明强干 然而他待我 已不同于往日 我即使长寿 也是多受煎熬而已 你还小 虔诚无量 总要遭遇一些小小的忧患 可知事间本来苦多乐少 说罢已秀世类 时至元旦 元氏身为太政大臣 不必入朝贺年 便贤处瑜伽 正月初七日白马节会 按照古西藤原良房大臣规矩 将白马迁入太政大臣邪内 一切仪式效仿宫中 盛况空前 2月20日 冷泉地行性朱雀苑的日子 此刻 早应已经开放 颜色颇为亮丽 本来当于春花烂漫时行性 因三月乃藤母后继月 所以提前了 这日 朱雀苑内布置的典雅别致 极为讲究 稀罕真丸 应有尽有 随驾行性的公卿亲王等 皆衣官楚楚 他们面白里红的山袍上 罩着绿袍 冷泉地则一身红袍 因班旨宣照 太政大臣同行 顾元氏也随行至朱雀苑 他也身着红袍 因此两人一样光彩艳丽 几乎叫人有目难辨 此次行性 个人装束及种种布置 皆比往昔讲究 朱雀苑遂已退位 清位尤慎当初 荣资优美一场 此日行性之会 为宣照专门诗人 只用才华出众之大学 学试诗人 仿照市部省文章生 考试规矩 由皇上驳此尸体 此次考试寺专为太政大臣之公子 西武而设的 他们各自乘坐一只不细之舟 放之于湖 几个生性怯懦的学生模样狼狈 日破西山 乐传游七 传台上清歌漫舞 清风将乐声向湖面送来 悠扬婉转 西武独座周中赋诗 苦不堪眼 想到 我又何必进大学家 做什么大学生 也与他们一样 观舞寻乐罢 想想 心中不免怨恨 乐传上奏起了舞曲 春假转人 朱雀苑文后 一起同湖地 当年举行花石石的情景 凯然道 那时的盛况 怕不会再有了 元氏也想起 昔日盛景 丽丽如在眼前 舞曲奏罢 元氏便向朱雀苑敬酒 又现湿道 春光央与景依旧 赏花朱逢雇人寻 朱雀苑何道 别愿分歌半艳语 九重造句也能听 元氏之地 率亲王 现任职兵不清 亦向冷泉地敬酒 且现湿道 清涂笛声音依旧 婉转分体语如出 银石声音洪亮 显见出自诚心 令人欣喜 冷泉地达道 功名扬非怀旧事 私事吊陵春花残 此次银石作父 因非朝廷的正式诗会 仅是临时触景生情 故唱贺之人不多 乐传阁的教远 乐音缥缈传来 不甚清楚 皇上遂命取来 朱般乐器 御君臣同乐 琵琶当属兵不清亲王 何秦由内大臣辅弄 争则奉承于朱雀苑 太正大臣少不了七贤情 请人皆为乐坛圣首 一十个诗妙计 合奏妙曲 其声辫子非同凡响 许多善歌的殿上人 于一旁事后 他们又歌催马月 安明龙 唱词道 福帖美哉 今日尊贵 古之今日 未有其力 简铁美哉 今日尊贵 接着又歌唱 英人 月色朦胧 中岛一带 篝火熊熊 此次行性之游 方才告终 夜兰人静 冷泉地回家 入经朱雀苑之母 红辉电太后宫邓时 觉得过门 不入有失礼节 便进去探着 元氏太政大臣 一同前往 太后甚是喜悦 即刻出来相见 元氏见太后 老太龙中 不觉一起已故的 藤湖母后 她想 世间原本有此等 长寿之人 藤湖母后早亡 真太可惜 广太后对冷泉地道 我如今年迈 既已欠嫁 今日御驾亲临 感激不尽 我正一及当年 同湖地时就是呢 冷泉地答道 自父皇母后 气阳以来 我对良辰美景 亦无心赏弯 今日得见太后 心情欢畅 她日定来问候 元氏太政大臣 如此这般 一番客套话后说道 日后再来请安 太后望见 圣大仪仗队 簇拥着元氏 匆匆回家 心中顿声警戒 她想 她躺将往事 铭记于心 不知作何敢想 原来命中注定 她必将独揽朝纲啊 当初拒不该对她无情 她的妹妹上代额月夜 闲来也追忆往昔 感慨万千 时至今日 仍不失时机 与元氏书信往来 太后常于冷泉地前 鸣不平 对朝廷班次年俸 年绝时有不满 或其他诸种 不遂仁义之事 她恨自己为何不死 以致老来如此凄凉 长梦想恢复昔日盛况 对眼下诸事 皆绝厌烦 太后年纪愈大 牢骚愈多 她儿子朱雀苑 也难以忍受 苦不堪言 这一日西武 附作甚好 考取了进土 此次考试 题目极难 所选十个学生 虽才华出众 但集地仅有三人 秋天任免经官时 西武晋升为五位 做了代从 她对云居宴 依旧念念不忘 但那大臣防范甚严 叫她奈何不得 她也不便勉强 仅是巧询时机 虎同银讯罢了 好一对可怜的情人啊 却说原是太政大臣 欲迎见一所新少 她筹划定要 比如今的林地 更为宽敞堂皇 已将比 居于四处 而难谋面的情人 汇集到一处 尤其是那位 辟出山乡的名时机 便于六条妃子 就哪一代 选了风水宝地 分为四驱 择日破土动工 下一年便是子稷父亲是 不倾亲王五十寿臣 子稷正为祝寿之事 费新准备 原氏也认为 此事不可怠慢 应尽早筹办为事 既是祝寿 若于新郎举行 定更显弃派 便命加紧铸造 勿须早日竣工 拉近春智 营造翟林 与筹备祝寿君 进入紧张时期 原氏正为 府地落成之后的贺宴 操办乐人 与无首的挑选等时奔忙 经眷与佛像 举行法会时 所需装束及犒赏物品等 尽由此籍全面操持 东院花散礼也来相助 此人情义甚密 和睦相处 时日道也逾越 原氏家两庄大事 当时明造一世 是不倾亲王也略知一二 他对近来原氏的所为 脱为不满 尽管原氏是他的女婿 但原氏宁将恩宠 嫁于别人 也不愿施舍于他 心想原氏 定是为流域虚魔石 视不清 对他冷淡而故事报复 不由救援交加 可是原氏在他成群姬妾中 对他的女儿宠爱之情 与众不同 却又让他觉得脸上有光 如今为了给他祝寿 排场盛大 举国皆知 也算暮年之幸 心中又十分惬意 但他夫人老沉着脸 他一直困原氏 当年末提拔他的女儿 进攻当上女玉 而耿耿于怀 八月中六条院便进攻了 众人准备桥迁入内 四区内 卫深一区及西南一区 曾为六条妃子旧底 县仍属其女邱好皇后居住 陈以一区及东南一区 由原氏与子姬居住 丑黄一区及东北一区 由原住东院的花散里居住 虚亥一区及西北一区 拟为名时及居所 原有池塘及甲山 不尽人一处 一律改建 流水从从与石山百态 为之一新 各区中景致 皆按女主人品性布置 此及所居春院 以赏春花为主 怪石构成的郡额甲山 曲折静岩的池塘 极为别致 区内栽植有无数春花 如五叶松 樱花 紫藤 项吏 纳西等独具匠心 令人心旷神性 其间右肩直邪秋花 秋好皇后所居的秋院 最适宜关秋景 原山上栽有或浓或淡的红叶树 从远处引来清澈泉水 为增大水声 筑岩已形成瀑布 这便扩大了秋叶 其实秋花窦岩 景色宜人 与俊娥大雁一带的山野相比 真是美不胜收 花散里所居下院 则为避暑圣地 清凉的泉水环流旗舰 夏天离谷木笑青叶茂 参天入云 窗前只有弹竹 旗下凉风轻浮 树木高大挺拔 水晶花梨园围四周 极具山乡风韵 院内中有金物丝绸兮的菊花 墙壁花 货卖花 牡丹花等株种下花 由春秋花木杂志旗舰 马场垫位于此区东部 院内建有为以栅栏的包马场 供五月赛马 水边种着郁郁葱宠的鸡脯 对面驻有马厩 饲养着举世无双的骏马 明时期居住的东院 北部隔开建造仓库 旁边种着苍翠的苦竹 与茂盛的苍松 一切布置皆是一余观赏雪景 秋去东来 傲双秋菊 绚丽催宝 坐林伺火 傲然屹立 此外栽植有许多不知名的深山桥木 枝叶玉语苍苍 乔迁定于秋分世界 本应举家同迁 但秋好皇后生性孤僻 没有同来 便拖延了些日子 秋分之夜 则只有花散礼和紫姬一同乔迁 紫姬所爱的春院 虽与此时竭令不合 但也趣味盎然 紫姬用的车辆 继十五台 由四五位金官护送 亦有六位殿上人 借为亲信 此排场不算盛大 未必识人鬼则 故一概从简 并未普障浪费 花散礼与子姬所用车辆 仪仗有些相像 西武作为大公子 与乔迁时全面负责 一切井然有序 各院皆设有侍女士 一人一事 新院设备极为周全 五六日后 秋好皇后从关中一千入院 其仪式一颇盛大 此院各区相互隔离 但有曲郎相连 可以来往 因此诸女友时常相会 其乐无穷 十至九月 山上红叶似火 格外明艳 皇后院内秋景一人 美不尽言 一日昔暮秋风萧瑟 皇后将诸种红叶圣鱼燕盖上 派一桶女亲奉送于子姬 此女童年龄稍长 身材苗条 上身着浓紫色设子 外罩浅紫色外衣 及一席红黄色皮衫 容貌婆家 她穿廊过桥 来至子姬院内 此属一种风雅的仪式 一般派年长的侍女奉送 但因此女童十分可爱 秋好事后便特派了她 此女童惯于伺候贵人 举止端庄 仪表典雅 她仍难以企计 皇后赠子姬师 君心最喜春最好 盼待小园暮春光 我家秋院风午夜 边路燕影翻红浪 青年侍女们争着昭示女童 其情状亦颇为可爱 子姬的搭理 是于纳燕盒盖内 曝鞋青苔 装饰若言实样 又于一只午夜松枝上 附诗一首 红叶随风翩翩去 空之突突足可怜 怎比眼前一树松 春色清清寄人间 松树枝差于青苔堆垒的眼间 仔细看来 恰似巧夺天宫的盆景 秋好皇后 见子姬急性写出如此好诗 足见其才思敏捷 可叹可配 原氏对子姬说道 皇后送此红叶与诗 让人不快 等到来年春天 你可报复她一下 现在贬吃红叶 怕对不起丽田姬 只好委屈你了 将来樱花盛开 你便可逞强了 夫妇没笑闹谈 趣味盎然 娇人不胜艳羡 要论住处 此六条院最为理想 朱夫人相处和睦 时时问候 明时机虽住在大宴哪内 自念身份卑微 不愿与他人同时迁入 待十月间 其他人均已居定之后 方暗暗迁居 但迁居一仗 诸种排场 均不逊于他人 原氏考虑到明时 小女公子的前程 待明时机异常优厚 与子姬等并无差别 第二十二章 玉渊光阴荏染 不绝诱过十七年 原氏之公子 不知见过多少角色女子 可那西岩 在他心中仍鲜明生动 梦魂萦绕 躺他尚在人世 该多好啊 西岩的侍女幼静 才貌一般 原氏公子四恋旧情 对他尤为优待 让他与老侍女 一道共指底内 他流于须末时 子姬皆管众侍女 幼静也随之共指西殿 子姬觉得 他心地善良 行为千景 便十分器重 但幼静仍面念不忘西岩 公子多情 即便是不十分相爱的女子 依然给予关心照顾 从不随便一气 唐我家小姐还在人世 公子对她的宠爱 不知何等深呢 虽慕能与高贵的子夫人同恋 恐也是六条院中人了 如此一想 更觉悲伤 又加上西岩的女儿玉毛 寄养于西京西岩如母家里 音讯全无 幼静一直将西岩抱死之事 深藏于心 况且原氏公子 也叮嘱悟将她的姓名 告知外人 故一直不便前往探访欲望 在这期间 如母知父来生太宰少获 付住子任之 她便随夫移居住子 那时欲望刚满四岁 如母思念西岩 昼夜哭泣 到处烧香拜佛 又向相识之人打听 但终未能知其下落 她想 事已如此 我就抚养这孩子吧 也算夫人有个疑念 只是她跟着我等身份 低微的人远赴边地 恐要多受劳苦 还是设法通知她父亲才是 然终无机会 后来家人商量 躺真找到这女孩父亲 问起西岩 如何作答呢 这孩子 怕是不会亲近她父亲的 真要交给她父亲 我们亦放心不下 再者 躺她父亲 见到这孩子 定然不许带走 最后决定不通知她父亲 且待在身边 欲病长得端庄周正 年纪虽小 高自优雅之相 已隐约可见 如母一家 登上简陋木船 顺水而下 景况甚是凄然 满怀童真的欲望 一心难忘妈妈 上了船 便不断地问 我们到妈妈那里去吗 如母听了 暗子垂泪 也勾起了如母的两个女儿 对西岩的怀念 止不住泪落如雨 船上的人劝导 在船上哭孔不吉利呢 一路山清水秀 婉然如化 如母想到 西岩夫人生性 最爱山水美景 要是她也见到这般景致 不知有多高兴呢 哎 躺她还在 我们也不会远赴她乡了 她眷恋京都 正如谷歌所言 行刑坚决离愁农 却现实沉去复归 不免黯然神伤 此时船上烧公粗矿地唱起调歌来 迢迢到远方 我心好悲伤 两女儿听了 心有感触 挨死又增 忍不住相遇哭泣 船航至筑前大岛谱时 二人便吟诗唱鹤 船歌优越过大岛 萧公莫非怀顾人 大海号森宿行舟 何处寻觅苦恋人 他们互诉远赴他乡悲苦 心惊胆寒地度过风浪险恶的筑前 近于齐海峡谷 他们又想起一曲谷歌 便不断地吟唱我心中不忘一句 不久抵达柱子 进入太宰府 而今京都已远 不知那失踪的西岩身于何处 儒母等一想起便落泪不止 只得精心抚育欲望 以此未见 日子渐渐过去 西岩偶尔也出现于儒母梦中 然而总有一酷似他的女子相伴 而且每次醒来 如母皆心绪烦乱 深觉不适 于是他想 莫非夫人不在人世了 从此欲为伤心 岁离五载 少获任满谢侄 决定返京 然而征途漫漫 所需费用甚多 而本人为卑示弱 无甚积蓄 故犹豫不决 躺阳度日 其料少获忽染重病 自知将不久于人世 此时欲望年仅十岁 容貌娇美 令人惊异 少获牵挂玉毛 换来家人说道 我已病重 恐再难照顾玉皇了 这孩子也真命苦 让他屈居此等乡间 真委屈了他 自到柱子 我便想于某一天 将他送返京都 找到生身父母 安享荣华 哎 殊之我心事未了 便客死一箱 他担心欲无前途 便换来三个儿子 立下遗嘱 我去之后 你们要诉将此女 送往京都 其他诸事 五须操心 不久便撒手而去 这欲勇为谁所生 连关哪内的人 都不曾告知 与人只称 是外孙女 乃身份高贵之人 数年来 于身归里长大 如今少是摔死 如母一家 无依无靠 悲苦之余 只得遵照遗嘱 设法返还京都 然而在柱子 少获给有众多冤家 如母深恐那些人 阻碍他们归京 一直愁愁难绝 转眼间 又是几年过去了 玉堂已长成窈窕淑女 既承袭了母亲的美丽 又因父亲的贵胄血统 显得高贵优雅 温婉贤淑 胜过当年吸引许多 真是个绝代美人 当地好色之徒 皆为之神魂颠倒 纷纷登门求婚 于如母眼中 众人皆不过甜舌而郎 竟想攀折金枝 实在荒唐 虽一律置之不理 未必烦扰 便传出话来 此女子 虽长得好看 却患有严重残疾 不得婚配 只送去当尼姑 与我有生之年 暂留身边罢了 外人便传 真是遗憾 已故少五的外孙女 是个残废人 如母听了又极为生气 她刚到 无论如何应送她返京 她幼时甚得父亲宠爱 如今阔别多年 长大成人 他们该不会嫌弃吧 于是日日祈祷 盼早日了遂此院 此时 如母的子女 皆已于当地成家 安居度日 如母心中焦灼 只觉回京一世 更见渺茫了 那欲望异常聪慧 见明自己身世 只恨人生苦多 她每年三次摘成寄星 以此消灾其福 至二十岁 愈发出落的 鸟鸟亭亭 婀娜多姿 住此乡野之地 有如玉霾沙中 时甚可惜 此时他们已千居肥前国 当地略有声望之人 闻之由此美人 纷纷前往 登门求婚者 络绎不绝 如母不胜其烦 厌武之极 且说附近 肥后国 有一大家族 其中一武士 职位 智大腰间 在当地声名显赫 她虽一介武夫 却附庸风流 到处罗制美色 对美貌的欲望 自是热心 便传言不畏残疾 定要将她弄到手 并委派人来 诚恳地求婚 如母异常厌恶 回答道 我们外孙女 不会答应的 她即将出家为妮了 大夫坚文 此愚家着急 便抛开所有事物 亲往肥前求婚 并私下找来 如母三个儿子 让他们说服老人 对他们道 若能成就此事 我定献你们为心腹 日后不遗余力 提拔你们 其中二人动了心 回来劝如母道 母亲呀 这桩亲事不错 先前差点委屈了小姐 大夫坚道 是易得利靠山 且答应提拔我们呢 要在此地生活 总得仰仗她才行 出身宿门 身份高贵 又有何用 这么多年 她父母也不来认她 谁知道她是名门千金 这人身份相衬 况又诚挚相求 易小姐眼下处境 嫁于此人 算交好运了 恐怕也是前世姻缘 要不怎会流落于此呢 若不远婚 又能逃到哪呢 那大夫坚脾气暴虐 一旦动怒 后果可想而知 两个儿子对母亲 连逼带幼 诉说一番 如母听了又惊又妾 掌胸风后介对母亲道 此事无论如何 总不妥当 既对人不起 又有为父亲遗愿 我们得快点想个法子 诉讼小姐进京 如母的两个女儿 想到小姐处境 也很同情 不禁叹道 她母亲命运不顺 年纪轻轻便突然失踪 如今尚不知死活 我们一心盼小姐 能嫁个贵人 若嫁给这个蠢汉 恐怕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但大夫坚不知 自以为身份高贵 频频写信 诉说私慕爱恋 她的字虽不错 信间为中国产的色旨 香气落语 奋力求 极止风趣 却闻法错误 漏洞百出 且叫如母的次郎相见 亲临拜访 这大夫坚三十上下 身躯高大肥胖 虽步十分丑陋 但言语喀苏 举止粗鲁 面目可憎 让人生艳 大凡寻花问柳 定于夜间进行 故称何荤树为夜荷花 此人却于春日傍晚前来求婚 谷歌云 秋夜相思特地深 眼下不是秋天 可他对玉毛的相思 却比秋夜更深 此姑且不论 既已上门 也不好将其聚于门外 如母无奈 便前来接待 大夫坚说道 后生久养贵府 少获大人 才高得众 声名远助 长寺拜时 侍奉左右 其料 后生此愿未遂 大人衰然先世 令我悲净不已 为弥补此愿 你请将府上外孙 托付后生 定当尽心竭力 为此今日冒昧前来 拜访资福 贵妇小姐 乃金之玉叶之身 下嫁后生 定有辱墨 但后生定将她奉为女王 让其位居高尚 太君未能素云此事 或西寒舍多有贱俗女子 不屑与她们同恋 其实 此等贱人 怎可与贵妇小姐相提并论呢 后生仰望小姐高位 不逊于皇后之尊 她强提精神 恭为了此番话 如母目为所动 正色道 岂敢岂敢 老生毫无此意 承蒙不弃 深感殊荣 只是小女子福薄命浅 身患不可见人的残疾 不能侍奉金林 长暗子叹息 老生勉为照料 义苦不堪言 大腰间又道 区区小事 实不足为虑 普天之下 即便双目失聪 二足瘫痪之人 后生亦能妙手回春 促其康复 况此地神佛 尽皆听命于我 她洋洋自得 大肆吹嘘 接着便指定 本月某日前来迎娶 如母老太太盲答道 不可不可 本月乃春季末月 一乡下习俗不宜婚嫁 赞用此言推辞了 大夫坚起身告退 胡绝英奉赠一诗 思虑片刻后 淫道 今日发誓神相前 此生不作复心汉 此诗做得不赖吧 说实满面堆笑 原来此人初次作诗 并不懂练歌赠答之事 如母老太太 已被她缠得昏头转向 难以作出答诗 便叫良女儿代作 女儿也推说作不出 她觉得久不作答 有诗体面 便将想到的话随口引出 朝夕祈祷表心愿 愿为不遂恨杀神 吟诗声音颤得甚是厉害 大夫坚 将身一转挨了上来 说道 且慢 此话怎讲 太太吓得浑身发抖 面如土色 两个女儿亦很害怕 但只得强作笑颜 替母亲辩解道 家母之意 此人身患不可见人的残疾 发誓永不嫁人 倘若有违心愿 她必然生恨 母亲人老糊涂 说错了恨杀神明 还请大人多多体谅 大夫坚道 恩恩 此话不错 她点点头 又道 此事好极 后生虽居山野 但非俗名可比 警兜人有甚稀罕 他们知道的我皆懂 你等可别小瞧了我 欲在作诗 但长久银额不出 只得告辞而去 如母担忧 大夫坚收买了次郎 深恐惹出事端 便与长子丰后界商量 催她尽快设法 丰后界寻思 我有何法 两兄弟不再帮忙 只因我为 按大夫坚的意思去做 早已有戏了 那大夫坚 何事干不出 若惹恼了她 不知要遭多少罪呢 她异常烦恼 玉毛剑如母 疾风后界 为自己这事 弄得焦头烂额 无计可施 想来回京无望 更觉人是悲苦 便闭门哭泣 只想寻思 如母见她要轻生 更是忧心如焚 封后界不忍欲望 落入火坑 决定冒险 带着玉皇 离开此地 如母两女儿 也决心舍弃 患难与共的丈夫 陪欲望进京 便决定 由汝名教贵君 如今称兵部军的 小妹 陪欲望夜间上船 殷大夫间 已回肥后国 将于4月20前后 选定即日 前来迎亲 故乘此机会逃走 殷子女太多 兵部军的姐姐 给魏同行 这三女子 虽然身份高低不同 但多年朝夕相处 已亲如姐妹 如今分别 真让人想起 悲墨悲牺牲别离的古诗 想到从此将不见 松浦宫前卿上的美景 想到从此姐妹将天各一方 想到此去疾凶未卜 并不均别情一一 悲从心起 临行赠师道 方托苦海未定魂 何方今夜薄附身 欲望也临别赠师道 渺茫前程多其路 随风竹放身飘零 银霸神思晃他 晕倒于船中 众人出走 大夫坚定会很快知晓 因此人生性倔强 势必昼夜追赶 深恐到时出走不成 反遭大夫坚迫害 便雇了只有特殊装置的快船 真是苍天有眼 恰逢顺风 张帆的木船一路批拨逐浪 见一般驶向京都 牙商人见此船 皆惊呼道 怕是搜海盗船吧 如此小的船 却行走如飞 被人比作贪财的海盗 无甚可怕 可怕的倒是 那狠毒的大夫尖锥感 船里人都提心吊胆 船经想贪时 欲望淫师道 忧患流离兄如岛 心经想盛想贪生 船行接近川速地方 众人才输了一口气 那烧工又粗乎地唱起船歌 唐婆开出船 三天到穿速 歌声沉闷凄凉 风后借用悲凉柔软之声 唱起歌谣 瞧妻与爱子 我今皆忘却 风后借策划此次出逃 连妻子儿女也无暇顾及 仅于这惊魂否定时 方思念起娇喜爱子 家中能干可靠的仆人 借带走同行 若大夫坚痛恨报复 必将妻儿驱逐出境 那颠沛流离之苦 有谁能帮助他们呢 此次仓皇出逃 妻小也没顾得安顿 想象上在肥前的 他们的可怜处境 又懊悔伤心 止不住落下心酸的泪地 随后又引诵白居一诗句 徐元香并不得见 胡帝妻儿戚其娟 兵部军见他引诵 一勾起诸种事情来 此次事件确实令人费解 我竟抛弃了那幸福的爱情 舍弃了多年陪伴的丈夫 逃往异地 如今他不知做何敢想 又想 我在京都无亲无故 虽出生于私 可少小离家 如今回去恐无人能识了 仅为护送小姐 便抛夫别子 遗弃家乡 于这惊涛骇浪中漂泊 究竟为了哪般 哎 将小姐安顿好再说 她茫然无措 随众人抵达京都 一行人落脚于九条 一熟人家中 九条虽处京都 但为世境之地 往来都为商谷 及寻常女子 非贵人居地 众人寄居于此 郁闷度日 不觉已至秋季 追忆往昔 缅怀未来 悲戚之事犹多 此时丰厚 借于此陌生之地 亦如故隆失水 一筹莫展 欲回住子肥前 又恐有失体面 不免懊悔此行 太过草率 同来的侍从 进阶借故 逃离他乡 如母既觉生活不安 又觉委屈了儿子 整日惆怅百劫 封后届安慰母亲道 母亲不必过于担心 还望保重身体 为了小姐 我也在所不惜 哪谈得上什么委屈呢 试想 躺将小姐 嫁与那粗陋之人 我纵能升官发财 平不清云 又能安心享受吗 接着诱导 神佛定能保佑小姐 领她获福 这附近有一八番神庙 与小姐在外乡 所参拜的香旗神庙 及松浦神庙 所把的为同一神明 小姐离去该地时 曾向此神明许下誓愿 因此蒙地保佑 平安回京 今当速往参拜 便劝他们去八番神庙上乡 向熟悉情况的人一打听 知道有一个先前亲近太宰少公的人 如今是这儿的至客僧 便换来这只客僧 叫他引导 前往上乡 上乡归来 封后借又到 除八番神明外 在佛菩萨中 我国最为灵验的药鼠春世 长谷寺观音菩萨 圣明增传至中国 虽客居他乡 但数年拜佛 小姐定会得到保佑 便遇待他前往 长谷寺其拜观音菩萨 其路途遥远 但为表前程 封后借仍决定徒步前往 玉堂久居深归 不堪不行 心甚惧怕 但想到如今处境 只得忍痛前往 他想 我前生造了何等冤孽 此事遭此大难 堂母已离人世 他若疼我 应早些换我同去 如上在人世 亦该见我一面啊 他于心中不断向佛祈愿 可惜他连母亲容貌也记不得了 过去指望母亲尚在人世 因而悲伤叹息 如今受了这般苦难 更绝渺茫 四日后已时 历尽千难万险 方至春世 他早已疲惫不堪 毫无人行了 到达春世 玉毛已双脚红肿 无法动弹 一行人只得投诉于此 同行者出风后届 还有两个身配弓箭的武士 三四个仆役及同男 女眷仅有玉红儒母和兵部军 众人装扮成旅行者 衣服皆披于头上 衣裙撩起 头戴女粒 此外另有二老侍女 和一个负责清洁的女仆 这一行人数甚少 极不显眼 他们来到住宿处 先点燃佛前照灯 摆上供果 日暮时分 一法师从外边回来 却是此家主人 法师建筑下玉毛 这一行人很不高兴 说道 今晚有贵客来此薄宿呢 你们从哪里来 女人家不懂规矩 会做出不合时宜的事来 玉宗等听了甚是气愤 正于此时 果真涌入一群人 众人中 一大群男女仆丛族 拥着两个华贵妇人 那中还有几个仪表堂堂 气度不凡的男子 虽带着肆无匹马 却皆是不省而来的 他们举止谨慎小心 并不张扬 法师所说的贵客 定是这些人了 监狱堂等人先住下了 法师很是傲丧 欲望他们也觉得不好 想另寻住处 但一来有失面子 二来亦不甚方便 因此用帷幕将欲望 居处隔开 让出地方来 新来的客人也很客气 大家互相谦让 各得其所 新来之客 正是昼夜思念欲望 几乎成级的幼靖 这幼靖做了十多载世女 虽原是公子念及西言 对她照顾周智 但她总决中途投靠她 不甚何事 顾常至常古寺 其拜观音菩萨 望神灵宝又能找寻到 小女主人 以便终身有靠 她常来此地 一切自然很熟悉 只因太过疲惫 便躺下休息 终未发觉有何异样 此时 呼听门外有人说道 请小姐用膳 伙食不好 甚是失礼 又今听见这话 直到里面住的人身份高贵 心念一动 便凑向门缝窥 只觉那捧着石器盘的男子 颇有些面熟 但一时记不起是谁 也难怪 当年她见风后戒时 她年纪上小 如今二十年已过 已长得高大魁梧 由于常年奔波 更显得满面风尘 肤色有黑 自然认不出了 风后戒叫道 三条 小姐叫你呢 三条一步走过来 又近一看 此人不是西岩夫人的侍女吗 当年夫人隐居五条地方的租室 她也在那供职 又近望着三条 恍若做梦 不知三条现在的主人 可是王慧 刚才那个男子 是不是冰藤泰呢 如此说来 欲望小姐也在这里了 她如此一想 更心急如焚 即刻派人去换三条 但三条正在用膳 意识无法过来 又近等得心烦 梁九终于来了 她一面走过来 一面道 真是怪了 我于柱子住了二十来年 只是一名侍女 这怎会有人认识我呢 恐是看错了吧 三条身穿小油丑袄 上罩大红卷衫 身体很肥胖 完全像个乡下妇人 看着多年不见的三条 又近只觉时光流失 自己一老了 不免感慨万分 她将脸正对着三条 对她说道 你仔细瞧瞧 认得我吗 三条一看 拍手叫道 哎呀 怎么是你 我真料不到呢 我太高兴了 你打哪来 夫人呢 说必 竟孩子般 啜气起来 有近记得当年 同在西岩夫人 楚当侍女时 她尚是个 不慎世事的少女 时光飞逝 人事沧桑 真令人感慨万千 因为西岩夫人暴死 所以不便说出当年之事 一问道 我倒要先问你 如母老太太 在此处吗 玉凡小姐呢 贵君怎么样 三条道 他们皆在此地 小姐已成大人 美貌更胜于她母亲 我先告诉老太太吧 便跑过去了 三条将刚才之事 告知如母 众人皆很惊诧 如母道 莫非做梦吧 当年她带夫人走时 万没想到 我们会在此处相见 那时 我真恨死她了 于是将中间 用以间隔的屏风取去 以便畅许别后情形 二人相见 尚未言语 泪先流浪 许久 如母老太太方止住哭声 问道 夫人呢 这些年来 我一直打听她的消息 我曾对神明发誓 此生无论怎样 都要找到夫人 可我居于偏远的柱子 哪能有一星半点音讯呢 想起夫人上生死不明 我真觉活着毫无意义 只是 夫人女儿玉星小姐 长得人见人爱 我命虽不足惜 但抛下小姐 即便到了阴间 亦难脱罪责呀 为了五望小姐 我方苟活至今 实践无言以对 觉得向她报告 吸引死讯 比当年目睹 更为悲痛 但她终于说道 爱 告诉你 也是突然 夫人早已离世了 此言一出 三人皆抱头 嗷哭 泪落如雨 此时已尽日暮 众人忙着备至明灯 准备人寺礼佛 三人只得暂时分手 为不让随从疑心 又近未让两家合并入寺 如母一眉让封后界知晓 两家先后离开宿处 朝长谷寺而去 又近暗暗窥察 如母一行人 但见其中一女子 披着薄薄地出下单山 隐隐露出乌黑亮丽的长发 一路走去 困顿引线 自有一种不胜娇怯之态 又近猜测 这便是遇累了 不觉又喜又悲 走得快的 早到了大殿 如母等位照顾玉囊 走得较慢 到达时 初次夜课已开始了 大殿上极其嘈杂 处处拥挤喧哗 又近的座位离佛像较近 而如母一行 或许与法师无甚交情 座位便在远离佛像的西边 又近遣人去请他们 坐到自己那儿去 如母将是由告之风后界 叫男子们仍留于原处 只带着玉毛过去 又近对如母道 我虽为侍女 但因是当今原是太正大臣家人 即便出门随从不多 也无人敢期 若是乡下人 到了此处 道须小心 这里的恶棍 强途什么都干得出来 此时僧众已经开讲法事 念诵之声鼎沸 他们便暂停谈话 参加礼拜 又近跪拜末道 这些年来 小女子为寻小姐下落 常祈祷菩萨 而金果蒙菩萨赐福 已寻回小姐 今日再有祈愿 原是太正大臣寻访小姐 其情可以见天 小女子今将告知大臣 仍期望菩萨保佑 赐我小姐一生幸福 乡下人纷纷从内地各处涌来进乡 其中也有大和国的国首夫人 但见她众星捧月般被人簇拥而来 甚为甚为显赫 三条见了羡慕不已 便和掌底额 虔诚祈祷 大慈大悲观世音 小三条别无所求 指望菩萨付现我家小姐 即便她做不了大五夫人 让她做过首夫人也好 让我受苦受难的三条 也想想荣华富贵 那时 我等定当金车宝马 仆从簇拥 前来隆重还愿 又近听了 心想这也太无志气 倾见小姐了 便气愤地对三条说道 你也真是乡下眼光 小姐的父亲昔日 还是个头中将士 便以威势赫赫了 何况现在已是内大臣 天下大权 竟握一柄 高官尊荣 何人能比 难道她家的小姐 只能做区区 一个地方官夫人 三条义愤然反驳道 算了 不要再说了 什么都是大臣 大臣 大臣又怎样呢 你见大货夫人 在清水观音寺进香时 宛若皇帝行性般威风 你便不会满口 皆是大臣了 于是更加其败不止 儒母一行 预定肃山三日 又近本不欲久留 但逢此等喜事 又可慕与儒母等人畅叙 便通知四僧肃山 又于供奉明灯的愿文中 填上祈愿 依定立 为藤原流离君 供奉明灯 请为之祈祷 此外 此君今已密德 他日定来还愿 众人闻之此事 皆大为感动 祈祷僧闻之 此君今已寻德 甚为得意 对又近说道 可喜可贺 此事应验 乃贫僧专程祈祷所致吧 信众辩诵念经佛 声如鼎沸 喧扰一宿 天明 又近回至前回住处 与儒母等畅述离情 欲堂羞涩 见人使低眉垂首 家之困倦 其态颇为可怜 又近说道 我因偶然机缘 得以行走于富贵之家 见过几多名门闺秀 绝色佳人 便每每拜见子夫人 便绝中女子 再无多少光彩 子夫人的小女公子名时 亦如其母 自容出众 这当然一离不开 大臣夫妇的呵护 而我家小姐生长于穷乡僻壤 又饱长旅途艰辛 却依然花容月貌 不在子夫人之下 真令人无比欣慰 从童狐爷时代起 原是太正大臣 亲赌过许多女与后妃 举官上下的女子 她无不见惯 但她说道 所谓美人 我却以为藤虎母后 与我家名时 方不愧于此称呼 我无福一睹 藤虎母后方容 可名时女公子 的确美艳惊人 眼下虽仅有八岁 一族已倾国倾城了 子夫人国色天香 亦是原是心目中的美人 可嘴上却不说 反而爱系得 你嫁于我这美男子 真是你的造化 我见了这么多美人 真可延年一寿 我切以为他们之美 在无人抄其右 岂料我们欲望小姐 竟出他们之上 万事皆有极限 我家小姐的欲貌 竟达到美之极限了 她边说边含笑 宁氏玉堂 老儒母听得此言 甚为欢喜 说道 你所言即是 你可知道 如此天仙般的美人 险些埋目于偏荒野地 我们幼幼幼卑 只得抛架别子 冒险逃回这陌生京都 又进姐姐 你在原是大臣家多年 定有机会见着玉皇的父亲 请你可怜他 带他回父亲身边吧 玉皇闻言 修得通红 便被转身去 又进达道 不必见外 我虽仅为侍女 源于西岩夫人 原是大臣对我一身关照 我一时常于 她面前提起 不知夫人所生女儿 如今在何处 大臣道 我一想方设法寻觅她 你若闻的音讯 定须告知我 说到此处 如母插言道 告知原是太正大臣 恐不要吧 她虽贤明 但家中高贵夫人甚多 小姐怎好加入其中呢 还是告知她的生身父亲 内大臣才好 又进觉得 此时无需再将西岩 报死一事隐瞒 便一句告语他们 她说道 当时公子悲痛欲绝 主托我道 让我抚养她的女儿 以作一念吧 我子女寥寥 家中冷清 只需对人言说 她是我多年失散的女儿 因我年纪上轻 未曾经历多少事情 凡事谨慎小心 丝毫不敢泄露 因此不便来西京寻访 继而我于哪报上 知晓你家主人荣生少祸 少祸前往任职 特来向原氏大臣告别 其间我见过她一面 虽欲打探小姐下落 但又顾虑重重 终于错失良机 我曾以为你们走时 必将小姐 遗弃于五条的租屋呢 哎呀呀 小姐险心流落香眼了 此日他们纵谈往事 又一同永念经佛 此地地势颇高 可俯瞰来往相克 山前横卧一条河流 换作出徽川 又近边想到一首谷歌 出兰谷漏 双山相望生 经年再逢时 双山仍清清 便淫十道 不仿双山树 西边安逢君 真乃久别喜相逢呀 欲望何道 双山不解仇 心逢喜泪盈 淫霸换气不已 几滴青泪 挂于塞边 其姿态真弱 梨花一枝春带雨 愈加令人怜爱 又近凝望玉毛 想到 小姐虽长于乡下 容貌劝美若天仙 举止亦优雅得体 毫无粗陋笨拙之相 真乃无缘白玉 不知如母 如何调教抚养的 她颇为感激如母 那西言只是活泼纯真 温柔贤淑 而欲望呢 不仅美丽可爱 而且高贵优雅 让人看了自叹福如 如此看来 那柱子定是 身清水秀 地灵人节的 然而以前所见的柱子人 为何皆显得 畏尾缩边 粗陋笨拙呢 真真不可思议 黄昏时分 众人在赴大殿礼拜 一日又是整日佛逝 秋风自山剑福来 寒气息人 如此日子 多愁善感的众女子 想得更多 此日听又近说起 内大臣尊贵无比 连嫡数子女 皆爱护辈志 这令长叹命运悲苦 难有出头之日的 王会稍感欣慰 如我这强 因小草般微贱之人 恐也有熬过寒冬 得见息暖春阳之日吧 双方离开长谷寺时 相互问清了 京中地址 又近唯恐 再次失去玉毛 甚是放心不下 幸好两家相聚较劲 一便于商量 众人方才放了心 又近欲将此事 尽快告知 原是太政大臣 故一到家 便前去禀报 又近的车子 一入六条院 但见此地穷楼玉宇 车辆往来频繁 非原住的土条院可比 他顿感卑微 觉得自己身份 与此处实不相衬 便退了回来 心事重重地睡去了 一日 又近受子夫人的 特别召见 很绝脸上有光 原是一召见他 问他道 你为何一去 便是这些天 模样也好看了 怕有喜事上门吧 照例开他的玩笑 又近答道 这七日我仅烧香还愿 有何喜事 不过在长谷寺素山 倒遇到了一个 叫人怜爱的人呢 原是盲问 是谁 又近暗想 此事尚未告知子夫人 此时我便说了出来 躺日后夫人知晓 岂不怪我隐瞒她 甚感为难便答道 日后再说吧 恰在此时 别的侍女进来 打断了谈话 掌灯时分 原是和子夫人 并坐于厅中闲谈 那情景甚叫人现护 这子夫人 虽已二十七八 但较之少女时代 更显风韵 即日不见 又近四觉 她又添风采 在玉姬面前 又近绝其 并不逊色于子她 如今视力于子姬身旁 又觉得子姬 毕竟不同凡响 原是遇睡 便叫又近替她捏脚 她说道 年轻人毫无耐心 讨厌此事 上了年纪的人方能体谅 几个年轻侍女 皆掩面而笑 他们说道 谁敢厌烦 老爷伟派之事呢 我们唯独不耐烦 那些纠缠不休的玩笑罢了 原是对子姬道 夫人见我这般 大概亦不高兴吧 子姬答道 只怕不那么简单的 我倒真要担心了 便和又近畅谈 姿态异常 娇艳憨直 竟显天真无邪之态 原是身居闹职 无需牢狱暗读 操劳国事 平日 只管闲谈所谢 插科取笑 或饶有欣慰地 揣摸重侍女心思 与半老的又近 一玩笑不断 此时便问她道 你所遇那人 是否是个法力高深 身份高贵的大和尚 她亦来了吗 又近答道 静说些难听的话 我是遇到红颜薄命的 西颜夫人的女公子了 原是大臣听罢 立即正色说道 此女子一尾石 可怜仪这么多年 她住在何处呢 又近见大臣陈吟 便撒了个谎 紧说道 住于荒庇乡野 由昔日跟随夫人的人 服侍她 我与她谈起往事 她很是悲伤呢 大臣白手道 算了 夫人不知此事 无序多说了 紫棘不耐烦地说道 我异常困乏 听不清你们谈些什么 便以嗅颜耳 俯身躺下 原是于是低声问又近 这孩子可像她妈妈 长得好看吗 又近答道 道不十分相像 可确实貌若天仙 原是道 真太好了 你看可与谁比 此夫人如何 又近答道 她怎好和夫人相比 大臣撇了撇躺于床上的夫人 故意大声说道 你如此说 夫人倒满意了 只要向我 便无甚担忧了 听口气 声若那女孩生身父亲 这以后 原是又单独与又近面误了几次 对她道 事已至此 叫她过来住吧 这些年 我每念起她 便觉遗憾痛心 如今寻得 不胜欣慰 我一大无用 找寻了这么多年 让她吃尽了苦 暂不告知她 生父那大臣 她家人丁繁多 嘈杂异常 这无母之女 出来乍道 若家于那些兄妹中 恐反憎痛苦 叫她住到 我这儿来吧 我子女少 家中冷清 只消告诉外人 此女子乃我多年失散的女儿 我要精心服御她 定让那些风流公子 对她趋之若鹜呢 又近一听此言 暗自庆幸小姐 终于苦尽甘来 便说道 一切听便 至于那大臣 你无需思虑 我们不会走漏一丝风声 只愿您将此女当作 那不幸早死的西岩夫人 好生调教 于夫人灵前 亦可烧减罪责了 原事道 此事你尚记恨于我 她苦涩一笑 躺下泪来 继而说道 我日渐明白 与西岩夫人的姻缘 实在虚幻飘渺 这六条院中美女如云 谁亦不能替代她 长命美人 可受我永远呵护 那命薄如指的西岩 反而只能仰天长叹 将你视作她的一念 加以呵护 毫不遗憾 我至今念念不忘她 躺能将她遗孤陪伴身旁 以别无她求了 她便即刻写信于狱警 因她急切想知道于沉沦中长大的玉堂 人品究竟如何 深恐她又如生活潦倒的墨斋花 信中语气尊严 一如父亲 莫为写道 此情纵不知四处密而深 溯源至深切 绵绵无绝期 又进送去此信 并转达了原事大臣之意 同时带去不计其数的衣物首饰 日常用品 大概此机已知晓此事 送往欲望处一世 皆经千挑万选 色彩事宜 款式新颖 于住子人眼中 渐渐珍奇炫目 美不胜收 玉毛接到原事来信 暗想 若是生父内大臣写来 即便聊聊数语 亦感欣喜 但这原事太正大臣 于己素媚平生 怎能毫无缘由去依靠她呢 她心中不悦 但亦不好说什么 又进便劝导她 众侍女一劝她道 太正大臣如此宠爱小姐 到其府邸 便是精之欲业了 那时 你生父自会前来寻访 你们妇女中是要相见的 你看又进于神佛前 发愿祈祷 虽仅为一侍女 神佛不也引导保佑找到了你吗 何况小姐及内大臣 如此身份高贵之人 只要大家安然无恙 众人皆劝慰她 回信时 传女们取出一张浓香扑鼻的中国纸 催她给原氏太正大臣写信 羽毛深恐露出乡下人像 惹人耻笑 迟迟不敢动笔 后在众人百般催劝下 方提示一首 不足道无身 漂泊如浮云 因缘素是恶 苦海多浮沉 仅此而已 虽笔迟至桌 有欠稳健 燃气品高雅 风度可爱 原氏看罢 便宽下心来 关于玉毛居所 原氏太正大臣 亦颇费出仇 子吉所居东南区 没有闲事 此处乃为六条院 最繁华地段 西来攘往 嘈杂吵闹 不似幽静规格 邱皇后西南区 皇后偶来居住 倒还幽静 最是欲望小姐 这般性情之人居住 但亦被人 误为别怨侍女 仅有花散礼 东北区内 西厅县设为文殿 可设法一致别处 且花散礼 心性善良 温婉和月 正好与玉毛相投 欲望居所 便这般预定下来 此时他方告知子吉 自己当年 与西岩结缘之事 子吉见他 有此段恋情 且对他隐瞒了 几十载 颇显怨色 袁氏笑道 你何必怨恨 那些存活者的事 我尚与你 实言相告 毫无隐瞒 何况西岩已去世多年 正因我对你特别宠爱 才毫不保留告诉你 说吧此番话 他仿佛又见 西岩当年模样 又道 此等情况甚是平常 别人或许也有更甚 我最恨些许女子 你对他并无多少爱恋 却仍莫名嫉妒 我也常想自制收敛 但阴差阳错 总会遇到许多可爱的女子 那西岩便是最娇斥亲贱 一往情深的 躺他在世 我将戴他如明时机一般 容貌与品性 原本因人而异 西岩才华横溢 仅略欠优雅 然无损他的美丽可爱 子吉说道 虽至此 但亦不能与明时机等同吧 他对明时机的过分德 宠刺又微词 然他见娇臣小巧的名师小女公子 那天真无邪 侧耳倾听的可爱之态 又绝名时机得宠乃理所当然 亦不予计较了 上述之事 发生于原氏35岁这年9月中 王氏千人六条院 得是先访得些秀美女童 及年轻侍女 昔日的侍女 因走得匆忙 一个意味带出 京都地方 毕竟地广人多 因此不过两口便找到合适的侍女 新来的侍女 皆不曾告知小姐真正身世 在五条又进家中 秘密选定 船女 制备了装束 方将欲望悄悄带过去 一切完毕 于十月中 迁居六条院 原是太政大臣 为避人耳目 便请花散礼 做欲望的祭母 对他说道 我有一心爱之人 处于忧愤 离家出走 隐居于荒僻山乡 那时已有一女孩 这些年 我一直悄悄 寻访她的下落 总有无音讯 其间 她已长大成人 如今天意中将她找到 便想将她带回身边 尽尽父亲的责任 她母亲已离世多年 你一直做西物中将的保护人 正好也照例请你做她的保护人吧 自幼于穷乡僻壤长大 多有笔漏不当之处 有劳你多多调教了 花散礼听吧 坦言道 没料到你有这么个人 多年来 怎从未听说啊 让她与明石小女公子作伴 如此甚好 原氏道 我见你性情极好 扑死她母亲 故托你照料 花散礼道 此处人少 长觉寂寞 如今来了小姐 再好不过呢 院中侍女皆不知玉毛 是原氏女儿 互相议论道 不知于何处又寻了如此一人 如极古董一般 好无聊啊 阴元氏赏赐衣室等物甚多 玉壶迁居时 共用了三辆车子 侍女 蒲丛 随行人等穿着打扮 借由幼尽料理 所以甚为体面 丝毫不显香也俗气 当晚 元氏仿无欲望 众侍女酒墓元氏大名 却愿无限相见 此时皆从唯平戏凤中偷看 圆额灯光下 见元氏果然风流儒雅 俊秀非凡 皆暗暗吃惊 又进从边门向元氏引进 元氏道 似乎特殊的一中人方 可从此门过去呢 便满面含笑于乡内坐下 又道 灯光如此古额 导向前来与恋人优惠 我听说小姐想看父亲容貌 这般灯光 如何看得清呢 便顺手将围平推开谢 欲望不胜羞涩 盲将头扭向一边 元氏见他容貌秀美 心下异常欢喜 说道 将灯火拨大点 太优雅了 又进便调亮灯火 一进元氏 元氏微笑着说道 为何这般害羞呢 他发现那双秀美的眼睛 除了吸眼的女儿 谁还能有呢 便不再客套 全然以父亲口吻说道 多年来你音讯全无 我无时无刻不哀叹千年 如今突然见你 恍若做梦 又想到你母亲在世事情状 更卑不自胜 无以诉说了 便举手示类 他屈指计算后 又说道 我们妇女隔绝多年 真乃世间少有 命运对我们也太理论了 你长大 不应如此怕羞 我们妇女欢聚 本应畅序往事 你为何默不作声呢 玉堂低声答道 自蛙子之年 女儿便流落一箱 长觉万事如梦 声音娇嫩动听 原氏微笑着说道 你常年飘零他乡 除我之外 谁还时刻牵挂你呢 他觉得欲望应对自如 可亏其心性优美 聪慧伶俐 对又进吩咐完诸种事以后 便返回本哪去了 原氏见玉毛长得美丽 喜不自胜 便描述于子机厅 他说道 玉毛自幼流落一箱 于那彼俗之地长大 我以为他定然长得 粗陋彼俗 不成样子 谁知一见之后 方觉此想法 实为荒谬 我定让众人知晓 我家有位美人 我弟兵不倾亲王 时常倾慕我家女子 如今定教他 背偿相似之苦了 那些贪色之人在我处 各个一副正人君子模样 只因我家尚无相耳 如今我要好好调教这女孩子 定要她们原形毕露 子机说道 天下岂有这种糊涂店 不教女儿别的 偏叫她诱惑别人 真毫无道理 原氏说道 老师说 昔日躺如今日这般悠闲 我定叫你做绝妙相儿 当时未能想到 已知弄成此种局面 言别哈哈大笑 子机听罢 红韵满面 样子异常娇美 原氏太正 急性取来笔宴 提示一手 恋旅西岩金犹在 和袁玉文随我来 提壁投壁探道 可怜啊 子机方知这美人 便是那薄命之人遗孤 原氏对西物中将说道 我给你带回一个姐姐 你可得亲近她 西物便前去探望 对玉毛道 小弟生性愚钝 如蒙姐姐不弃 有事尽管差遣 小弟定当尽力 前日 姐姐乔迁 小弟未曾前来迎候祝贺 甚是失礼 望姐姐见谅 他态度千功 真如带亲姐姐一般 王沟身边详知内情之人 皆觉好笑 于住子时 欲望居所在当地可算华美了 如今比起这六条院 却是天壤之别 院内轻松浮沿 玉兰绕气 室内一应俱备 说不尽的富丽堂皇 亲如姐妹的诸女主人 已至轻侍女仆从 一言皆秀美炫母 侍女三条 昔日艳羡大祸 如今早忘了 更甭提那粗蠢的大夫坚 想想也绝恶心 原是家规慎言 他身恐仆从代职施礼 便特为玉堂设置家臣 直视一应人等 欲望感激封后界的忠心 又近一时分赞赏他 便由他当了家臣 封后界做梦 意味想到能跨进 元氏大臣如此豪贵之家 更不用说进出自由 发好施令 成为家臣 昔日沉沦相间时的 满腹牢骚 早已无影无踪 只觉世事称心如意 对元氏太正大臣 如此诚恳周全的照拂 众人无不感激 年关临近 元氏命为王氏居氏备板新年装饰 为众仆从天至新年服饰 行事规模 借与朱高贵夫人同利 元氏推夺 玉智虽励志天资 但尚存乡村习俗 放隔外送些乡村式服饰 众之工竭尽所能 织成朱种线罗绸缎 用他们缝制的衣服 琳琅满目 美不胜收 元氏便对子姬说道 花样如此繁多 分送众人时 要让他们兼满一方好 子姬与此方面很在行 色彩调配鞋盒 衣料染色 一身精良 他集中了裁缝所制 及自家制作的衣装 元氏又从各处导厂送来的衣服中 挑出深紫色与大红色的 叫人装于衣箱内 命几个年长的侍女 将其分送于众人 子姬见了 说道 如此分配 固然平均 然而 个人容貌 肤色不同 色彩搭配 也有讲究 如味绿极这些 反而不美呢 元氏笑道 你在一旁看我选 却于心中推量此人容貌 你穿何种颜色的衣服好呢 子姬打道 自己穿着对着镜子 意义不能看出吗 一集要他看 说此话时 微缓含羞 分配结果 子姬所得的 为浅紫色礼服 与红眉色服之纹上衣 一席色彩 最优美时尚的衬袍 宋明时小女公子的 为白面红底的长礼服 另添一件 表里鲜红的衫子 花散里的那件 海景文样坛 宝兰外衣 织工极好 但色彩稍暗 另有表里成 深红色的女衫 宋欲望的 为鲜红色外衣 与探堂色长礼服 子姬只作不知 却于心中琢磨 那大臣轻艳秀丽 但缺少优雅 欲望定与他相差不远 虽未动声色 但因缘是心里无底 似觉他脸色稍变 他说道 据我看 暗容貌配衣 恐不妥吧 色彩虽好 亦有极限 可人的好处 拿紧容貌一相呢 严毕便挑选 宋宇墨摘花的衣服 白面绿里的外衣 布满散乱而雅致的 藤蔓花纹 异常优美 原是觉得 此次与他极不相宜 只觉好笑 宋明时机的是 有梅花折织 飞舞鸟蝶纹样的 白色中国式礼服 及鲜艳的 深紫色色饰 此机因此推量 明时机定然高作不凡 威决不快 宋宇尼姑空缠的 那件外衣 成青灰色 异常优雅 再将原是自己的一件 维子花色衫子送上 另添一件浅红色女衫 繁宋衣物中 皆负信一封 要他们于元旦那日 穿上这些衣服 他想瞧瞧色彩搭配 是否适合 各院每人收到衣服 皆回信称谢 或做牌具 或做诗文 各具特色 使者的犒赏 一个出心才 墨宅花居于 二条院东院 离此地甚远 按理犒赏 使者应丰厚些 但他固执守旧 仅赏给使者 一件像糖色挂子 袖口异常胜旧 此外别无他物 回信的落傲指 香气难遇 但应年久日深 纸色已发黄 信中写道 呜呼 汝成宠赐春山 道令我伤悲 出示唐庄天心愁 欲返春山却得秀 笔记急附古风 原是看罢 一味微笑 敬爱不释手 仔继不解 回头凝视 墨宅花 全然不顾他的面子 靠上使者如此微薄 原是甚觉扫兴 脸成不悦之色 使者之趣 盲一声不想退了出去 重视女见此情况 不禁肆语窃笑 对于未摘花 古怪守旧 处处杀人风景 原是毫无办法 对于那首诗 原是说道 倒是个不错的诗人 一下笔变 厚妆 如秀等恨语 其实我与他也差不多 没守古法 聚守心语 群弦汇聚时 御前专门举行诗会时 银勇有情绪用特定字眼 银勇相思 于第三句中 必用冤架等字养 古人以为只有如此 才不拗口 说吧 哈哈大笑 继而又说道 他们做事 必赎送诸种诗歌笔记 将其诗中 所永明圣烂书于胸 从中选择语句 才能成诗 故诗中语句 大都千篇一律 本摘花 曾送我一本 他父亲用纸无纸 撰写的诗歌笔记 意思要我阅读 我一翻阅 全是些作诗规则 如何避免避病等 我本不善作诗 看了这些法则 更绝举步维艰 难以下笔了 便将书含语他 他是精通词道之人 此诗还算通俗一懂呢 对未摘花的诗 虽然赞誉 但与他父亲的笔记 却颇有微词 子几颇认真的说道 为何便还了呢 抄下来多好 将来我们小女儿 还可读呢 我倒有些古书 可惜在书处里 被书虫注破了 不善此道之人看了 真不明白写些什么 原是说道 此类东西 只会误我们女儿的 女子无需专精一种学问 若装了满脑子学问 和女子身份 怎么相宜呢 但一点不懂也不可取 只要志诚稳重 思虑周密 对万事能自主应付 便是好女子了 她只管言论 并不想答复莫摘花 子几劝道 她始终说遇尽春山 你若不答复 怕不好吧 子几确实出于一片好意 原是也不肯辜负 便即刻复达诗 她漫不经心写道 欲寻好梦返春山 独人孤枕时可怜 难怪你伤心了 第二十三章 早英 正月初一清晨 天空一壁如洗 不着一丝云彩 寻常人家的墙角 残雪中不见嫩草抽芽 春天山山而来 万物复苏 心情自然也就畅快了 人间天堂般的六条院 到了此时 更是春意盎然 生机勃勃 美醉甚多 众家人所居各院 均被装点一新 欲显富丽堂皇 此几所居之春殿 尤为突出 亭前几树飘香美蕊 那香气与莲内熏香融合 竟令人以为身在仙境 但又不如仙境净土之 庄严肃母 可以自意 取乐 自在度日 选去事后 名时小女公子的 皆是优秀青年侍女 年龄较长的留住在此 然而也都聪明伶俐 容貌清秀俊美 装束美丽动人 他们三三两两 成军结队互助了齿顾 又取出净饼来 吃唱着脱笔千春 福寿千春等谷歌 共助主人家 在新的一年里 幸福平安 他们正抱孝奸 袁氏出来了 两手正放在怀里的侍女 连忙把手拿出 整金肃力 听袁氏吩咐 袁氏笑道 你们唱鼓歌 祝我千春 唱得好极了 怎么如今 见了我反倒严肃了呢 何不说出 你们各自的愿望 我也唱歌 为你们祝福 众人大年初一听到 主人如此说话 皆感荣幸 其中 那个骄傲自满的 中将军士女英道 我们是在静炳前 预祝君后 福寿千春 这便是我们的愿望了 整日里 拜赫新年之客 络绎不绝 原是忙于应酬 脱不得身 直至木时分 方的闲暇 拜访各位夫人 但见他们浅化峨眉 清点一纯 无不显的奴婢 妃嫔娜夺姿 令人百般留脸 他便对子姬说道 晨间侍女们 为我唱祝福的谷歌 何其愉悦 如今我也来替你祝诵 便略带几分 细得地歌颂祝词 又赠师 持面出平民如敬 鸳鸯利盈 喜春堂 这一对夫妇 真是欠影双双啊 此妖人和道 春堂盈盈碧玻璃 摇曳多姿万夫人 美知此种佳节 他们都诚恳共住白头偕老 永不分离 今日侍逢春姑 祝诵千春万福 再恰当不过了 袁氏接下来到了 明武小女公子居所探访 请侍女 女童正将小松 移植至院中山石之上 已驻长寿 这些女子格外兴奋 如小鹿般跳来蹦去 观之令人欣喜 各院里的明时机特地 备办内装种种物品的 虚线与桂木食品盒 送给袁氏太政大臣 以资助送 又别具匠心地将一只人造 皇家天附在一株姿泰婆婆的 午夜松土 并细一信 一并送来 信中有诗 幽济岁月绿幼稚 何时早等生再来 我这里是穷乡僻壤 无草傻眼 袁氏读过 心知他想念亲生女儿 名时小女公子 颇同情奇孤寂 虽顾元旦忌讳 也禁不住落下泪来 袁氏X次反斜杠女公子道 这信该做自己回 切不可吝惜 你母可叛致 早骂生啊 便取过笔墨纸燕来 令她即刻复信 小女公子天生立志 即使朝夕相处 也教人一见 便心生爱恋 可恨袁氏 却使他们母女分离 虽同住一个大院 尽在咫尺 却成年累月难谋一面 袁氏自为此十几之罪过 心中异常痛苦 小女公子的答师是 此言一别挤春秋 朝央怎敢往苍松 此外又絮絮叨叨 写了许多她童心所感 袁氏接下来探访 居住在夏殿里的花散里 此时早春刚至 离檐下上远 还不到避暑时节 无人前来 故此间甚是寂静 袁氏看了看室内 虽无任何古董花瓶等 风雅之物点缀 却也洁净雅致 花散里与她情缘深久 彼此相知 相处得随意自然 如今虽免风月之事 但仍夫畅妇随 其乐融融 室内张着为平 袁氏也不事先招呼 便上前推开 花散里神态闲静地 坐在里面 也并不怪她 她身着先前袁氏所赠蓝宝山子 色彩已经舒坦 每次见之 袁氏都这样想 若是别人 定嫌她相貌平常 我尽如此敬重她 永远优待她 正和我之意 深可欣慰呀 倘若她水性羊花 如那些轻薄女子 稍不如意 就离我而去 我也绝不会如此待她的 自己之情长 与花散里之稳重 十分相邪 使她不胜喜味 两人亲目续谈良久 袁氏逐到西厅探望欲望 玉堂进宫不几日 还未习惯宫廷生活 燃其居所 却也布置得别有情趣 童女装束也分外优雅 她名理勤俭 室内装饰古朴雅致 总之 这宅院正如她一般 惊小可爱 玉至本就玲珑娇美 此刻这上元氏所赠向 唐色春服 更是玉宴春色 直叫人流连忘返 直因酒居 屁山穷乡 玉玉寡欢 头发也不甚浓密 疏疏朗朗 却自然被散在衣服上 恰将这缺憾巧妙地 化成了美丽 袁氏见此绝美妙龄少女 心念此人应住六条院 否则真太可惜了 便欲将其如六条院女子般看待 玉玉虽对袁氏已较熟悉 但念此人终不是生生父亲 未免尚有顾忌 她常觉这关系奇怪如梦 因此并不敢十分亲近她 袁氏对她的此种态度也甚为心爱 对她说道 你虽出来乍道 但我感觉已似多年了 见面时便觉颇似敌人 心中全是喜味 所以你也不必顾忌 尝到我们那边玩 那边的小妹妹初学弹琴 你们正可一起学习 对那边的人也应随意不拘才是 欲望达到 女儿自当遵命 这应对也颇为得体 袁氏回到明时机所居的东殿已是傍晚时分 推开内客厅旁边走廊的门 顺风便袭来一股幽香 飘子莲目 顿绝局所格外优雅 袁氏信不走进室内 却不见明时机本人 环顾四周 但见许多笔记稿散置 在艳香旁边 所以拿起来随意翻看 旁边铺一张中国之锦制阴露 向着华丽花边 上置一张力情 在一个精巧的圆火波内 农勋看待丛香 其中又混合着一批香 香气极为习人 桌上乱放这些书法草稿 字体不像学者那般 夹杂许多难食的草书汉字 却显得深洒不拘 别有韵质 显见造诣之身 其中 有几首情义缠绵的古歌 戏乔方知事明时机 收到小女公子达诗后喜记而复的 那中有一首道 朝营西歇素花时 今朝却向下鼓飞 戴得重访旧朝时 定当真次好时机 书稿中 上抄录 有许多古人诗句 或抒发 那听到早嫁出情时 悲喜交集之情 或是有名的古歌 如 家住钢编梅盛放 春来步伐早营生 这皆是闻营生 而欣喜十虑情所书的 原是见小女公子之回信 竟给与她如此的欣喜 感到无限欣慰 便趁心提起笔来 也欲写上两句 恰之此时 明时机从李乌熙行而出 拜见原是 态度甚为恭敬 原是觉得 此人终究疏于众人 她的娇躯身着 原是所赠血色 中国礼服 一彩黑发被散肩上 趁之血焰 见之令人心迷神醉 原是不由俯身下去 原是虽也想到 大年初一 若不回家 此机定然怨恨 但她终于塑在了 明时机处 消息传出 各机械知道 明时机特别惩宠 皆对她心还醋意 就更不必说此机了 天降欲数 原是辞去 明武机在原是别后 念及她深夜姑父相庄 甚觉悲惜 此机得知 原是在明时机处塑叶 心中分外互恨 一宵辗转反侧 庸装难免 原是回来 查知子机心情 便道 真奇怪 我原说 在她那里打个瞌睡 竟如年轻人样睡过去了 你也不派人去唤醒我 如此安慰开脱 一声可笑 子机漠然不语 原是自觉无聊 谁说想睡 便就此睡着 直至日高方才起身 正月初二日原是 仍忙于招待贺客 举办临时宴会 竟无暇与子机会面 公卿 亲王等照例都道 唐前管弦之声 不绝于耳 宴会之后便分送 珍贵礼物及靠赏品 给公卿 亲王 这些公卿 亲王云集六条院 名为贺年 实则另有所图 因此各个穿戴其整 力求不逊于人 当朝人才极己 有不少优秀人物 但艰难与原是媲美 至于王孙公子 则更是为那六条院 忠心致美人而来 痴心妄想 采花蔫草 得起垂爱 故今年新春特别热闹 不同往常 晚风袭袭 幽香屡屡 亭前梅花树珠 含苞欲放 暮色沉沉 人影绰绰 管弦私竹之声 悠扬悦耳 歌人高唱崔马乐 此殿尊荣 富贵双全 音调甚是滑美艳烈 原氏不识唱贺 从子孙樊昌 一直唱到曲中 歌声柔美可爱 凡是唐友原氏参加 则色彩与声音 皆天无限生气 其差异 昭然可变 生归珠女眷 此刻姚文车马 古月喧嚣之声 似绝声在西方 极乐净土的 未开莲花中 不能目睹 这热闹场面 心中好声胶着 二条院东院的 昔日 黄花酒被冷落 闻此古月歌声 更绝凄凉 岁月流逝 其孤寂日甚一日 使他们皆怀 有古歌中 所谓欲窜入深山 脱却是艰苦之心情 故对于原氏 这薄姓之人 已不再怨恨了 他们自有办法 对付空虚 或顿入空门 如尼姑空缠 勤心修梯 绝念红尘 或言习学问 如墨摘花 吟诗弄剧 也颇自在 但凡生活所需 皆自有人安排 倒也无忧无虑 新年热闹过后 原氏方来探访 这二条院中人 墨摘花乃长鹿 亲王之女公子 出身极为高贵 原氏长觉委屈了她 顾凡欲见于世人之事 皆为其操办体面 以免他人小看 墨摘花光前 一头长而蜜的青丝 今已衰老 从侧面望去 竟砸有好些银丝 令人想起奔腾瀑布 疑似老年人之谷歌 原氏无限惋惜 竟连她正面 也不敢细看 她身着原氏所增腾漫花纹 白面绿里的外衣 却不很相衬 想是因气质之故吧 其内穿深红色挂衣 暗淡无光 且硬若纸板 模样甚是寒酸 令人见之不快 原氏曾送她不少衬衣 却不知因何不穿 唯有那鼻尖上的红色 春霞般遮不住 依旧惹人注目 原氏不觉叹了口气 特将围平拉拢 以隔远些 但未摘花却毫不介意 多年来 她仰仗原氏关怀 方得一日三餐之安稳 便将自己的一生托付 与对已无情爱之人 好生可怜 原氏觉得 此人不但相貌与众不同 连态度也舒之可悲 如此之人 如若无人照顾 不知如何活下去 原氏念及于此 便动了侧隐之心 直到永远保护她 让其好好一养天年 她的声音颇为七床悲凉 且又颤抖不定 原氏看得有些不耐烦了 对她言道 难道你无照料衣服之人吗 这里没有外人出入 生活甚是安逸舒适 你尽可随心所欲 多穿几件柔软的厚实衣服 何必只讲究服装的外表呢 莫摘花 只得笨拙的善笑 打倒 酸甜的阿格里 要我照顾衣服等事 因此 自己没有缝衣服的功夫了 我那件球衣 也被她拿了去 冬天很冷呢 这阿格里乃其兄长 鼻尖颇红 他说这些话 毫不掩饰 可见其真心信赖原氏 但却过于直率了 原氏闻此 哭笑不得 便扬板面孔对他说道 好极了 毛皮衣 送与山增当那摄衣穿 你颇懂送寒衣吗 冬天如此寒冷 你不妨穿的七层 八层旧的白衬衣 那就暖和了 你需要什么 如若忘记送来 只管告诉我 我这人懒散糊涂 加之事情繁忙 自然容易疏忽 遂命人 打开二条院库房 送起许多献卷 这冬院虽不荒僻 但主人不在此住 环境自然显得沉寂 推厅前树木 在这春日里生发滋长 红眉出战 芬芳沁人心脾 然而却无人欣赏 袁氏见了 不禁淫道 故里春光复幼焦 枝头西室 花中见 莫摘花恐怕难解此事 言外之意吧 袁氏辞别未摘花 便去探望尼姑空蝉 空蝉未宅 大部分房屋供佛 却自住一间窄小境室 似乎并非此处主人 袁氏走进佛堂 见佛像 经卷 以及净水碑等细小器物 无不透出庄严神圣 且又惊讶的氛围 可见主人品性之 杰雅脱俗 甚意众人 空蝉独作一面 清灰色为平后 围露一枝 素淡衣袖 四周寂寥无声 袁氏看了 不觉躺下 鼠行泪来 欺然道 你这松脯岛鱼女 我只能魂牵梦菜 摇摇思念而已 我与你想必 前世种下了孽缘 今生仅存相见 勿谈缘分 爱 空蝉也深为感慨 悠悠道 承蒙你如此关怀 已是缘分不薄了 袁氏道 当年知识 常菜绕于心 使我不得安宁 总觉得屡次伤痛你心 应得恶报 我如今前程向佛忏悔 仍无法出我心中之痛 体上不明白 我对你的真心吗 空蝉闻言 推想袁氏已知晓 他出家维尼的原因 是为避免前方而子季 一手的追求 于是颇决难为情 答道 上天要你看我这丑陋之相 直至我死 这一抵偿你昔日之罪孽 此外还有何恶报呢 严必不由伤心掉泪 如今的空蝉 姿态比从前更为楚楚动人 袁氏虽念及此人 以斩断情思 顿辱空门 但仍觉得实在难以割舍 然而 此时又怎能再严风流倜躺 至于他闲扯了些日常旧话新闻 他忽然向未摘花那边望望 暗自私存 那人倘若有此人的优点就好了 像抹摘花 空蝉一样受袁氏硬币的女人 为数不少 袁氏皆意前往探望 亲切言说这般话语 许久未曾雾面 心中无时不再想念 爱 人生短暂 聚散无常 天命识难知晓啊 他总觉得每个女人 各有其动人之处 作为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袁氏太正大臣 他仁慈善良 丝毫不胜其灵人 尤其对女人 更是善事恩惠 不少女人就因其语录之恩 而悠游度日 男大哥会在正月十四日举行 歌舞行列 先赴朱雀苑 遂至六条苑 因路途较远 到达时以东方欲数 但后月仍旧当空 月光明成如水 厅中薄雾弥漫 即死仙境 此时殿上人忠凡 擅长音乐者告演奏起来 一时笛声悠扬 因之歌舞队要来六条苑 原是早于正殿两旁香屋 及廊坊里设置座位 以便诸女圈前来观赏 玉毛维与明石小女公子见面 来到子姬所居的正殿 子姬也出来 与欲望只隔一层 唯平交谈 歌舞队进了六条苑内 奏得更加起劲 案例只需款待茶酒与羹汤 此次犒赏却特别丰盛 大半沿袭招待颇为殷勤 小月七青 锐血纷飞 见机见后 萨萨松风从高树顶上吹下来 四周景色清冷优劣 许多五首歌人 身着绿袍 内衬白衣 色彩甚是朴素美观 头上所插卷花 也甚素朴 如此场所之中 教人看了心旷神怡 似乎寿命也得以延长 歌人无首中 西物中将和内大陈家请公子 姿态格外高雅 江小之际 细血飘零 淡绝寒气透骨 此刻歌舞队正在演唱 崔马乐 逐川歌词 逐川汤海 尚有桥梁 摘穿花园 在此桥旁 园中美女 窈窕无双 放我入园 陪伴娇娘 月音美妙勾魂 舞姿婀娜射破 简直难以用笔画言传 女眷们凭着香房栏杆进行观赏 地幕下拖曳出长长衣袖 五光十色 灿烂夺目 好似东方无际绚烂朝霞 歌人朗诵受词 声音银钻洞破 五首头戴高帽 姿态离奇古怪 所谢之事 也皆公然表演 滑稽可笑至极 倒冲淡她歌乐之美运 最后个人照例受的 犒赏品免子一代而告退 朱女眷各自归家时 天色已明 原是宽衣旧寝 起身时已是日至中天 她回思昨夜之乐 便对子夫人道 中将的歌侯 并不逊于非少将呢 真是令人惊异 如今时代 才艺之人辈出 古代学子 只知潜心言习学问 严及娱乐之趣 则在惊人之下 我曾打算将中将 养成一个方正官吏 唯愿他不要像我一样 敢于风流 如今看来 还是富有情趣才好 牧师心长 铁面道貌 毕竟可艳吧 他倒觉得 儿子稀物伶俐可爱 接着随口哼了几句 万春乐 又道 此刻朱女眷在此 我想趁此机会 举行一次音乐演奏会 聊坐咱家的后宴 他便令人取出 装在锦绣带内的 勤征销管 服饰干净 并调好闲线 朱女眷闻此消息 进阶欢欣不已 中文字幕致